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庭审现场 所有人都在无聊地等着被告律师出场 而被告的律师索尔因为是个新兵蛋子 所以在厕所排练着自己的辩词 直到被罚警催促才回到了庭审现场 开始生情并茂地为三个小伙辩护起来 吉里呱啦说了一大堆 总结起来就是两句话 第一 没有人员伤亡 第二 门是24小时开着的 不算非法闯入 见索尔终于说完了 对方的律师站了起来 但是一句话都懒得说 直接打开了电视机 画面上播放的三个小伙潜入实验室 把用来解剖的尸体的头颅给割了下来 还用头颅的嘴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铁证面前 官司肯定是输了 但索尔只是为了生策 所以才硬着头皮接一些公辩律师的胡迹 只为那每场700元的出厂费用 通过支票上的签名我们可以知道 这时的索尔名字叫詹姆斯·麦吉尔 简称吉米 法院的停车场上 一辆玉皇大帝旁边停着吉里的小货车 尽管有些掉价 但是吉米还是喜欢停在玉皇大帝旁边 这时吉米接到顾克·凯特的电话 当即就从闷闷不乐变成了热情娘娘 可见吉米的业务能力还是不错的 对方想到吉米的公司谈谈细节 但是吉米告诉对方自己的办公室在装修 所以约在了咖啡厅见面 吉米开着自己冒黑烟的小破车就出发了 来到停车场门口时 收费员找吉米要三块钱的停车费 吉米解释说自己有贴纸应该免费才对 但收费员却说吉米少了一张 所以要收三块钱 吉米一听就来气了 我好心好意的来这里做公变律师 你居然为了三块钱盯着我不放 麦克是一点情面都不给吉米 可见他做事相当注重规矩 吉米来到咖啡厅 见到了凯特夫妇 原来是他的老公克雷格贪污了160万公款 核算财务的时候出了纰漏 但凯特觉得丈夫又不是罪犯 没必要请律师 吉米听后开启了忽悠模式 你丈夫肯定不是罪犯 我也不会为罪犯打官司 我是从报纸上得知财政局160万不翼而非的 但作为财务主管肯定是第一责任人 如果最后找不到挪用公款的人 上面肯定也会把你丈夫给推出去背锅 到那时没有一个好的律师帮你们辩护 你丈夫的职业生涯大概也走到头了 说完他就拿出了一份代理书 告诉二人签完字 我就立马开始制定辩护策略 眼见克雷格就要签上自己的大名 吉米兴奋地咽了咽口水 我认为我们应该睡在那里 眼见到手的鸭子飞了 吉米没有把怒气表现出来 还热心地递了名片给凯特夫妇 回家的路上 吉米打电话给了花店 准备刷新用卡给凯特夫妇买一束花 以此来挽救一下飞走的鸭子 话都没说完呢 就把一个人给撞飞了 吓得吉米小心淡乱跳 大口喘得粗气 缓过神来后吉米下车查看 只见一个倒霉蛋躺在地上 吉米心里慌了 又见倒霉蛋的兄弟拿着摄像机过来 吉米更是觉得玩犊子了 但是简单交流两句后 对方就嚷嚷地要赔偿 丝毫不提报警的事 吉米瞬间明白遇到碰瓷的了 上去就是两脚 警告俩兄弟睁大双眼看看 我是一个律师 我这破车都不值500块 你们张嘴就要500 你们看我像是有油水可捞的人吗 吉米准备找俩兄弟赔挡风玻璃的钱 俩兄弟听后立马就跑了 贼不走空就算了 总不能自己还搭钱进去 之后吉米来到一家足疗店 本以为他是来放松的 但是和老板娘打过招呼后 就走到了后面的杂物间里 原来他的公司就窝在这个几平米的小房间里 吉米紧张地查看电话留言 但和往常一样 一个电话留言都没有 这让吉米感到非常沮丧 看着桌上的一堆账单 他发现了一封哈姆林律师事务所寄来的信 里面是一张26000的支票 身无分纹的吉米眼睛都没眨一下 直接就把支票撕成碎片 接着就来到哈姆林律师事务所 等电梯的时候 还回头看了眼身后干笔的垃圾桶 来到事务所后 吉米驾轻就熟地直接进入到会议室 把支票的碎片扔到了桌子上 哈姆林健壮对吉米说 那是给你哥哥查课的支票 吉米急忙反驳说道 这个公司三分之一都属于我哥哥的 要给钱最少也得给个1700万每刀 区区两万六不是侮辱人吗 吉米见自己被拿捏得死死的 气得准备离开 临走前还放了狠话 等电梯的时候 吉米发现凯特夫妇和哈姆林在一起 看来自己嘴里的鸭子真的要飞了 还飞到了仇人那边 气得吉米下电梯后 就拿着已经干瘪的垃圾桶发起泄来 而外面的停车场里 一个撬家人却宁静地在明暗交错处抽着滑子 吉米发泄完就来到了家人旁边 一看两人就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之后吉米来到哥哥查克的家 因为哥哥患有罕见的电磁过敏任务 所以首先要把所有的电磁产品都放到屋外信箱里 这也导致查克的生活只能回归原始 任何电子产品都不能用 吉米来找哥哥查克 是为了劝哥哥退出律师事务所 把自己的那份钱给拿回来 因为吉米靠自己那顶微薄的收入 已经快要支撑不住了 但查克好像脑袋有问题 拿出一张857美元的质票给吉米看 说是哈姆林每个星期都会给这么多 叫吉米放宽心 钱都是小问题 吉米看查克明完不灵 气得实在不知道说些啥了 这时候查克拿出印有吉米律所广告的火柴 告诉吉米抓紧摆的名字 因为吉米律所和哈姆林律所的名字里都有麦基尔 这样容易混淆 想做大做强就得搞原创才行 吉米知道肯定是哈姆领导的鬼 回到车上后 吉米下定决心要改变这该死的现状 吉米找到碰瓷兄弟 上来就给二人画起了大笔 我曾经也碰瓷过 不过我随便摔一次就是万二八千的 看你们这稚嫩的手法就知道你们还是年轻 见俩兄弟上套了 吉米说出自己的目的 我这里有个活需要你们做 假摔一次就有两千块 有兴趣吗 于是吉米带着两兄弟来到凯特夫妇家门口 让俩兄弟认清车颜色和车牌号 之后带二人来到凯特开车的必经之地 指导他们该怎么表演才能更加的生动 然后就把自己的号码存在了俩兄弟的手机上 告诉二人事成之后就打电话通知 我会第一时间赶过来替凯特警卫 你们到时候就装作生气向我发火 但是不要动手打我 更不要动我帅气的发心 除此之外你们随意发挥 交代完毕后 吉米回到凯特家门口盯梢 发现凯特出门后 急忙通知了碰瓷兄弟 碰瓷兄弟收到命令后叙事待发 这骨子任惊 但凡用在正道上他们早就成功了 只见摄像老弟小头一点 假摔老弟瞪着滑板就冲了上去 二人完美配合成功碰瓷 就在二人等司机下车的时候 赵氏司机居然一脚油门跑 吉米这边还在焦急地等着 这时接到电话得知司机跑了 让碰瓷兄弟原地等他来接 但碰瓷兄弟却告诉他已经在追那辆车了 吉米听后头都大了 叮嘱二人到了目的地后 什么都别做 等着他过来 这次走大运了 赵氏逃逸可是重罪 随随便便都弄了一大笔钱 俩兄弟一听有大钱拿 直接就把电话给挂了 决定不带吉米完了 等追到目的地后 俩兄弟互相搀扶着就准备讹诈 却发现车上下来一个大妈 二人急忙拉住大妈就是一顿输出 俩小伙也是多才多艺 和大妈说起了西班牙语才沟通明暗 大妈听懂后就带俩兄弟回了屋 吉米这边到处乱找 一边找着一边还在练习剧本的台词 可难想象这个上的厅堂下的厨房的好男人 背地里居然是个大毒枭 这时屠库的奶奶回来了 还带了两个陌生男子回家 奶奶焦急的向屠库解释 自己开车的时候好像撞到了人 但碰瓷兄弟吉利呱啦的说老太太肇事逃逸 屠库看俩人的目光发生了变化 看着奶奶焦急的样子 屠库心里很不是滋味 急忙告诉奶奶你追的去开播了 赶紧上楼去看吧 剩下的交给我来处理 奶奶上楼后 碰瓷兄弟就开始吐槽悲惨遭遇 没个万八千这事情可不会了结 屠库一听就知道是咋回事了 两兄弟急忙表明态度 给钱的话就万事好商量 不给钱的话就要报警了 俩兄弟丝毫没注意到 自己已经踏入了鬼门关 楼上奶奶放心不下 随即出门查看 发现屠库正在擦拭地毯上的红色污渍 奶奶问屠库俩兄弟走了吗 屠库告诉奶奶 事情处理完毕 人送走了 奶奶终于放下心来 叮嘱屠库用苏打水会擦得很干净 见奶奶一走 屠库就打给了小弟 让小弟开个货车过来 这时吉米敲起了屠库家的门 屠库通过猫眼一看 是一个衣装革履的白人 一看就像个条子或者卧底啥的 急忙拿出柜子上的左轮 打开门后就用枪指着吉米 把他拽进了屋内 一番仔细地搜身过后 开始质问吉米到底是谁 吉米告诉屠库 我叫詹姆斯·麦吉尔 是个律师 我接到委托人的电话 说发生了一点事故 所以我就找过来了 这时屠库的奶奶听见 楼下有人说话就走了出来 问屠库这人是不是和被撞兄弟一起的 屠库不想奶奶担心 急忙说只是个推销员而已 奶奶走后 屠库又拿枪对着吉米 吉米这时候展现出天赋来 没有提前打草稿 直接开启了忽用模式 我推测一下这里发生的事情 我的两个委托人因为站错了地方 导致遇到了交通事故 而且他们还展示出了极差的判断力 居然一路跟随您的奶奶来到这里 我推测他们肯定说了 或者做了一些过分的事 但您有您的道理教训了他们一顿 根据地毯上的番茄酱汁推测 他俩的下场只有两种可能 如果他们已经死了 我应该积极乐观地离开 就当他们没有来过 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 我会带上我愚蠢的委托人 然后立刻消失 被吉米这么一忽忧 屠库也被打动了 所以带他来到了库房 见到了被绑着的碰瓷兄弟 屠库拿出刀让吉米给两人松绑 刚撕掉一人嘴上的胶部 碰瓷兄弟直接就把吉米推到风口浪尖上去 说一切都是吉米指使的 目的就是为了敲诈老太太一名 本来吉米马上就能救走俩兄弟 想不到反被俩兄弟坑个半死 吉米可怜兮兮地说自己只是个律师 因为得知凯特夫妇挪用了160万公款 打算十点手段把案子接下来 这样对自己的名气有好处 但这俩二货看错了车挑错了人 所以才引起了误会 屠库听后给手下那桥使了个眼色 只见那桥拿出了一个工具箱 吉米见状差点要吓尿了 说着就把指甲剪放到吉米手指上 问吉米到底是缉毒局的还是FBI的 吉米只觉得这个世界太可怕了 说了半天真话没有人性 他只好说些屠库愿意性的话 听到这话屠库压麻呆着 好像明白了一切似的 屠库对待那桥说 我就跟你说最近买卖顺利的有点离谱 原来我们已经被盯上了 那桥一听就说让我来审问吧 三两句话问的索尔驴头不对马嘴 然后那桥问屠库要回指甲剪 吉米心里一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 又把和屠库说的那些话重新说了一遍 说完后希望那桥放他们离开 并且保证自己和这两个二伙 不会乱说任何事情 那桥听后劝屠库说放三人走了 刚刚的一切都是误会 条子怎么可能会雇佣 向俩兄弟这样的夯活来当我呢 但是屠库认为这两人侮辱了自己奶奶 就这样吉米被那桥松了绑 那桥警告吉米不要乱说 我知道去哪找你 吉米临走之前听见身后的杀猪叫声 内心实在是过意不去 赶紧回头劝屠库别杀二人 我都罪不至死 他们肯定也罪不至死 你想想他们的妈妈 吉米抓住屠库是大孝子这点 疯狂地给屠库戴高帽 在你奶奶家时 你就打算放了我们三个 因为你心中有公道和正义 你把俩兄弟打成熊猫演发泄发泄算了 这时候插嘴王登场了 非要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惹得屠库立马就不开心了 这小弟肯定想不到日后会因为嘴碎 被屠库活生生打死 因为吉米把正义的高帽戴在了屠库头上 最后敲定打断二人一人一条腿 此时就算了 两个小弟过来帮忙按走 只见屠库高高跳起重重落下 惨叫声让屠库等人兴奋不已 但吉米却被吓得心情沉重 等屠库发泄完后 吉米把二人送到了医院 吉米听后立马反驳道 要不是我帮你们舌战群雄 你们早就隐恨戏北了 屠库的残暴给吉米留下了心理阴影 天天靠买醉来麻痹自己 但是只要听见嘎崩萃的响声 就会响起断腿的那一幕 忍不住就要去厕所呕吐 吉米醉醺醺的来到查克家里 查克刚想照顾一下吉米 但立马就感到浑身不适 原来吉米把手机带进了屋内 从吉米口袋里掉出了手机和一份急诊单 查克连忙将手机扔到屋外 之后回屋看着捡起来的断腿急诊单 不禁沉思了下来 第二天一大早 吉米刚睡醒就发现查克披着太空服看着他 他问哥哥为什么披着太空服 哥哥解释说是因为吉米把手机带进屋里 但是吉米穿好裤子就知道手机已经被扔了出去 看到桌上的急诊单 他明白查克一定是误会了 急忙解释自己没有犯错 吉米要求查克脱下太空服 查克不情不愿地脱了下来 等吉米走了以后 查克又把太空服给披上了 一看就知道兄弟俩的感情不是表面上那么的和谐 身无分文的吉米来到法庭 又继续接一些公辩律师的活计维持生计 每天面对一些罪犯和穷困潦倒的人 还有停车场天天找他要停车费的老迈克 虽然日子过得艰难 但是吉米天天还是乐观地面对一切 他坚信迟早有一天自己会出人头地 回到足玉店的小库房内 他又紧张地查看电话留言 但生活总是欺负勤奋老实的人 吉米把凳子搬到桌子上 将沙发拉开后 一张迷你小床就成为了他的栖息底 拿着顺来的可乐杯 倒了一杯牛栏山 吉米开始了短暂的休息 这时老板娘告诉他有顾客找他 他立马将办公室恢复原貌 整理好着装后 进来的人吓了他一条 那桥见状说自己只是一个人来的 你就放心好了 今天找你就是问问之前 你说的凯特夫妇的事 他们现在肯定把一百多万藏了起来 你告诉我他们的住址 我去把他们给抢劫了 事成之后给你十万马内怎么样 吉米告诉那桥 之前我打破了底线 犯了错误 但是今后我不会再犯 那桥说要不是我在图库面前保下了你 你现在坟头草都一米多高了 今天的事我不会对任何人说 只当做是一场法律咨询 那桥见吉米这家伙胆子那么小 也不想废话了 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 让吉米想通之后就打给他 吉米年少轻狂的时候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混混 混着混着就把自己送进了橘子 但吉米有个律师哥哥 所以肆无忌惮 丝毫没有毁过之心 查克认为吉米真的没救我 失踪五年都没和家里联系 想不到进橘子后 才想到给家里打电话 见吉米还是这么招人讨厌 查克准备直接离开 这波操作让吉米一下子就慌了 查克警告吉米以后要乖乖听话 不准再继续当小混混 回想着自己当初赶过自新的场面 吉米情不自禁地喝起了 牛兰山对黄瓜水 对水一方面是因为没钱买酒 另一方面是因为这样逼格高 看着那条留下的电话号码 吉米是坐立不安 实在忍不住了做打点金 金一接通就说了句 一看就知道两人以前经常半夜聊天 吉米也是个幽默风趣的人 几句话就把金给逗得合不容嘴 一番东拉西扯之后 吉米向金打拼凯特夫妇的事情 因为金是凯特夫妇的代理律师 金是个有原则的律师 丝毫不肯透露任何消息给吉米 吉米无奈只能含糊其词地 说凯特夫妇可能有危险 让金去打个电话提醒一下 金听到自己的客户有危险 就连忙问吉米到底咋回事 吉米当然不能说 为了自保把凯特夫妇给卖了 怕露线的吉米说完就挂掉了电话 躺在床上的吉米辗转反侧 就是睡不着 内心的那点善良让他无法淡定 于是吉米起床在库房里 拿出一些道具 然后开车来到一处偏僻的公用电话亭 经过反复地拨通挂断 拨通再挂断 最终下定决心拨通了凯特夫妇家的电话 用自制的变身器发出警告 滋滋啦啦的声音根本听不清楚 俩口子听得一脸猛P 最终吉米还是用自己的声音发出了忠告 至于凯特夫妇听没听清他管不着了 他真的尽力了 吉米一无尽到后松了一口气 但凯特夫妇这边就不淡定了 他们隐约听明白对方说他们有危险 于是两口子来到窗户边查看 正好发现了外面钉梢的那桥 这天吉米在厕所盯着公诉法官一顿抽马 连两个被告都能给梦魂 害他的客户无缘无故被判了重刑 吉米警告对方照他的说法改判 不然就要他好看 法官哪里见过这场面 吓得立马就答应改判了 之后吉米接到金的电话 告诉吉米你昨晚才说过凯特夫妇有危险 今天凯特夫妇就失踪了 挂断电话吉米就准备去凯特家看了 吉米对迈克说自己没时间去兑换贴纸 叫迈克先放他一马 见迈克没有眼力镜 气得吉米牙痒痒 一顿搜刮只拿出了五美刀 告诉迈克今天真有急事 下次再补上 从法院出来后 吉米火速来到凯特夫妇家门口 看见这里已经被条子给封锁了 哈姆林问吉米怎么来了 吉米回答说自己听到警用广告说这里出事了 就过来瞧瞧 哈姆林说邻居遛狗时发现凯特家大门敞开 里面已经被洗劫一空了 凯特一家也不知所踪 哈姆林离开后 经过来询问吉米昨晚为什么说凯特夫妇有危险 跟凯特夫妇的失踪有什么牵连 吉米撒谎说是因为报纸上报道 克雷格贪污了160万 我只是推测他们会有危险而已 经虽然有点不相信 但也没有办法 离开现场后 吉米在车上自言自语给自己打击 来到一处公共电话亭 吉米拿出火柴盒打通了那桥的电话 对方没人接听 他只好留言说道 我会通过合法的途径帮你解决问题 如果你需要就打这个公共电话的号码 但是请你快一点 挂完电话后 吉米想了想发现还有话想对那桥说 自己啥都没和别人说过 你可千万别怀疑我的职业操守 也不知道在这等了多久 电话终于响了起来 接听后对方没有说话 吉米顿感不妙 看了一眼周围的情况 没发现什么异常 但上车后却怎么也打不着火 这时发现前后 有两个行为可疑的人走过来 吉米吓得把腿就逃 还没跑多远就被警车堵住了 二话不说就把他抓了起来 原来是那桥被条子抓了 原因是凯特夫妇举报有人监视他们 但现在凯特夫妇失踪了 那桥就成为了主要嫌疑员 给那桥打电话的吉米就被误抓了 吉米告诉那桥 条子从你的车上发现了血迹 现在已经交给FBI接手了 你现在坦白从宽 把凯特夫妇的下落说出来 最多关个18年你就能出来潇洒了 吉米听得压麻呆住了 心想这家伙脑袋被门夹了啦 说的话都让人听不大懂 那桥说自己啥都没做 只是在凯特家踩了点 但其他事情可没有做物 至于汽车上的血迹 那是碰瓷兄弟留下的 我的计划只有你一个人知道 我不管你有没有出卖我 但现在条子开始调查我了 要是查出我背后的声音 你就准备好棺材等着就行了 金得知吉米是嫌疑犯的律师代理人 连忙赶来询问吉米细节 毕竟凯特夫妇是他律所的顾客 他可不希望吉米跟他畅反调 吉米看着条子还盯着他不放 就告诉条子这一切都不是那桥做的 如果不信就拿汽车上的血迹做DNA检测 条子却说做DNA检测要一周时间 那时候黄瓜菜都凉了 见两个条子办案能力那么差 只想着找人背锅 吉米提议去凯特家查看一下 看看有没有遗漏的线索 这一提议得到金的大力支持 来到凯特夫妇家后 几人转了一圈都没发现有用的线索 但细心的吉米注意到了细节 每张相框里小孩都抱着一个洋娃娃 但是房屋内并没有洋娃娃的身影 所以吉米做出了一个接近真相的推断 可能是凯特夫妇自导自演了这出绑架案 吉米见两个条子还是那么的愚蠢 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推断里 这对夫妇贪污了一百多万美刀 正常人的做法就是直接卷钱跑路 但那样就坐实了他们的罪名 所以他们自导自演了绑架案 这样的话他们就能从嫌疑人变成受害者 就可以让条子们陷入误区 说不定他们现在就躲在哪个度假酒店潇洒了 两个条子听后直接说道 我们没有查到任何的出行记录 而且他们的汽车也在家里 至于洋娃娃不在房间内 可能是劫匪为了红小孩别扑就一起带走了 现没人相信自己 吉米向金坦白的一切 通过表情可以看出 吉米的做法很不满意 但是也相信了这件案子不是内桥做的 吉米说内桥确实是一个坏蛋 如果警方继续调查下去查到什么的话 那他的下半辈子就不可安宁了 所以吉米希望金能劝警方抓捕凯特公主 但金觉得凯特夫妇是哈姆林律所的大客户 如果让警方抓捕他们的话 就证明他们一定是有罪的 这样对律所的名声有很大影响 吉米觉得没办法了 自己还是去找那乔求饶吧 匆匆赶回了法院 经过收费处时却发现怎么也取不了票 一看就是老迈克搞的鬼 这是后面一辆车过来了 按着喇叭催促吉米 吉米气得就准备把车扔在这 还等老迈克毛手毛脚的 什么下场可想而知 镜头一转 两个条子把凯特夫妇失踪一案 说给了迈克听 劝迈克和他们联手 逼吉米把知道的事情招供出来 然后两个条子就警告吉米 赶紧把知道的信息说出来 不然就以袭击老人罪逮捕他 两个条子见吉米还敢顶嘴 就准备带吉米去小黑屋好好招呼招呼 身后的迈克见两个条子太不讲规矩 居然滥用职权欺负人 重视规矩的迈克直接说我不起诉吉米了 吉米见状讨讽了俩条子几句后 就开开心心地去追迈克了 吉米对迈克说 你突然这么帮我 肯定是相信凯特夫妇是自己绑架自己的 见有人相信自己 吉米兴奋地大叫起来 不过他非常好奇为什么迈克会相信他 条子都收了凯特夫妇汽车在家里 而且也没有离开的记录 他们怎么出的国呢 随后迈克说出了自己的一段往事 我当年在费城当警察的时候 有个庄家卷了600万资金跑路 大家都以为他逃到了巴哈马享受阳光沙滩 但其实他就住在离家不远的异建抵押房 躲了整整六个月 谁都没有想到 这句话好像充满了哲理 让吉米醍醐灌顶 于是来到凯特家继续寻找线索 看到凯特家后院有个大门 吉米打开门顺着小路一路走了过去 鬼知道走了多远 吉米就一直走啊走啊 一直走到了天黑 来到了一处森林里面 吉米终于发现了目标 就如迈克说的一样 家是人的根 这家子人果真就在家附近躲了起来 吉米也不再着急 也惊打去了电话 这一家人还在帐篷内没心没肺地玩闹着 吉米的出现下的一家人魂飞魄散 吉米警告凯特夫妇 要么收拾东西跟他回去 要么就等着条子来抓他们 说完就拿起地上的包裹 凯特见状大惊失色 立马抢夺起来 一打一打的钞票就这么洒落一体 正是克雷格挪用的那160万美刀 劝俩口子把钱还回去 这样才能摆脱官司的骚扰 凯特认为这些钱是他们应得的 毕竟他老公天天加班 拿得一百多万的加班费一点都不过分 吉米感觉这对夫妻太奇葩 实在不知道说啥了 凯特从钱堆里拿出了三万美刀 准备送给吉米作为封口费 吉米说我可以当你们的律师 这些钱可以作为预付金 听到这话凯特立马把手收了回去 吉米极力推荐自己说道 我跟哈姆林律所比起来啥都不是 但是我办案子比他们专注 我可以24小时为你们服务 这是别人比不上我的地方 尽管说了这么多 凯特夫妇依旧看不上他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却深深伤到了吉米的自尊心 看着凯特又把钱递到眼前 吉米内心做起了斗争 仔细思考一番后 第二天 吉米来到警局办理那桥释放的手续 路过收费亭的时候 对麦克友好的表示感谢 说以后需要法律援助 尽管找他 见麦克依旧是那副冷冰冰的模样 吉米识趣地离开了 之后吉米来到警局接到了内桥 吉米表示我该做的都做了 不该做的也做了 这次我们两不相欠了 说完就准备开溜 内桥认为一定是吉米出卖了他 不然怎么会那么巧 他前脚刚蹲好点 后脚就被人举报抓起来了 吉米听后就不服气了 他现在可是手握三万美刀的大牢 哪是内桥这个社会独流能比的 吉米表示一切都是你自己作死造成的 你蹲点居然开着自己的车 还被人家寄住了车牌号给举报了 而且车上的血迹也没清理干净 就这还敢在江湖上瞎混 你应该感谢那个出卖你的人 没有他你现在肯定被当成重刑犯了 钱壮穷人胆 吉米几句话就把内桥说得不支声了 人逢喜事精神爽 变成有钱人的吉米终于过得潇洒了 先是置办了一身行头 然后又来到理发店整起了发型 最骚的操作是给自己的公司打了广告 除了脸和名字用的是自己的 其他的一切都是原班照抄哈姆林律锁的 哈姆林知道金和吉米有关系 让金去劝劝吉米把广告牌换了 不然他可就不客气了 晚上金就来到族狱店找到了吉米 金拿出了一封哈姆林给吉米的禁止令 然后表示了自己的不理解 你有那么一大笔钱 为什么不做自己的品牌 搞个山寨版不是瞎耽误公主吗 吉米听后对金说道 这一切都是哈姆林挑起的 谁叫他不让我在火柴河上印我的广告 连用我自己的名字都要限制我 吉米这小子有钱之后 脾气蹭蹭地往上涨 根本不怕哈姆林的威胁 第二天 哈姆林就把吉米给告了 尽管吉米能说会道 但法官还没到老眼昏花的地名 直接判吉米侵犯了别人的商标 要求吉米两天内把广告拍给摘了 吉米当然是不打算妥协 决定找媒体帮忙曝光哈姆林律所的霸道行为 但是打了几十家媒体电话 愣是没有一家愿意采访吉米的这点小事 这时他看到了一个身穿墨西哥大学校服的学生经过 心里立马有了主意 第二天 他找来了两个学摄影的大学生帮忙拍摄一部短片 吉米摆好角度后 就在镜头面前开始了激情澎湃的演讲 先是说自己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律师 在大街上要了一年饭 才凑齐钱做了个广告牌 还没乐呵两天就被哈姆林律所给无辜针对了 他们怕我抢了他们的声音 所以要求我把广告牌拆了 不然就在行业内封杀我 话还没说完 后面拆广告牌的工人就失足掉了下去 被安全绳掉在了空中 吉米见状急忙让学生报警 自己则迅速地脱掉衣服 奋不顾身地爬上了梯子 一边爬一边告诉自己不要向下看 这一幕惹得好多路人驻足观看 听着工人大声地喊着救命 吉米使出了吃奶镜爬到了上面 一番周折过后终于把工人给拉了上去 吉米也累得气喘吁吁的 一个握手的小动作 表明了这是一场生动的作秀 这是很快就登上了电视台的头条 哈姆林律所的律师看得频频点头夸赞 但哈姆林却觉得吉米这小子是在作秀 举动感到开心 晚上功成身退的吉米又来到电话跟前 像往常一样紧张地查看电话留言 短短的一句话 仿若天籁般的声音钻进了吉米的耳朵里 这对吉米来说绝对是天大的恩宠 第二天一大早吉米就来看望老哥 一下车就看到了地上的报纸 捡起来一看发现自己登上了报纸的头条 自言自语说了两句后 吉米就把报纸放进了后备箱内 很明显他不想让查克知道自己的事 把所有电子物品放进信箱后 吉米来到了查克家里 开心地和查克说 自己终于收到法律咨询的电话 而且一下收到了七个 老哥一听也很开心 问吉米怎么突然闲鱼翻身了 吉米一本正经地回答说 之后查克问吉米今天的本地报纸怎么没有 吉米连忙撒谎说是没看见过 也许是头地员忘了头地了 生怕露线的吉米说完就赶紧离开了查克家 目送吉米离开的查克发现左右邻居家都有报纸 唯独自己没有 觉得吉米有事瞒着他 所以查克披上太空服 艰难地跑到对面邻居家门口 拿走了邻居的报纸 还不忘留下五美刀作为补偿 然而这一切都被邻居看在了眼 查克气喘吁吁地回到屋内 迫不及待地打开了报纸 看着头版上弟弟吉米的大头照 以及报纸上字里行间透露着的谎言 查克紧紧地把自己包裹了起来 男人花五美刀买了一份报纸 但是邻居老太太并不买账 直接报警举报男人偷窃 条子找上门后让查克开门 但查克以电磁过敏症为由 让条子把电子产品都放在门外 这话让条子瞬间就警惕了起来 一脚踹开大门直接闯入 拿着电机枪就对查克招呼起来 而吉米这边正在拜访 昨天给他留言的客户 吉米来到一处奢华别墅里 来见他的第一个客户 男人是各地地道道的农场主 可以说是家产万贯也不为国 男人想摆脱美国政府的控制 想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一个国家 所以就找到了刚刚出名的吉米 这番看似异想天开的构思 得到了吉米的大力支持 男人询问吉米的收费标准 吉米谨慎地报了一个合理的收费 每小时450美刀 但男人觉得吉米报价太低 不符合自己的身份 说把男人起身就去拿钞票了 吉米则坐在椅子上傻笑 幻想着自己一夜报复后的生活 等男人拿着一堆钞票回来后 吉米兴奋地拿起一打钞票品位起来 看到钞票上男人的大头照 瞬间亚麻呆住了 男人见吉米开心地不知所措 语众心肠地鼓励着吉米 你已经进入地坞票了 离开庄园后 吉米又来到了第二个客户家 男人要找吉米申请一个专利 让吉米签了一份保密书后 男人把遮羞布接了开来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神奇的马桶 经过男人的一番讲解 得知男人在马桶上装了一个发音器 通过传感器感知儿童的便便 然后发出鼓励的话语 吉米顿时失去了兴趣 他可不想为这种变态发明出力 之后来到一个老太太家里 为老太太立意图提供法律援助 比起之前那些异想天开的客户 这种立马就能挣到一百多美元的案子 让吉米感受到了快乐 晚上吉米就把自己一天的经历告诉了金 并说自己觉得为老年人办事很得心应手 金金后鼓励吉米可以去做老年法律律师 表示自己也有往这方面发展的意向 这时金接到了老板哈姆林的电话 找他询问吉米的下落 说查克住院了 吉米二人火速赶到医院 吉米见到查克的惨样 连忙将屋内的电子设备全部关闭 准备把灯管拆掉的时候 医生带着保安赶了过来 眼见医生要阻止自己 吉米告诉医生哥哥患有电磁过敏症 说完就把灯管拆了下来 然后又将几人身上的手机等物件都送到了门外 医生说查克因为偷报纸并且不配合警察 所以遭到了警察的强行拘捕 医生建议送查克去精神病院观察30天 希望吉米能签字同意 原来查克早就清醒了 查克说条子没有搜查证就强行闯入 这不足以证明他有精神问题 接着对医生说了自己的电磁过敏症 表示自己两年前发现对电磁极为敏感 靠近电子设备就会感到皮肤灼烧 甚至头晕 恶心 呼吸急促 医生听后询问查克平常是怎么生活了 见查克开始侃侃而谈 医生偷偷打开了床上的电源开关 发现查克并没有任何的不适 还在床上侃侃而谈地发表自己的生存心得 于是医生把吉米叫出去谈话 直接表明查克根本对电流不过敏 但是吉米却极力护着哥哥 表示自己不管3721 我哥哥肯定不能被送到精神病院的 然后又说自己早就发现查克是心理问题 只不过他没有办法 只能配合哥哥的表演 医生说查克天天用没有灯和便携炉 万一哪天把房子烧了 到时候就真的得去精神病院待着 逃避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这话让吉米也陷入了沉思 但他暂时还没有办法改变现状 吉米还是决定带查克回家 这时哈姆林赶了过来 表示自己已经打点好了 查克不会被送到精神病院 让吉米放一万个心 吉米听后认为哈姆林没安好心 吉米表示如果查克进了精神病院 那么自己就会成为查克的法定监护人 到时候他就可以让查克从哈姆林律所撤入 今天后急忙询问 吉米一定要搞成这种局面吗 吉米知道哥哥的过敏源 其实不是电流 而是自己 自己就是哥哥的心病 但查克坚决不承认 吉米无奈向哥哥发誓 自己绝对不会再犯错误 以后会好好从事律师服务 听到吉米的保证 刚刚还半死不活的查克 精神抖擞的起身去冲咖啡了 这让吉米非常的无奈 晚上 吉米照着老人们喜爱的演员装扮 照葫芦画嫖给自己设计了一身新造型 几天后 养老院的老人们吃上了免费的零食 零食吃完后赫然出现的是吉米的新广告 不得不说吉米真是个营销鬼菜 打扮成老年人喜爱的演员装扮 轻轻松松就获得了老人们的好感 生意自然也是蒸蒸日上 当然 吉米也没有放弃公社律师的工作 这天忙到深夜的吉米从停车场出来 嘚瑟地把停车贴纸拿给麦克 见麦克依旧那副不苟言笑的表情 吉米也没计较 又拿出自己的新名片给了麦克 毕竟麦克也是老人 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潜在客户 几个小时很快过去了 也到了麦克交接班的时间 麦克像往常一样在餐厅吃早餐 然后开车来到儿媳妇戴希家门口 只为能看一眼孙女凯莉 孙女没有看见 但是见到了自己的儿媳妇戴希 但是两人好像陌生人一样一句话没说 戴希只是看了一眼麦克就驾车离开 之后麦克开车回到了家 看了一会电视后 窗外一个人影一闪而过 紧接着就是敲门声响起 麦克打开门后 一看就知道他们是老熟人了 要说条子为什么大老远过来找麦克 故事得回到六个月前的费城 这天晚上麦克来到酒吧门口 用一根棉线轻松打开了警车的车门 红口袋里掏出个东西放到了车上 随后麦克来到酒吧里买醉 老同事霍夫曼和分思此时就坐在一旁 麦克用看待死人的目光和两人对视了意 然后麦克就醉醺醺地走到两人面前 搂着二人脖子语无伦次地说道 这句话让二人瞬间脸色大变 麦克说完就又回到了吧台 一直喝到了酒馆打烊 麦克亮亮呛呛地走在大街上 这时霍夫曼二人开车来到他前面 表示毕竟同事一场 不放心麦克就这样走回家 热心地把老麦克请进了车里 还不忘搜走麦克的手枪 汽车不知道开了多久 二人见麦克醉得昏昏沉沉的 询问麦克在酒吧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麦克用醉醺醺的语气说道 你们因为怕马特告发你们 所以就把他骗到了贩毒窝脸 让尹君子杀害了他 表面上马特是死于尹君子之手 听完麦克说的话后 两个废城条子没有跳出来解释 而是寒情默默地互相对视了一眼 二人把麦克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 两人开门下车的瞬间 麦克趁机把提前藏好的手枪装在身上 然后迅速继续装醉 霍夫曼二人将麦克扶下车后 把麦克扔在了一边玩泥巴 然后开始商量起阴谋诡计 此时的老麦克哪里有半分醉意 一晚上他都在装醉麻痹二人 为的就是创造机会为儿子报仇 霍夫曼率先拿起从麦克身上 搜来的手枪开火 但枪里根本没有子能 第二天 麦克坐火车来到了阿尔布开科 而媳妇戴希来火车站借他 麦克说先去上个厕所 让戴希去外面等他 之后麦克熟练地来到女卫生间 投了一枚硬币买了一盒苏菲 来到隔间后把旧的苏菲取下 一个还没缝合的伤口露了出来 麦克忍着剧痛将新的苏菲给贴了上去 之后不紧不慢地穿好衣服 像没事人一样离开了火车站 镜头一转 麦克来到儿媳戴希家里 陪着孙女凯莉玩秋千 推了几下后肩膀就疼得受不了了 就来到一旁和儿媳妇聊起了天 戴希对丈夫的死一直很迷惑 马特死之前的几个礼拜 突然就变得喜怒无常 天天不吃不喝 有一天戴希听到马特打电话 发现平常从不生气的马特那天晚上特别生气 从说话的语气来看好像是和麦克在打电话 所以戴希希望麦克告诉他真相 老麦克极力否认自己知道真相 劝戴希看开点 以后踏踏实实过日子就行了 但戴希觉得麦克一定在瞒着他 所以生气地下了逐颗令 老麦克就这样孤零零地被逐出家门 坐上出租车后 麦克看着自己肾血的伤口 又看了一眼司机的营业执照 麦克一眼就看出这个司机不简单 就这样 麦克被送到了宠物诊所 兽医对麦克的伤口进行了缝合 然后就找麦克要500块的医疗 麦克知道黑诊所不黑就不叫黑诊所了 所以也没计较 兽医见麦克这么爽快 送了几粒宠物指通药给麦克 还打算给麦克介绍一些黑诊 这就是麦克刚从费城来到阿尔布开课的故事 画面一转 时间来到现在 两个费城条子正在审问麦克 面对二人的咄咄逼人 麦克依旧是那么的从容淡定 自始至终只说着一句话 就这样 专攻老年律法的吉米来到了警局 手里还捧着麦克叫他带的咖啡 吉米准备将咖啡给麦克的时候 麦克却说咖啡是给他准备的 麦克解释说外面两个条子是费城过来的 专门找我来了解一些案情的 我需要你在我们聊完之后 将咖啡泼在那个做笔记的年轻条子身上 给我创造机会偷他的笔记本 吉米听后是满脸的不愿意 说了一大堆废话拒绝了麦克的请求 然后就敲门让条子进来问话 原来两个条子是来调查马特 以及霍夫曼和分思被杀疑案的 两人在费城几个月的时间都没找到任何险阻 所以就把希望放在了麦克身上 因为麦克不仅是马特的父亲 还是马特三人的同事 但麦克表示自己和霍夫曼二人不熟 他们死的那晚他是在酒吧遇到过他们 但只是因为儿子的死而在酒吧买醉 并不清楚霍夫曼二人的情况 但是条子发现霍夫曼二人死亡的第二天 麦克就离开费城来到了阿尔布开客 而且也没回去参加同事的葬礼 麦克解释说自己是在火车上 才听说二人死亡的消息 而且自己和二人不熟 不参加葬礼应该说得过去 本次的审讯被老麦克轻松地拿捏过去 在几人准备离开的时候 吉米小心翼翼地把咖啡泼在条子身上 麦克也落落大方地偷走了笔记本 两个人没有排练就配合得如此默契 回到车上 吉米想知道笔记本上到底有什么秘密 值得老麦克用这么下作的手段偷来 You really wanna know 吉米想想还是算了 秘密知道太多没好处 不过他很好奇麦克怎么会知道他会出手 麦克没有回答只是破天荒地笑了几声 好像一早就知道吉米会出手一样 回到家的麦克翻着偷来的笔记本 发现上面除了案件的信息 还有儿媳代息的口供 这让麦克气不打一处来 气冲冲地就来到了戴希家里 戴希解释说马特被杀之后 他打电话让霍夫曼二人帮忙查出凶手 但是凶手没查出来他们却死了 他怀疑杀害三人的是同一个凶手 而且他从丈夫留下的遗物中 发现了将近六千块钱的巨款 这让他怀疑丈夫肯定收黑钱了 但他并不在意马特是不是堕落了 他在乎的是快点将凶手绳之以法 之后老麦克决定把一切都告诉戴希 麦克表示费城景局就是一滩污水 从上到下全部都被污染了 包括我自己都拿了黑钱 老麦克说霍夫曼和芬斯 早就向黑帮索要保护费了 霍夫曼想拉马特下水 但马特的反应和你想象的一样纠结 于是他找到我说他要去举报霍夫曼二人 而我却告诉他条子最怕的不是因公殉职 而是坐牢 跟你以前被你逮捕的人关在一起 只要你有一丁点举报的想法被透露出去 你的下场会比我说的还要残酷 我劝他收下黑钱 麦克说之后 马特就找霍夫曼接受了黑钱 但马特收钱的时候犹豫了几秒钟 所以霍夫曼认为马特并不是真心入伙 两天后他们就杀了马特 马特是那么要强的一个人 是我让他变得和我一样堕落 可到头来一切都是徒劳 尽管几个月过去吧 麦克对儿子的死还是不能忘怀 他一辈子都原谅不了自己的罪过 男人曾经是个街头混混 改过自新的他来到哥哥律所的收发式工作 认识了刚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经 为了改变自己也为了心爱的女人 男人偷默努力经过刻苦学习 自学自考拿到了律师职业资格证 但男人因为不堪回首的过往 他的哥哥对他带有严重的偏见 并不想聘请他成为律所的律师 但男人靠着做公诉律师 努力地追求着自己的梦想 镜头回到现在 男人带着心爱的女人来到他新租的办公室 他告诉女人这间最好的屋子 是留给他合伙人的 他希望这个合伙人是女人 但女人却表示自己在哈姆林律所付出的太多了 而且哈姆林律所还提供了他的大学学费 他不可能抛弃自己的恩人 60万公款的凯特夫妇正在和金交谈 金表示这次诉讼肯定是要落败的 但只要凯特夫妇把钱交出来 他有能力为克雷格争取到最低的刑罚 最多进去蹲个一年半代 金把所有的利弊说给了凯特夫妇听后 换来的却是一句天籁之音 哈姆林面对即将失去的大胆 舔着脸求凯特夫妇回心转意 但是凯特夫妇心意已决直接走了 哈姆林只能恶狠狠地看着金 吉米正在养老院举办抽奖活动 所有的老人都兴致勃勃地参与进来 这时吉米接到了凯特夫妇的电话 来到餐厅见面后 凯特夫妇要求吉米成为他们的律师 吉米表示自己已经专攻老年法了 其他的案子并不想接 但是凯特夫妇却表示 你已经拿了我们的三万预付金 凯特夫妇不讲武德的一句话 让吉米瞬间脸色大变 他事业刚有点起色 又租了个新办公室 哪还有三万块还给他们 于是吉米说先要上个厕所再谈 来到厕所就给金打去了电话 告诉金他的客户跑来找他了 金表示吉米一定要把凯特夫妇劝回来 哈姆林律所已经和政府签了协议 只要凯特夫妇把钱还回来 克雷格蹲一年大牢 这是就算结束了 吉米回到餐厅告诉凯特夫妇 哈姆林律所给出的方案 已经是最好的了 自己也没有能力做到这样的事 你们还是乖乖地回去把钱上交吧 凯特语重心长地回答说 如果我们要把钱上交 那么每一分钱都要算得明明白白 就这样 接六子吉米被凯特夫妇拿捏住了 乖乖地来到哈姆林律所拿卷宗 来到金的办公室发现金不在 哈姆林表示金让他损失了个大声音 所以就给金生直加薪去外面发传单了 吉米虽然生气 但是也没有啥话语权 来到停车场的时候 金像往常一样一个人抽着芙蓉王 吉米厚着脸皮接过烟抽了两口 平常也不见他抽烟 难道是为了和金来个间接亲吻吗 金要娇地表示凯特夫妇的案子必败 你实在不应该把案子接下来 可金不知道吉米也是身不由己 回到家后的吉米翻着大量的资料 却找不到一条对凯特夫妇有利的条件 可吉米是个脑袋灵光的人 他拿出一打钞票 让麦克偷偷放在凯特儿子的玩具车上 麦克就一边砍着苹果一边等着鱼儿上钩 在啃完五个苹果后 克雷格终于发现了玩具车上的钞票 急忙把两个孩子训斥了一顿 当凯特一家睡着后 麦克偷偷潜入到凯特家里 通过紫外线发现的指纹 顺利地找到凯特夫妇的藏钱地方 第二天吉米来到了凯特夫妇家 吉米表示你们先去看看 藏在浴室水池下面的马内后我们再谈 凯特瞬间脸色大便急忙跑上楼去查看 发现马内已经不翼而飞了 凯特问吉米把马内弄哪去了 吉米看了看手表后说 现在差不多已经送到检察院了 这可把俩口子气得够强 凯特嚷嚷地要举报吉米受贿 不过吉米淡定地表示没有行贿哪来的受贿 也许女子监狱里就要多出来一个大姐大 最终两口子被吉米带回到了哈姆林律所 看着心爱的女人对自己说着谢谢 吉米心里总算是得到一丝安慰 来到自己新租的办公室后 吉米终于爆发了自己的情绪 好不容易迈出梦想的关键一步 但是为了金不被哈姆林针对 他放弃了到手的肥肉 尽管内心是那么的伤心 但接到客户电话的吉米 还是立刻调整好情绪 微笑着面对一切 做一个打不死的小强 因为吉米的帮助 金顺利地拿回这单公款挪用案的大单 不仅搬回了自己的大办公室 哈姆林还热情地邀请金参加电视采访 来到基要度养老院拓展业务的吉米 看着电视上大出风头的哈姆林 气得费都快炸了 看表情就知道吉米正在问候对方亲人 找到要立遗嘱的兰德里太太后 吉米顺利地帮老人办好遗嘱手续 但当吉米找老人要劳务费的时候 老太太居然连140块都拿不出来 老太太表示等自己拿到今天后就不给吉米 吉米觉得这没什么就准备离开了 出了门发现老太太的话中存在问题 又返回到老太太家中 通过交谈得知 老人们的社保金和养老金支票 都寄给了基要度养老院 基要度扣完老人们的开销后 才把剩余的钱发给老人 吉米敏锐地察觉到这里面一定存在猫腻 谁会不求回报地做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 吉米通过查看老太太的费用清单 确信了基要度续报价格骗取养老金的事 吉米组织起兰德里太太的几个朋友 向他们表明费用清单中存在的问题 然而这一举动已经让基要度的前台小妹注意到了 来到查克家后 吉米让查克帮忙看看他发现的问题 查克看一眼就指出这是个大案件 让吉米去寻找更多的证据 吉米听后火急火燎来到基要度 但是前台却已经不欢迎他的到来 这时吉米发现办公室里正在销毁证据 当吉米准备去阻止的时候 两个保镖把吉米请了出去 吉米没有放弃 说自己被保镖的内力震伤了 旁光受到了伤害 需要借用下厕所 前台小妹也不敢过分得罪一个律师 于是吉米就来到了厕所里面 拿出自己的笔记本就准备写律师函 但是纸张已经全部用完 吉米只好写在了硬纸板上 硬纸板写不下后又写在了卫生纸上 随后吉米就趾高气昂地发出警告 命令基要度员工停止粉碎证据的行为 只见前台小妹鬼妹一笑 吉米就被两个保镖撵了出去 在基要度门口蹲到深夜 吉米来到基要度后门的垃圾箱内翻炒证据 吉米也是豁出去了 不仅要忍着恶仇 还被垃圾脏水淋了一身 这时吉米接到基要度律师李奇的电话 李奇表示自己对吉米的哥哥很尊重 所以这次给吉米一份国面 希望吉米实施误者为俊杰 赶快停止愚蠢的行为 吉米表示自己可不是下大的 有什么招子尽管使出来 之后吉米从垃圾箱内翻找出被销毁的证据 看着被粉碎成一条一条的清单 吉米挑灯夜战开始拼凑起来 经过一晚上的奋斗 吉米终于成功地拼出半张清单 查克醒来后看到吉米在他这里 了解吉米正在办大案 热心地给他泡了杯咖啡 却发现吉米已经累得睡着了 于是自己动手拼凑起来 等吉米睡醒后 查克已经拼出几张完整的清单 其中一张还是关键证据 能证明基要度还存在非法跨州采购医疗用品 查克表示这些证据对我们来说是个好的开始 吉米激动地抱住了老哥 因为他做梦都想和老哥这样的大律师合作一把 之后吉米打给了金 让金帮忙从哈姆林律所的资料库里 调出相关案例的档案 金表示查克是哈姆林律所的合伙人 像这样的大案查克是没办法私人接手的 除非是公益的案子查克才能以私人身份去做 基要度养老院这边 李奇看着吉米发来的传真 顿时感觉事情大调了 于是李奇就来到查克家找哥俩商谈 吉米让几人把电磁物品放在车上后 就带着几人来到屋内 李奇表示你的客户里有的确实被多收了钱 但这只是审计出了点问题 并没有达到诈骗的成果 通过核算多收了他们四万六千块 我们会付一张十万的支票当作补偿 四万六十不计老人们的钱 剩下的当作你们哥俩的劳务税 然后你们撤销诉扣 大家皆大欢喜 吉米听后拿出一张清单说道 你们需要再好好考虑一下 原来李奇的老板偷偷从其他州走私医疗物品 这已经触犯了新墨西哥州的律法 如果追究的话将会被追缴走私金额三倍的处罚金 所以面对那天价罚金 这十万的支票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 李奇和两个助手商量一番后 这话不仅把李奇等人给下猛批了 也把吉米吓得够呛 查克表示这个案子牵扯的远远不止这么简单 基米听到哥哥的一番言论 一股王八之气油然而生 镜头一转 麦克正在戴希家里陪孙女玩耍 戴希走过来说自己有事和麦克聊聊 然后拿出了马特说的六千块赃款 询问麦克这笔钱可不可以花 因为马特去世后他的日子就一直很拮据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一句话就让老麦克若有所思 次日麦克就找到了那个黑诊所的兽医 为了给孙女赚点零花钱 男人从黑心兽医内接了一个保镖的活计 雇主同时还雇佣了另外两个年轻壮汉 小胡子一来就开始装批 问麦克今天带了什么武器 小胡子觉得麦克真是老糊涂 做这么危险的事情居然不带家伙 看麦克的眼神中充满了鄙 雇主阿兔来到后 向三人吉里瓜拉说了一堆废话 然后告诉三人本次的报酬是一人五百美刀 这时小胡子跳出来作死了 告诉雇主这次任务 他和大胡子一人七百五十美刀 旁边这个糟老头子就不用带血了 因为他不仅年纪大 而且连把像样的武器都不带 老麦克淡定地告诉阿兔 如果我需要枪的话 我随时都可以从这个二活身上拿一把 小胡子一听顿时不开心了 被一个手无寸铁的糟老头子鄙视 这是何等的羞辱 说着就把枪拿到麦克面前 让麦克表演一个看看 小胡子装批失败 被老麦克无情地收拾了一顿 老麦克从小胡子身上搜出来四把枪 问大胡子要不要拿一把 大胡子感觉到了威胁 头也不回地跑掉了 老麦克把手枪全部扔进了垃圾桶后 和雇主一起坐上了车 老麦克表示这次任务就他一人了 所以要拿一千五百美刀的报酬 来到目的地后 第一次做这种事的阿图询问麦克待会该怎么交易 麦克无语地对阿图说拢共就三个步骤 收钱 数钱 交货 就这么简单 等对方来人之后 麦克自觉地站在一旁警惕 而阿图则听麦克的话把药物先放回了车上 对方交易的人是我们好久不见的老熟人内侨 阿图拿到马内后就去核对金额了 然后把药物给了内侨 这次交易就算圆满完成了 老麦克找阿图要到了自己一千五百的报酬 阿图问麦克怎么知道这次交易不用带枪 麦克表示你请我当保镖算是赚大法了 我来之前就做了功课 和你交易的那家伙是个卖冰糖的 他背着他的老大和你做生意 所以肯定愿意顺利地完成交易 总结一下就是要想当罪犯 必须得先做点功课 阿图听后就一万个不乐意了 表示自己可不是坏蛋 麦克语重心长地说 你给卖冰糖葫芦的人提供原料 不是罪犯难道还是观世音菩萨吗 如果你现在选择收手 那么你以后还是个好人 麦克已经劝阿图收手了 毕竟退休之前自己也是条子 实在不愿意看到人走上邪路 至于阿图能不能听进去 他就管不着了 随着吉米对查克的照料 查克终于克服心理障碍 享受到了阳光和草地带来的舒适感 这天吉米为了解除李奇的禁止令 把李奇告到了法院 经过吉米妙语莲珠的辩论 法官当场判决李奇对吉米的禁止令容效 吉米立马就来到查克家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然而查克听到这消息后没有一丝喜悦 因为他早已猜到了结果 查克表示李奇的策略就是拖延时间 眼前的一堆文件箱就是李奇律所送来的 他们质疑我们每一个委托人的精神问题 如果我们去法院一个个证明委托人的精神状态 那么迟早会被这永无休止的琐事给缠住 随便耽误个几年 我们的委托人差不多就寿终就寝了 查克认为应该找哈姆林律所的律师共同参与 才有希望把这个案子完成 吉米无奈地同意了查克的提议 但同时表示其实这也不错 起码能弄奸像样的办公室在你隔壁 晚上趁吉米睡着以后 查克也不怕遭罪了 硬着头皮来到外面信箱 拿出吉米的手机打给了哈姆林 也不知道说了多久 第二天早上 兄弟俩准备出发的时候 吉米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手机居然没电了 来不及多想什么 吉米带着查克来到了哈姆林律所 查克作为哈姆林的合伙人之一 受到了律所所有人的热烈欢迎 这让吉米对哥哥的佩服更加深刻了 律所的会议室内 哈姆林和一众公司骨干都很开心 这时吉米说先谈完条件后再庆祝也不迟 哈姆林表示 吉米最终能获得和解基金总罗的两成 但那是案子结束以后的事了 现在可以给两万美刀 作为吉米之前为案子奔波的报酬 一切看似都很圆满 不过吉米表示 还得要一间办公室才行的时候 会议室的气氛瞬间跌入到冰点 哈姆林听后没有直接回答吉米 而是先让阿猫阿狗撤场 等阿猫阿狗走完后 哈姆林表示 我们没打算雇佣你 我们只是单纯地想要这个案子而已 吉米质问哈姆林 为什么自己提供了这么个大案子 居然连当田狗的机会都不给自己 哈姆林表示我们公司人才积极 实在是不需要新的律师 多一个人我们公司都养不起 建老哥站在自己这边 吉米底气也硬了起来 直接表示这个案子我就算搞黄了 也不会和你们这群阿猫阿狗合作 好好的合作就这么黄了 这让金百思不得其解 质问哈姆林到底在搞什么东东 哈姆林警告金别多管闲事 有什么话就烂在肚子里 你的意见我压根不在乎 当金准备离开的时候 哈姆林把金叫了回去 并让金关上了大门 时间来到晚上 郁闷的吉米买了一箱子酒来到足玉店 而金就在门口等着吉米 金表示希望吉米同意哈姆林的条件 因为接受他的条件绝对是你最好的选择 看样子金是知道了一点内幕 但是又不好和吉米明说 吉米认为金是拿了哈姆林的好脑 所以言语上有些难听 但是金却泪眼朦胧地说 事后吉米想着金对他说话时的表情 越来越觉得金应该知道了什么 于是准备打电话给金 拿出手机才想起手机早上就没电了 看着正在充电的手机 吉米脑海里产生了一个他不愿相信的想法 第二天一大早 查克吹着口哨准备晕烫自己的西装 看样子并没有因为丢掉大胆而失落 这时他发现了躺在沙发上的吉米 查克表示回到办公室的感觉真不错 你那把太空毯穿在西装里的主意也很棒 吉米听后淡定地说 你开心就好 但是我一夜未眠 我决定把案子给哈姆林律所做了 吉米表示金找我说过这事了 我认为金说得非常正确 不要这笔钱我不成傻子了吗 吉米还表示多么希望 有一天能和老哥并肩作战 在律师界杀他个片甲不留 大把大把地赚他的盆满锅满 老哥听后也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不知道是在笑吉米天真还是笑吉米傻 查克说放心吧 有我这个好大哥帮你在哈姆林那边周旋 迟早有一天咱哥俩能够并肩作战 律师说话就是滴水不漏 对亲弟弟都不敢下个绝对的保证 吉米见查克这么想和自己合作 于是提出一个建议 吉米表示你只要提出从哈姆林律所撤骨 绝对能逼哈姆林同意这事 你如果真的希望咱俩在一起工作 你一句话就能办到这事 根本不需要考虑哈姆林的意见 吉米生气地说道 我的手机从来都是关机的 这个习惯我不会忘记 而那天我手机没电 肯定是你打电话后忘了关机 所以我打电话给联通公司 查询发现当晚两点有一条 被删除的通话记录 而那个电话就是打给哈姆林的 唯一能趁我熟睡的时候 打电话并删除信息的人只有你 至于是什么重要的事 需要你在和哈姆林会面之前交代的 我想了又想 最大的可能就是你告诉他不要雇佣我 你一直都是这样 从我想要加入律所开始 你就想着各种方法阻止我加入 查克说你只是个小混混 凭什么通过自学就能成为我的同事 你凭什么能跟我一样当律师 就凭你很幽默吗 我为这事业付出了一切 我绝不允许你这么轻松地就掺和进来 老哥表示我确实为你骄傲 但人的本性是不会变的 你曾经是小混混 以后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所以让你成为律师 就像猩猩拿着一把机关枪 滥用权力就会伤害到别人 老哥一番犀利的说辞 不知为何让吉米反而更轻松地起来 吉米语重心长地和老哥说 我给你买了一包20磅的冰块 一些培根和鸡蛋 还有你最喜欢的牛排 这些都够你用三四天的 之后你就要靠自己了 嘴上喊着要吉米留下 但是腿上却始终不迈出家门一幕 这老哥真的对吉米太好了 仗义美多图狗背 复兴多是读书人 吉米被查克从监狱捞出来后 就找到好机友马克告别 说是去查克的律所收发式打杂 还劝马克也找份正经的工作 不要再继续堕落下去 马克极力地劝阻吉米 难道做真实的自己不相吗 为何要为了别人的认同而放弃做自己 但吉米已经下定决心改变自己 所以拒绝了马克的挽留 回想着曾经和马克的点点滴滴 吉米内心感慨万千 金姐是自己没告诉吉米真相 是因为不想吉米痛恨查克 哈姆林也表示自己并不是不喜欢吉米 但迫于查克的威胁 只能对不起吉米了 吉米对此表示理解 之后哈姆林拿了一张两万美刀的支票给了吉米 而吉米拿出了一张查克的生活清单 哈姆林看完后感到非常震惊 他想不到这个不着调的吉米 居然是这么一个细心的人 可想而知偏见给人带来的影响有多大 吉米请求哈姆林以后多照顾照顾查克 得到哈姆林的保证后 吉米来到了地下停车场 和进来了个告别的拥抱 既然查克靠不住了 吉米只能把希望放在自己身上 他来到养老院像往常一样 和老人们玩起了冰果游戏 但是命运好像也和他过不去似的 反反复复地抽到壁字球 吉米联想到的单词只有兄弟和背叛 这让吉米压抑许久的情绪爆发了 他向老人们说了一个他曾经的故事 我的家乡芝加哥有个二货叫切特 有一天我多喝了两杯酒 那个二货违章停车被我撞见了 我二话不说就爬到天窗上 给他来了个天降祥瑞 可不巧的是车里居然坐着两个小孩 发泄完后 吉米让老人随便拿台上的奖品 而自己则直接来到了芝加哥 踏入了这熟悉的酒吧 果不其然地见到了自己的好基友马克 这是两人分别十年后的第一次见面 两人见到对方都非常的开心 马克表示自己已经从良了 找了份安装消防术馆的工作 当聊到吉米三年前回来给母亲办了葬礼 马克顿时不开心了 这么大的是吉米居然没叫自己参加 为了逗马克开心 吉米拿出了一枚硬币 马克瞬间露出秒懂的眼神 两人装作陌生人 探讨着吉米手上的挫板硬币 两人一唱一鹤 演得那叫一个逼真 逗得对面商务男偷偷傻笑 吉米表示这枚硬币的品项不算太好 但市场价也值个800块 马克装模作样表示不感兴趣 然后吉米假装上厕所 让马克好好考虑一下 马克和商务男搭上话后 表示自己认识个钱币商人 于是就假装拨通了电话 此时商务男已经上套了 见马克挂断电话 连忙询问对方怎么说 马克表示对方也不清楚 然后神情紧张地找吉米购买硬币 这下商务男坐不住了 有便宜不占是王八蛋 商务男半路杀出买下了硬币 怕胖子找他麻烦 连忙收拾东西离开了 两人见商务男被忽悠去了 乐得何不容嘴 这也许就是两人最开心的时候 就这样 两人天天窝在酒吧里心天 但凡出手就没有目标能躲过两人的忽悠 作为顶级的骗子 光骗钱只是一方面 骗色也是他们的家常便饭 谁叫哥俩有那姿色呢 这天女人醒来后 发现吉米居然不是大明星 心中内叫一个懊悔 连忙穿好衣服离开了 放纵过后依然感到空虚 看着手机里老人们的留言 吉米知道自己该回去了 那群可爱的老人们可能是最需要他的人 吉米告诉马克已经放纵一周了 他得回去工作了 马克知道留不住吉米 于是提出最后玩一次劳力士骗局 还是那熟悉的街道 熟悉的套路 马克等吉米的时候就一直咳嗽的不停 等吉米带人过来后 马克像十年前一样躺在地上 不过不同以往的是 吉米发现马克状态真的像是出事了一样 蹲下来一看脸色大变 急忙让久友报警 但久友见状拿钱直接跑了 吉米急忙打了报警电话 这时马克迷迷糊糊糊的醒来 说完马克就领了盒饭 马克并不是因为钱打到快乐 而是和吉米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快乐 葬礼上马克的妈妈送给吉米一枚戒子 象征着吉米与马克身后的友谊 不难发现在绝命毒室中 这枚戒子索尔一直戴在手上 在屋外抽芙蓉王的时候 吉米接到了金的电话 金表示因为基要度的案子太大了 哈姆林打算和戴维斯律所合作 对方律所听说过你的大名 希望你能成为他们的合伙人 所以给你一次面试机会 吉米明白这都是金的说辞 一定是金默默的付出 才帮他争取到这个面试机会 约定好周四上午与对方在法院见面后 吉米回到了阿尔布开客 这天去法院之前 吉米先是来到了查克家门口 照顾查克的人是以前吉米在收发室的同事 小黑表示查克最近过得很好 吉米听后只能无奈哭笑 更加觉得之前的默默付出算是白下了 而查克看见马路边小破车内的吉米 想出去和吉米见一面 但犹豫了几秒钟后 最终还是没有打开门 吉米开着小破车来到法院 本来还在排练面试的开场白 摸着手上象征风流吉米的戒指 吉米好像做了一个重大决定 镜头一转 吉米开车回到了收费站 问了麦克一个问题 曾经有160万摆在你我面前 为什么我们俩当时没有平分掉呢 那笔钱没人知道在我们手里 吉米心里清楚是什么阻止了自己 就是那该死的良心和狗屁的职业道德 一脚油门开出了停车场 想开了的吉米露出了自信的笑容 阿兔自从和老麦克合作过几次后 成功鸟枪换炮 开上了别人梦寐以求的汉马H2 麦克看着蠢货这么张扬 表示开自己的老爷车去 不然这次交易他就不参与了 阿兔说你只是站在我后面待几分钟 就能赚这么多钱 你不去的话我正好把钱省下了 那乔来到后发现麦克不在 于是提出能不能参观一下新车 阿兔正好想炫耀一下 表示随意参观 请到农师连金额都不点了 而那乔则偷摸的看到了车辆登记证书 知道了阿兔的家庭住址 吉米这小子从法院出来后 就直接放飞了自我 就连委托人给他打电话 他都直接表示不做律师了 经问吉米怎么突然就变成这个样子 吉米淡定的说你跳下来我就告诉你 经听到吉米说话这么轻挑 表示我在酒吧等你 爱来不来 吉米见状立马变回田狗 屁颠屁颠的就要结账去追金 来到酒吧后 吉米准备点两杯五十美到一杯的龙蛇蓝尝尝 金是个持家的女人 吉时制止了吉米奢靡的行为 表示给她来一杯白开水 给自己来一杯普通的红酒就行 服务员走后 经问吉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放弃那么好的工作机会 还有你手上的尾接又是咋回事 吉米解释只是想做回自己而已 我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查克高兴 现在我要开始为自己而活了 金对吉米说加入戴维斯律所 正好可以向查克证明你的实力 吉米听后表示我为了成为律师 做了那么多努力 但最后换来的是什么你也看到 这话一出让金瞬间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毕竟这是血淋淋的事实 就在两人不知道说啥的时候 一个金融男正对着蓝牙耳机 吹嘘自己炒股的天赋 吉米对金说如果想了解我的话 就跟着我走 于是吉米带着金来到金融男跟前 表示自己无心听到你在谈股票的事 正好我们兄妹的叔叔去世了 留下了140万美刀给我们 我们想投资点什么 但是不知道如何操作 金融男一听就上头了 立马表示自己就是专业理财师 如果你们想让这钱翻几倍的话 我们可以去旁边的雅座好好谈一谈 就这样 三人来到了雅间 简单互相介绍了一番后 金融男说喝点东西再继续聊 这时吉米表示喝龙蛇蓝就很无措 之后金融男傻乎的忽悠着 二人找他做理财代理 不知不觉间一整瓶 陈年蓝宝石龙蛇蓝就被喝完了 吉米和金签上了自己的假名后 在金融男热情的招待下离开了 等吉米二人走后 金融男乐的已经喝不拢嘴了 白捡这么一大笔钱不要太害皮 等看到账单上的金额后 第一反应就是觉得这家是黑店 吉米这边刚出酒吧 就把委托书给扔了 金第一次做这种事 内心感觉到非常的刺激 抱着吉米就扛了上去 第二天一大早 滚完床单的金正在洗漱 吉米打算用金的牙刷刷牙 但金表示那样细菌太多 并不愿意让吉米用他的牙刷 吉米直接拿起金的左手 挤上牙膏就刷了起来 镜头一转 阿兔和内乔交易完后 第二天家里就遭了贼 自己偷偷默默偷卖药品 赚的钱全部被偷了 这让阿兔气得抱了紧 条子问丢了什么东西的时候 阿兔心急口快地说丢了现金 意识到说错话后 改口说丢了棒球卡片 这让两个条子对阿兔产生了怀疑 看着门口拉松的汗马 黑人条子问阿兔在哪高救 阿兔说自己是制药厂的电脑工程师 白人条子听后嘲讽道 早知道我也去学艾体了 这样我也买得起这么拉松的汗马 阿兔急忙表示车是租的 因为现在有特价活动 阿兔越解释条子就越怀疑 两个条子看着屋内电器和电脑都没被偷 心里的疑惑是愈发的严重了 这时丝毫未动的沙发引起两人的注意 挪开沙发后 发现了踢脚线后有一个暗格 但检查后发现里面啥都没有 吉米这边又是回到了放飞的生活 看着对面的老头让小秘书给他擦着防晒霜 吉米心里是羡慕极度恨的 但是这时他想到自己唯一能分享喜悦的人已经去世了 心里感到一股极度的空虚感 于是找金联系了戴维斯律所 来到戴维斯律所后 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 戴维斯律所给他提供了独立的办公室 而且还提供了配车和秘书 这让从未被人正眼瞧过的吉米感到震惊和欢喜 难道吉米就要走上人生巅峰了吗 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女朋友想必会是很幸福的 会议开始之前女人就提前来到办公室 看起来像是在布置会场 实际上是为了将男人的座位换到自己的身边 会议上表面是在认真的听讲做着笔记 而脚上的小动作表明二人的心思根本不在会议上 像极了恋爱中的小情侣 会议结束之后 两人又在地下停车场开始共享芙蓉王 憧憬着未来的幸福生活 吉米表示打算买房子 但是地点却没有确定好 因为工作经常要在圣达菲和阿尔布开课来回跑 一个小小的聊天画面 让人充分感受到了两人的甜蜜瞬间 金之前都是以朋友的身份和吉米相处 而现在却会说出我们应该买个烤肉机这样的话来 人称上的转变象征着二人的关系开始升温 为了庆祝吉米找到一份好工作 金送了一个应有世界第二律师的杯子给吉米 吉米特别想问为什么不是世界第一 金知道吉米的那点小心思直接告诉吉米 做老二没什么不好的 木秀鱼临峰必摧之 吉米觉得金说的不错 于是将杯子放进了自己的小货车内 不得不说杯子的颜色和尺寸都和小货车般配 小两口甜蜜告别后 吉米来到了足玉店搬家 将他的小货车给拖走了 换上了绿锁给他配的奔驰 这车无论怎么比较都是吊打之前的小货车 但唯独放不下金给吉米的杯子 难道是在预示这车和吉米不搭吗 老迈克这边遇到了糟心的事 看着茶水在剧烈晃动 本来以为是要地震了 原来是阿兔这个二伙开着汗马过来了 阿兔是被条子喊来询问事情的 但是看见迈克在这里工作 热情洋溢的和迈克打起了招呼 看迈克突然便秘的表情 就知道迈克烦死这个二伙 迈克问阿兔为什么来这里 阿兔说自己被洗劫了 尤其是棒球卡都被偷光了 条子觉得我这个人能处 就喊我过来问问细节 争取早日帮我破案 迈克一听就知道阿兔被条子盯上了 条子绝对不会为了棒球卡把阿兔找来 肯定是想从阿兔嘴里套出点其他信息 迈克命令阿兔现在就回家去 以后不要再来警局了 万一牵连到我后果你懂的 见阿兔这二货是铁了心了 为了自己不被阿兔牵连到 迈克无奈地告诉阿兔 做了几十年的人民公仆 调查一个人的背景 对男人来说信守年来 男人来到内乔父亲的汽车装潢店 表示自己要把老爷车的座椅皮套换掉 内乔的父亲只会西班牙语 于是让内乔和男人沟通 并表示男人年纪大了 给他报一个最优惠的价格 父亲离开后 内乔只问迈克怎么找到他呢 迈克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告诉内乔你洗劫了阿兔 这没什么问题 我也看不上这个招摇的二货 但是那个二货 居然因为棒球卡片报了警 这可会影响到我们 所以你如果主动把卡片还给那二货 那我就不需要来应的了 那乔一听就火大了 跑到我的家里来威胁我 当我是阿猫阿宝吗 迈克气定神闲地祭出大杀气 如果你不配合的话 那我只能找你大哥图库好好谈谈了 这话一出瞬间 就让内乔软了下来 就这样二人达成了交易 内乔还给阿兔卡片 并给迈克一万美刀的新股票 而阿兔则是要把新买的汉马送给内乔 看得出阿兔对棒球卡非常重视 故隙把自己的爱车给送了出去 这天哈姆林会所和戴维斯律所 正在交流基要度案件的进展 这时秘书走进来 让大家把手机和电子产品都放进盒子里 吉米知道是他的好哥哥要出现了 神情开始变得不自然起来 尽管查克说自己只是来听一听 叫大伙不用管他 但是吉米还是受到了查克的影响 说话都开始变得不利落 好在身旁的金把小手 放在吉米的大腿上安抚住了吉米 吉米瞬间自信心又回来了 开始继续汇报案件的进展 会议结束之后 吉米询问查克为什么会来 查克骄傲地表示 这座大楼都刻着我的大名 一句话就让吉米像是吃了苍蝇屎一样难受 这时吉米接到了老迈克的电话 老迈克说 如果你的道德观念和我想的一样的话 那么我就介绍个业务给你做 于是吉米就成了阿兔的辩护律师 陪着二货阿兔来到警局后 阿兔表示自己请了四人侦探找回了卡片 所以这件案子就到此为止了 但是条子哪能这么轻易被护摸过去 询问是谁偷走了卡片 是谁找回了卡片 是在哪找到了卡片 见阿兔被条子问得心神不明了 吉米让阿兔去外面等待 他亲自调教这两个条子 阿兔离开审讯室后 吉米表示 我知道你们在怀疑他 因为你们发现了一个踢脚线后的案 但是阿兔真的没有做过坏事 条子表示既然没有做坏事 那为什么阿兔会紧张到与无伦次 吉米见条子是准备打破砂锅问到底了 于是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 开始忽悠起两个条子 我这个朋友有一些特殊的癖好 他和一个有钱富豪签了一份秘密协议 拍摄了一些人体艺术学的视频 和那个富豪换取报酬 最近因为两人的一些矛盾 富豪派人把阿兔家洗劫了一遍 拿走了那些藏在暗阁的视频 顺便拿走了他的棒球卡作为报告 但条子显然不太相信 于是问拍摄的是什么视频 吉米肯定地表示绝对不是带颜色的视频 你们也知道艺术家的品味都很奇特 条子听后让吉米说说具体怎么个奇特法 吉米表示就是艺术家们喜爱的敦派艺术 阿兔穿戴整齐后坐在派里面 然后来回扭动身体 要是边哭边扭就更让人兴奋了 看起来也就更专业 两个条子忍不住看了眼外面的阿兔 心想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就这样案件就被吉米忽悠了过去 审问结束之后 吉米猥琐地表示有个小隐患要善后一下 于是带着阿兔去拍敦派视频了 晚上吉米来到金的公寓 从车上抱下来了好几颗牌 明显这是为了拍视频剩下的道具 吉米开着玩笑把今天的事说给了金听 听后先是哈哈大笑 随即就反映过来 吉米的做法是在帮别人做伪证 脸色立马就变得不好了 问吉米为什么要冒着被吊销职业资格的风险做这种事 吉米表示自己只是帮朋友个忙而已 让金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但金觉得法律是一件庄严的事 吉米的这种行为就是在违背法律道 这个律师原本是个神棍 所以和科班出生的律师格格不入 他花了一百美刀买通养老院的司机 让司机在半路上假装抛锚 然后自己上车教唆老人签字 用一个编造的小故事 把老人们忽悠得一愣一愣的 就这样超额完成了律所给他派的任务 吉米的老板大力赞赏了吉米的业务能力 只用三周就让全美二百多位 吉要度的老人签了委托书 就连哈姆林对吉米的业务能力也感到震惊 唯独吉米的老哥对吉米不屑一步 甚至当众提出了疑问让他难堪 查克表示你这次去了一趟阿玛里洛 拜访了一位客户就拿下了24个伍托人 很难想象你用了什么手段 吉要度的律师如果抓住把柄告你的教唆老人罪 到时候我们可就得不偿失了 吉米表示我所有的行动 都建立在真诚可靠的基础上 我拜访了比计划多得多的养老院 而且我去之前养老院就传开了小信 所以我才很顺利的拿到这么多伪图书 说完后吉米得意的看着老哥 查克见吉米这么嘚瑟 或有他当年的风筝 只好装作自己没啥问题了 吉米仿佛打了场胜仗式的看向了金 发现金居然不正眼瞧他 于是吉米准备在桌子下面聊播金 但是金明显是不想搭理吉米 果断把美腿挪到了一边 吉米明白自己刚刚的说辞经肯定是不相信的 所以吉米打断了同事的谈话 表示自己完全同意查克的观点 以后不再举办见面会了 完全避免教唆老人的嫌疑 这话让查克脑袋一猛 搞不清吉米葫芦里卖的什么样 会议结束后 金对吉米的办事手法实在是放心不下 表示你的工作可是我拿饭了担保的 科班出生的金对野路子 吉米的做事方法和不看好 这让吉米感受到了两人的差异 老麦克热心的给戴希送了这个月的生活费 但是戴希明显是有心事 对老麦克挨搭不理的 麦克问戴希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吗 戴希表示最近每晚都能听见枪声 而且感觉有人盯上了他 麦克一听就紧张了起来 表示自己今晚留下来看来 不过戴希直接给拒绝了 晚上麦克没有离开 而是坐在车里守住带徒 饿了就啃个面包 眼见就要天亮了 麦克终于等到可疑的车辆缓缓开了过来 从手套箱拿出手枪并且上了堂 看着慢慢靠近的汽车 麦克把好姿势准备出手 然而陌生汽车只是淡定的扔出一打报纸 这让麦克相当的无语 一夜未睡的麦克来到停车场上班 困得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这时又接到了戴希的电话 麦克火急火燎赶来 戴希连忙只给麦克看枪击的位置 并告诉麦克凌晨两点半听到了枪击声 这又让在外面守了一夜的麦克有点无语 啪啪啪的声音其实就是报纸落地的声音 原来还想向戴希解释的麦克 看到戴希情绪快要崩溃了 明白戴希最近一定是压力太大了 吉米这边向全国283位委托人寄了信函 但是回复的人只有几个 这让吉米怀疑纪要度员工没有把信函交给老人 吉米找到老板克利福德说明情况 并说明了应对之策 表示可以拍的小广告在老人们看电视的时间段投放 克利福德觉得打广告没什么用 因为他们几年前也打过一次广告 但是他含蓄地表示吉米可以试一试 吉米让小秘把以前的广告调出来看看 这一看吉米就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 这干巴巴的一段字母 能起到效果就见鬼了 于是吉米打算当导演亲自操刀 把之前给他拍广告的大学生找过来 又找到之前找他立遗嘱的老太太当演员 就这样 吉米完成了他的拍摄 经看完后 对于吉米的能力又有了新的认识 表示这个广告一定会很受欢迎 第二天吉米拿着录像带准备找老板审核一下 但是做事不注重规矩的他决定先斩后果 等广告效果达到后再告诉老板 于是吉米直接打给了电视台 等到下午广告播放的时候 吉米守在电话跟前等着客户电话打进来 双手还时不时地比划着 但是效果并不尽人意 就在愁眉苦脸之时 电话络绎不绝地打不进来 这让吉米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晚上吉米和金在甜蜜地看着电视 这时老板克利福德的电话打过来了 吉米和金一致认为是老板打过来赞赏的 但是电话接通后 克利福德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斥 质问吉米为什么不经过领导同意 就把广告投放出去 吉米觉得这只是一次试验 而且只花了七百美刀 就得到了这么好的效果 认为自己并没有错 但当老板的都讨厌员工不守规矩的做法 克利福德命令吉米明早八点到办公室 接受审判 到时候公司高层都会等着他 为了让金不那么担心 吉米假装成受到了表扬的样子 迈克这边正为儿媳妇搬家的资金发愁了 兽医打电话说有个人没有交代任务响起 但是点名要找你出手 迈克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直接来到了约定的地点 原来雇主是老熟人奈乔 奈乔表示自己遇到了大麻烦 但是自己没有能力解决 吉米把拍摄的广告放给了公司老板们看 并且分析了成本和回报率 但是三个老板并不是因为打广告生气 而是因为吉米这种私自做主的行为感到愤怒 克利福德表示本来打算让你直接滚蛋的 看在哈姆林的面子上再给你一次机会 吉米知道自己的工作是金座担保才换来的 于是准备打给金好好解释一下 但是此刻的金正在被哈姆林和查克约谈 哈姆林志问金为什么明知道吉米的行为 还不向他这个老板汇报 金一句话没敢反驳就直接离开了 奈乔找到迈克帮忙解决掉他的老大图库 条子们一定会认为是黑棒厮杀 不过对于干了几十年条子的迈克来说 奈乔这个想法是要多幼稚就有多幼稚 你傻不代表别人也傻 几年前我和图库一起贩卖冰糖 不过图库也染上了这玩意 有一天我们的联络人道格和图库见面 道格忍不住眨了一次眼泪 残暴的图库直接拿现弹枪爆了道格的头 总而言之就是图库虽然喜欢道格 但是因为吸了冰糖已经疯了 现在吸的冰糖比之前的纯度还要高 我的下场可想而知 迈克听后觉得那桥还是有道理的 老迈克找到一个卖武器的黑伤 黑伤给老迈克介绍了一把阿玛利特A250狙击步枪 但是老迈克贤重给派了 于是又介绍了一把SR25比赛步枪 老迈克嫌这枪容易卡克给派了 最终黑伤寄出了终极武器 海军陆战队都在用的M40步枪 从手法上来看老迈克对这枪是相当的熟悉 迈克表示这枪受潮之后容易变形 说着还把自己的指纹擦了个干干净净 黑伤见迈克啥都瞧不上 表示自己下次带几把更厉害的枪过来 不过迈克却说自己不打算买枪了 还拿出了一点辛苦费给黑伤 因为受到吉米的影响 金被哈姆林给关进了小黑屋 干起了复审文件的工作 吉米对金表示了道歉 气冲冲的来到了老哥家 最后还是乖乖把电子产品放进了信箱里 进屋后发现查克又发病了 也不好意思和查克吵架 第二天查克睡醒之后 发现吉米居然还没有走 老哥表示对金的惩罚都是哈姆林做的主 但是吉米满脸的不相信 吉米认为哈姆林就是查克的一个傀儡 吉米表示有什么问题冲我来就行 金根本不知道我没经过授权就播出广告 查克认为吉米真是胡搅难产 你已经坏了职场的规矩 你让这么多的老板难堪 我简直搞不懂他为什么还没吵 吉米觉得老哥就是在扯服 你不就是不想让我继续当律师吗 如果你让金回到办公室 那我就遂了你的心愿 老哥说你想自毁前途 根本就不需要我出马 你现在就算以最快的速度赶回戴维斯律所上班 也要迟到20分钟 一句话就让吉米心如死灰 老迈克表示有一个办法 可以不杀图库就能解决你的麻烦 那乔一听就认为迈克是想他去向乔子告密 表示这种方法只会让我也被条子关起来 狠人图库正在餐厅收款 老迈克在外面盯着里面的一举一动 先是用公共电话报了警 举报这边有黑帮火拼 打完电话还不忘把指纹擦干净 之后开着老爷车无心地撞了图库的爱车 这一幕正好被图库尽收眼底 气得图库直接走到迈克身后 图库礼貌地告诉迈克你撞到我的车了 迈克装傻充龙说没有呀 我开车那么规矩 说着就拿出钱包里的钱付了餐费 那鼓鼓囊囊的钱包被图库看在了眼里 来到外面后 图库表示这个地方就是被你撞的 老迈克表示我的保险权的狠 我们互相留下彼此的信息交给保险公司处理就行了 因为我身上就二三十块钱 图库看着老头说谎就气不打一出来 表示我都看见你那厚厚的钱包了 老迈克淡定地说这是我的养老金 我还要靠这点钱撑到月底呢 我愿意走保险解决这事 图库气得都笑了 说着就露出揣在裤裆里的二八所 老迈克见状只好乖乖把钱包掏了出来 这时候不远处警笛声响了起来 那乔见状提醒图库赶紧离开 图库忙着教育新人 让那乔先走 教育完后就打算离开 老迈克一把揪住图库的领子 打掉了图库的手枪 图库急着跑路 所以沙包大的拳头毫不吝啬地招呼到迈克脸上 当街暴打白人老头的场面 正好被赶来的条子看得清清楚楚 晚上迈克来找那乔领取酬劳 那乔拿出了两万五千美刀给了迈克 你本来可以轻松赚到五万美刀的 为什么冒着图库出来找你麻烦的风险做这种事 老迈克听后并没有回答那乔 而是转身狼狈地离开了 吉米因为广告的事连累了女友经 所以用两根手指打字做出了一份方案 刚从打印机里取出文件 同时爱玲就神出鬼没地出现了 爱玲听后表示自己是律所最熟悉文件格式的人 给你做批注那是看得起你 吉米知道这是克利福德派来恶心他的 直接拿起衣服和包就离开了 金这边正在努力地复审文件 两个复审室的同事告诉金已经12点了 金表示你们可以随时下班 我又不是你们的上司 两小伙听到这话心里内叫一个郁闷 早知道老早就跑路了 白白干到凌晨12点 还没有加班费 金对吉米的来电是一个都没有接 于是吉米大半夜开车来到哈姆林律所找金 吉米潇洒地把文件一扔 告诉金这就是能解决这场闹剧的方法 金看了一下顿时惊呆了 吉米表示打劳动官司我不擅长 我们请的相关方面的律师就行了 看看你现在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查克就是想通过惩罚你来牵制我 不过金认为并不是查克的原因 而是哈姆林惯用的报复手段 因为上次败诉之后也把他发配边疆了 金表示这一切都是你的原因造成的 现在我就是在履行担保人的责任 我是不会起诉哈姆林律所的 毕竟就算我胜诉了 以后也没人敢雇佣我了 这是自断虔诚的行为 见金决心已定 吉米表示自己会退出戴维斯律所 这样查克应该就不会刁难你了 经听到这话真的气得不轻 自己辛辛苦苦帮吉米弄来的工作 他居然一点都不珍惜 金心力憔悴地告诉吉米 你能不能把自己顾好再说 你能一天不违反新墨西哥律师协会的规则 或者一天不惹你的老板生气 那就烧高香了 自从麦克建议带西搬家之后 麦克就安排母女俩住进了酒店 表示钱都不是问题 让儿媳踏踏实实地住着 麦克的孙女凯莉非常想见她 但是老麦克现在这副惨样子 趴下坏了孙女 麦克解释自己遇到了车祸 所以需要过段时间再去看孙女 挂断电话后 看见吉米带着小保姆来法院办事 吉米看着惨不忍睹的麦克 很想问问发生了什么事 但看着麦克那冰冷的眼神 就失去的闭嘴 来到法院后 吉米找小胖妞预约周四的庭审时间 但问了几个时间小胖妞都说没有 吉米无奈祭出了大招 You're pretty 这一幕正好惊待了一旁的艾琳 一把就抢走了布娃娃 艾琳认为吉米是在行费 吉米却表示这只是个礼物 工作要圆滑一点 但是艾琳坚决不同意这种行为 最后还是小胖妞格局大 直接给吉米并了一个周四下午的庭审时间 不过是下个月十四号的周四 习惯了无拘无束的吉米 对这种被约束的工作感到郁闷 气得一把将布娃娃扔进了垃圾桶 工作努力的不只有吉米 经为了摆脱副审市的困境 闲暇之余就不停地打电话联系客户 从白天打到黑夜 甚至连上厕所都不忘打电话 经历了一次次的拒绝 金没有放弃 而是努力地朝着目标前行 就这样一次次的失败之后 金终于从老同学佩琪那里得到一个案子 佩琪的老公是银行的总裁 这个案子不仅让金非常开心 老板哈姆林更是乐得和布隆队 等敲定了案子之后 金含蓄地问哈姆林负责这个案子的律师是谁 哈姆林的无情犹如晴天霹雳般让金星会议了 自己拼命努力换来的却是老板的无情对待 这让金对自己的坚持产生了疑问 心情大好的哈姆林抱着一箱酒来到了查克家 告诉查克公司接到了一个肥差 查克本以为是哈姆林接到的案子 但哈姆林说是金接到的 这让查克感到惊讶 一个从业四年的律师居然能接到利润25万美刀的活 从哈姆林这拉胯的表情上看 哈姆林应该又是被查克当作傀儡一样给威胁了 为了不影响律所其他人的正常工作 查克都是晚上人走光后来公司办事 这时查克发现办公室的灯突然亮了 原来是金又在偷偷加班 来办公室送基要度案子的资料 查克表示想和金谈一谈 正好金也有自己的疑问 来到查克办公室后 金开门见山问道 查克表示我和你一样都是为吉米承担风险的人 我总是反复犯同样的错误 结果现在哈姆林也犯了 他把一切都怨到你头上 查克直接就把哈姆林给推出去背锅了 然后又猥琐地跟金说起了故事 查克说自己的父亲曾经开了个小店 但是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 我给他做账目清算的时候 发现少了一万四千美刀 我知道是吉米这么多年陆陆续续从收银台拿的 但是我爸死活不相信我说的 半年后我爸去世了 吉米在葬礼上哭得撕心裂肺 我想说的是吉米并不是个坏人 他本性是善良的 收拾烂摊子 一个小小的故事可以看出 查克对吉米是有些嫉妒的 临走时 查克表示会为金在哈姆林那边求情 毕竟你这种业务能力在副审是太去财了 贼喊捉贼大概就是查克这种人了 老迈克又像往常一样在餐厅里吃早饭 这时从门口进来一个堪比吴彦祖的帅哥 潇洒地提了提裤子就来到迈克对面坐了下来 虽然迈克不认识这人是谁 但是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人正是炸鸡叔的死对头丁丁叔 丁丁叔表示自己是图库的叔叔 我代表我们全家向你道歉 图库是该进监狱 这能让他学会尊重长辈 但是用不着在里面待八年吧 丁丁叔表示非法持有枪支得判八到十年 我希望你能告诉条子那把枪是你的 图库只是怀疑你撞了他的车 然后你们扭打在一起 他抢了你的手枪而已 所以枪上才有他的指纹 迈克表示那样不就是把罪名弄到我头上了吗 丁丁叔表示事后会给迈克五千美刀的巨款作为补偿 说完也不管迈克同不同 撂下十美刀就离开了 迈克气得嘴唇都在颤抖 晚上 吉里在家里又开始失眠了 于是起身看起了电视 突然发现电视里播放着戴维斯律所的广告 广告的样式和戴维斯律所几年前用的一模一样 干巴巴的文字配上干巴巴的语音就放在了电视台播放 放着自己精心拍摄的广告不用 宁愿选这种垃圾广告播放 想到这就气不打一出来 吉里是彻底的睡不着了 于是吉里拿起车钥匙就从圣达菲来到了阿尔布开客的族语店 尽管这地方又小又泼 但是带来的安全感能让吉里好好地睡上一遍 一大早 金起床后就准备出去上班了 吉里平常这个点都会打电话过来唱歌给金听 但是今天左等右等没等到吉里的电话 金还有点不习惯 看了看时间来不及了就准备离开 这时电话响了起来 金立马回头坐在床边欣赏其美妙的歌声 虽然吉里这小子六音不全 但是红女人的手段确实高明 不然也不会让高材生金对他另眼相看 来到哈姆林律所上班后 金终于被调回了自己的办公室工作 还没整理好物品 哈姆林就要带金去见佩奇和凯文 在路上的时候 金向哈姆林解释自己没有找过查克帮忙 如果查克和你说了些什么都是查克自己的行为 哈姆林没有说话 一路上都是拉着个脸 眼见就要到会议室的时候 哈姆林才切换到了笑脸模式 不得不说当老板的就是不一样 状态都是可以随时切换的 老迈克下班回到家后 发现有个陌生人坐在自己家门口 小便男告诉迈克丁丁叔需要你的答复 得到答复后 小便男就直接走了 迈克进到屋里后 拿出了自己刚买的地点 然后拿出去摆在了自家的门口 好像是在向别人宣战一样 法庭上 比其为了拖延基要度集体诉讼案件的进展 要求哈姆林律所提供委托人的健康报告 金表示委托人并不想公开这些健康信息 而且如果我们的委托人精神有问题的话 那么他们和基要度养老院签署的合同也该作废 看着金把自己的助理压的一句话都说不利用 李奇对金充满了欣赏 尽管金说得有理有据 但是法官最后还是同意了被告方的申请 毕竟法律讲究一码归一码 休庭后 李奇对金一顿夸赞 你的上司早就知道会输 所以才没有过来 但是你坚持不懈 虽败犹荣 夸完后李奇邀请金一起吃个午餐 来到餐厅后 李奇问金在哈姆林律所工作几年了 金表示加上六年的收发式工作已经有十年了 在这期间律所提供了资金工我读完了法学院 李奇觉得金和自己年轻时候很像 都是那种敢做敢拼的人 所以李奇想邀请金加入他的律所 金以为李奇是因为基要度案件才想挖自己过去 但李奇表示基要度案件弄完后再过去就行 并且我不是要你来做员工 而是来做合伙人 镜头一转 老迈克这边下班回到家后 掀起地垫一看发现了脚印 而且门锁也有被撬的痕迹 老迈克拿出手枪打开门走进了屋 四处检查一番并未发现人影 但谨慎的迈克没有放下戒备 而是偷偷打开了电视机 电视机里的声音立马就吸引出两个人来 老迈克三两下就把二人打倒在地 拿走他们的手枪后 老迈克打开了灯 原来其中一人就是早上传话的小便男 迈克问小便男有什么话要传递 小便男回答说收下那五千块 等二人走后 迈克拿水冲洗枪上的血迹 也许是害怕家人受到牵连 迈克洗干净后发现自己的手在颤抖 第二天迈克陪孙女玩耍 玩得正开心了 扭头一看就发现了两个狠人 原来是双胞胎杀手兄弟 两兄弟手笔做枪指着迈克的孙女 气得迈克脸都开始扭曲了 两兄弟虽然没有真正动手 但是威胁的意思不言而喻 迈克如果不同意丁丁书的要求 想必他们就要动真格了 金正在酒吧里买醉 一个猥琐的老头想勾搭金 与此同时 吉米正被爱玲盯着修改文件 正被折磨得不知所措的时候 这时接到了金的电话 吉米这小子一听金喊他钓鱼 就开心得不得了 这说明金已经原谅了他 于是吉米一来就发挥出自己的本事 开始忽悠起对面的戴尔 先是用幽默的自我介绍让戴尔放下戒备 然后两口子配合演起了戏 金开心得像个小姑娘一样 把戴尔的魂都快勾走了 两人这种含糊其词 让戴尔觉得金就是个没有心机的小女人 于是等金去上厕所的功夫 戴尔忍不住问吉米在搞什么项目 吉米表示金都和你乱说的 我们的项目人已经满了 为了儿媳孙女的安全 老麦克这边来找丁丁书谈谈 一进门就被那桥搜身 那桥告诉丁丁书没有窃听器 只有一把枪 丁丁书装逼的说带不带枪无所谓 没窃听器就行 也许是因为自己的两个光头 侄子给了丁丁书装逼的底气 丁丁书一脸平静地告诉迈克 明天你就去找地检官说我侄子的枪是你的 地检官肯定会问你之前为什么不说 你就跟他说你忘了或者是被吓坏了 老迈克更淡定地表示要付五万的报酬才行 丁丁书觉得迈克真是不知死乎 来到我的地盘上还敢谈条件 表示我的两个侄子随时都能找你孙女谈谈人生 也许是被迈克这种不怕死的精神给震住了 丁丁书调侃迈克嘴巴这么欠是怎么活到现在的 回到家的迈克等着丁丁书送钱过来 不一会那桥就拿着五万美刀过来了 那桥认为迈克不应该那么得寸进尺 我们之间的事要是被他发现了肯定必死无疑 第二天一大早 金手里拿着一张一万元的支票 想必就是从戴尔那个凯子手里骗来的 金里表示可以找人把支票里的钱提出来 但金显然不想那么做 表示当个纪念品就行 金告诉金里自己被李奇看中得到了一个工作邀请 看着金并不是很开心 金里问金难道不想找个好老板吗 金表示自己当然想了 但是想到你飘在游泳池的场景 你知道你想要什么 可我却成了你的障碍 你进戴维斯律所是因为我的要求 金米表示进戴维斯律所是正确的选择 现在有车有房有存款 难道不香吗 如果你去了李奇那边 你也会得到想要的一切 金米几句话就把金给哄开心了 两人坐上各自的车去上班的时候 本来心情很好的金米又被大奔的这个背脱口气坏了 这次金米可不惯着大奔了 从后备箱拿出工具 咔咔两下就把原厂背脱给撬了下来 看着世界第二律师的杯子能放进去哄 金米终于感到舒坦了 金米这孩子打小就有出息 这么小就有了这个年纪不该有的成熟 这时候看到父亲和一个陌生人在交谈 金米悄悄地躲在一边偷听 高个男对金米父亲说自己孩子病了 但是他的汽车打不着火 而且身上一分钱没有 想借五块钱打车回去带孩子看病 这么明显的谎言正常人都能看出来 但是金米的父亲是个出了名的烂好人 别人说啥他都信 准备给钱的时候金米看不下去了 把父亲喊到了一边 金米都把话给说透了 但是父亲表示万一误会人家了就不太合适 说完就从空空荡荡的收银台里拿出十美刀给了高个男 不仅如此还要去杂物间找个火花塞帮高个男修车 等金米父亲离开后 高个男开始炫富让金米拿一条滑子给他 钱都付了 金米心里再恨也不得不拿两条滑子给高个男 高个男见金米骨骼惊奇 于是临走前告诉金米 世界上只有狼和羊 你要想清楚做哪个 金米把八美刀放进收银台后 老爹找到火花塞后发现高个男都走了 连忙跑出去送温暖去了 而金米看着绵羊老爹想到了高个男的话 于是从收银台把八美刀揣进自己兜里 下定决心以后要做狼而不是羊 故事回到现在 老麦克带着金米向地检官说明了情况 表示枪不是图库的 地检官表示枪上只有图库的质物 不是他的是谁的 金米表示管他是谁的 反正你们要说是图库的 那么我们会在法庭上替图库病 在美国律师就是牛掰 凡事都能让律师帮忙处理 连克这么做是对的 他知道图库的残暴 所以这次就不收连克的费用了 但吉米不知道连克是因为被威胁了才做出的统协 连克直接把吉米推开 让吉米坐下一班电梯 并表示钱照常收就行 因为金被李奇邀请的原因 吉米觉得自己也不用怕牵连到金了 所以吉米想从戴维斯律所辞职 他让助手奥马尔帮他写封辞职信 奥马尔热心地提醒吉米如果一年内辞职 就要把签约金退还给律所 吉米拿出合同一看 确实像奥马尔说的一样 吉米表示自己是喝多了 刚刚说的一切都是酒话 请求奥马尔别告诉其他人 在回家的路上 吉米一直思考着怎么辞职才能不失去签约金 这时他看见了迎风招展的充气娃娃 心里顿时有了鬼点子 于是他的衣柜里就挂上了颜色浮夸的西装 这天克利福德正在接待殡仪馆的客户 吉米穿着喜庆的西装丢过来打招呼 这种风骚的着装让众人都惊呆了 见老板没找自己谈话 吉米每天都穿着不同颜色的西装上班 甚至还在律所里搞起了现场榨汁活动 搞得合伙人满身都是果汁 更过分的是 克利福德上厕所的时候 发现有人上大号不充厕所 吉米直接表示是自己干的 还冠冕堂皇的说要节约用水 为非洲孩子出一份力 本以为老板会生气然后把他开了 但是克利福德只让吉米下次注意点 于是吉米放出了终极大招 在办公室挽起了死亡妖怪 这让整个律所的人都没办法工作 克利福德无奈地问吉米在搞什么妖蛾子 吉米表示最近压力太大 玩玩乐器放松一下 克利福德终于忍不住了 叫吉米去办公室谈一谈 吉米还想装无辜 但克利福德直接说穿了吉米的那点小酒酒 你不就是舍不得那点签约金吗 克利福德问吉米律所对你哪里不好了 给你房子车子票子还有助手 甚至还有黄檀木办公桌 整个律所就你一个人有那种桌子 从戴维斯律所解脱之后 吉米换上正常西装来到哈姆林律所找金 吉米掏出一张最新制作的名片 希望金能成为他的合伙人 WM是金和吉米名字的缩写 吉米表示里期两年才能让你成为合伙人 而我这里马上就能让你成为合伙人 我们强强联合 共见未来 做自己的老板难道不相吗 金觉得跟着吉米就是一场好赌 稍不留神就输得体无完肤 而且吉米也不是那种照规章办事的人 吉米本来想保证自己会照规则办事的 但是摸到伪戒后想到了自己的机友 吉米真诚地说每一次照着别人的方法做事 到头来都会搞砸一切 就比如我差点毁了你的事业 金表示不理解为什么非要在一起工作 我已经是你的女人了 You've got me 说完金表示自己要去工作了 留下孤独的吉米在风中凌乱 老迈克这边带着儿媳参观了新房子 儿媳对这处新房子非常满意 表示这里一切都很好 就是价格有点贵 见儿媳这么开心 迈克表示喜欢就买下来吧 钱不是问题 虽然说得那么轻巧 但是男人的苦只有自己心里清楚 吉米又开回了自己500元的小货车 花了7000美刀从绿所买下了他的黄檀木办公桌 在奥马尔的帮忙下抬进了自己的小窝里 之后吉米整理好办公桌 打算给自己的新绿所录个电话留言 本来想捏着嗓子装成女人录音的 但想到自己已经决定做自己了 索性就用自己真实的嗓音录起来 老迈克这边则偷偷来到丁丁书的地盘观察情况 既然要买房子前 肯定要从丁丁书这里下功夫 隔天金来到李奇律所面试 合伙人知道金是从小地方一步步走到现在的 问金为什么要来大城市打拼 金说自己如果不努力 那么这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找个小镇上的加油工家 或者在小超市当个小小的收银员 金顺利地完成了这次面试 李奇表示自己非常希望金的加入 最迟明天就给金答复 金从李奇律所出来之后 在露天停车场抽着华子沉思了起来 拿出吉米给他的名片看了又看 然后直接把名片撕成了两半 之后直接开车来到了吉米所在的足疗店 金告诉吉米明天就会收到李奇律所的录用通知书 但是我不打算接受那份工作 金表示我们一起找一家办公室 然后物业废水电费平摊 你做你的耍花招律师 我做我的规矩律师 大家各自按各自的意愿做事 既然打算自立门户了 金做好准备后就找哈姆林递交辞成 哈姆林显然早已听到了风声 所以对金来找他辞职一点都不惊讶 不过当哈姆林问金何时去李奇会所的时候 金却告诉他不会去李奇会所而是打算自立门户 这句话让脸色僵硬的哈姆林露出职业微笑 看起来像是中了彩票一样高兴 哈姆林表示金米前脚才从戴维斯律所辞职 你紧跟着就来找我辞职 想必这应该不是巧合吧 金表示很感谢你和律所对自己的栽培 特别是支付了我的学费 只要会计给我一个确切的金罗 我会开张支票把这笔费用还上 既然知道金没有去敌对律所上班 哈姆林大方地表示钱不用还了 之后哈姆林给金说了一个自己的故事 我年轻的时候也想像你一样自立门户 但是我的老爸非要让我加入这家律所 作为富二代的我没办法选择自己的人生 我很羡慕你们这些草根 可能我这辈子都没机会体验穷人的快乐了 说完气氛就诡异到了极点 哈姆林也知道自己装过头了 于是就让金离开了 来到外面金平复了下心情 正好听到哈姆林安排前台帮他取消 和银行总裁凯文见面的行程 于是金开始不淡定了 拼了老命的奔跑起来 也不管穿的是不是高跟鞋了 来到自己办公室就直接打给了同学佩奇 告诉了佩奇自己要自立门户的消息 并让佩奇安排自己和他的老公凯文见面 老迈克这边为了给儿媳妇买个新房 日夜不停地守在丁丁书的甜品店外 想调查出丁丁书的业务轨迹 这时正好看见丁丁书开着车来到甜品店 于是老迈克用笔记下了丁丁书的车牌号 第二天金和佩奇夫妇见了面 金表示像你这种人物穿的西装都是私人定制的 找律师也是一个道理 如果选择哈姆林律所 他们提供的也只是套餐 而我却可以为你私人定制法律攻略 凯文表示如果我需要一仓库的西装呢 单靠你一个人根本满足不了我的需求 金信心满满地说 我完全了解你们银行对于扩张的需求 你们的委托肯定会占用我的全部精力 但我要是没能力胜任 我就不会接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业务 和凯文夫妇见过面后 金找到了正在和中介看房的吉米 这里曾经是牙医诊所 两间屋子互相对称 正好满足吉米和金独立职业的需求 看到金心不在焉的样子 吉米让中介出去凉快一会 等中介离开后 吉米准备安慰金不要因为一个单子飞了就能 但金却突然笑了起来 然后一口啃上了吉米的嘴巴 金表示这笔银行扩张的单子稳了 中午和凯文吃饭谈得很快 金手舞足蹈地向吉米描述自己 如何用三寸不烂之蛇拿下这笔单子的过程 吉米头一次见到金这么开心的样子 金被吉米看得有点不好意思了 急忙扯开话题说起店铺的事情 查克听说弟弟又要创业了 还抢了他们公司的人和业务 立马精神抖擞地表示要把单子抢回来 强忍着电词带来的不适 与银行总裁凯文夫妇见了面 一开场查克就对金的业务能力表示赞赏 金年轻漂亮有活力 还特别能干 银行法的确需要年轻的血液 我和哈姆林显得太沉浮了 但是向银行扩张必须参考的 社区在投资法案 以及里格尼尔州纪银行和分行效益法 随便违反里面的一条法律 就要打好几年的官司 如果你们选择我们的话 哈姆林在美联储有熟人能帮忙处理 随随便便就能帮你们省下几十万美宝 见凯文被忽悠的有点动摇了 查克最后表示向银行扩张这种大案子 不是经意的人搞得定的 我们的专业团队才是你最好的选择 经过查克的洗脑 显然这笔单子又回到了哈姆林律所 凯文夫妇刚刚离开 查克就撑不住了 哈姆林急忙喊欧尼帮忙送查克回家休养 不得不说为了坑自己的弟弟 查克也是拼了老命了 而吉米这边正忙着拍摄自己的广告 吉米让退伍老兵假装快人计了 临终前想和B-29轰炸机来一段合影 于是热心的少校就带几人进来参观了 少校上来就问老兵的光荣事迹 见两个装作老兵孙子的摄影师快要露显了 吉米灵机一动 吃走了少校 刚刚还半死不活的老兵精神抖擞地站起来 配合拍摄广告素材 谁叫他欠吉米的人情呢 吉米在导演这方面天赋异比 鬼点子是一个接一个 这时候吉米接到欧尼的电话 告诉他查克的状态很明亮 吉米知道老哥就那么点破事 表示随便给他炖个老母鸡汤 或者泡个菊花茶就行了 看着少校带着几个大头兵气势汹汹地走来 吉米吓得连忙挂断了电话 本来以为是露线了 吉米连忙上前解释 但是少校表示这些人都是像我一样尊重老兵的人 都想过来和老兵合个影 从军事基地离开后 吉米驾车来到新租的办公室签约 此时金就郁闷地坐在门口等他 金表示银行的单子飞走了 查克不知道给凯文灌了什么迷魂汤 让凯文改变了主意 搞得我不知道该不该坚持下去 没了这么一笔肥单 我们的办公室还租得起吗 吉米安慰金说遇到这种跳单的情况是很正常的 只要我们团结一心 困难总会解决的 老麦克这边则是一有机会就跟踪丁丁叔 跟着丁丁叔来到一处修理厂 没过多久冷藏车就开了过来 冷藏车开进了修理厂后 卷闸门就关了起来 但是麦克隐隐约约听到了电班手卸轮胎的声音 想必有什么东西要藏在轮胎里面 晚上的时候 吉米来到查克家探望老哥 对欧妮表示感谢后让欧妮先回家休息 看着沙发上熟睡的查克 又看了看桌子上银行扩张案的资料 吉米动起了歪脑筋 他把所有带地址的文件做好了标签 然后拿着文件来到24小时营业的打印点 在收发时打砸过几年的吉米 对处理文件这些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 吉米熟练的将银行地址1261的中的六合一裁剪了下来 然后贴在了复印件上变成了1216 接着就用打印机复印出改变地址的文件 效果可以说是以假乱真 把所有文件都改成1216之后 吉米偷偷地回到了查克的住处 将修改过的文件按着标签放了回去 把资料还原之后 吉米心里踏实地睡起觉来 第二天查克醒来之后 吉米质问查克为什么要受这么大的罪 也要把金的单子抢走 银行扩张的单子本来就是金介绍给律所 查克说自己有一大堆工作要忙 不想和吉米吵架 查克一番话又把自己放在了道德制高点 搞得吉米也不知道说啥了 老迈克这边调查出线索之后 就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他在水管上穿上密密麻麻的钉子 看样子是想做简易版的破胎器 一辆冷藏车正在公路上急驰 突然 司机察觉到情况不太好 拿出手枪就出来装闭 还没装成就被左轮抵住了脑瓜子 然后就被拿捏得死死了 双眼被蒙双手被绑 老迈克从容地摘下头套 一句废话没有说 从工具包内拿出了电锯 司机听到声音吓得要死 但是迈克没有理会 直接拿着电锯割开了汽车轮胎 果然不出所料 在轮胎里找到了马内 把所有马内放进后备箱后 迈克担定驾车离开 镜头一转 查克和哈姆林正准备去参加 梅萨维德银行扩张的听证会 哈姆林不理解 只是走个行事的听证会 为什么查克要亲自去 查克解释说 一方面是为了表示诚意 还有就是没什么 比庆祝胜利更让我舒服的 两人驾车离开之后 吉米这小子 趁机偷偷溜进了查克家里 想到自己又再一次地压制了吉米 查克鼓足勇气 通过了充满电磁的安检门 听证会上 因为查克的申请书写得极为详细 很顺利地进入到最后的陈述 就在查克得死的时候 营监会的小秘书 向法官提供了一份资料 这让原本顺利地会议停了下来 小秘书让查克再陈述一遍 斯科茨戴尔之行的地址 查克自信表示就是1216号 但法官表示 最初提交的一项书写的是1261号 凯文夫妇也表示是1261号 但是查克表示自己一定不会弄错 请求法官再仔细查看一番 可是法官不论怎么对比 申请书和一项书上的地址门牌号 都对不上 这可把凯文气得够呛 直接告诉查克 难道我连自己的银行地址都能搞错吗 法官认为地址对不上是个很大的问题 表示一个月之后再重新安排听证会 这个失败的结果让查克气不打一出来 回到家后查克立马就开始翻阅自己的资料 发现自己家里的资料上都是1261号 这让猛批的查克更加猛批了 然而这一切都是吉米的杰作 哈姆林安慰查克是个人都会犯错 我们这么多人包括我都没有发现这个细节 这并不是某一个人的错 但查克明白自己就是个天才 天才是不可能犯这个低级错误的 于是自然而然的就想到了吉米 心里认定是吉米在搞鬼 这让查克气得咬牙切齿 老迈克这边拿到钱后 还不忘来甜品店观看丁丁书生气的样子 丁丁书对着内桥等人就是一顿臭骂 这么一大笔钱就这么被抢走了 气得丁丁书头发都快掉光了 连心脏病都差点发走 幸好小便难拿出要给丁丁书吃下 不然丁丁书就要隐恨西北了 有人倒霉自然就有人开心 老迈克狠狠出了口气后来到酒吧喝酒 还请全场的龙套们喝酒 这让在场的龙套手五足倒起来 第二天吉米两口子正在给新租的办公室装修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这时金接到了佩奇的电话 佩奇表示打算把银行扩张的案子交给金来做 吉米这小子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个结果 但是还是假装成惊讶无比的样子祝贺金 还没等两人探讨接下来的行动 金又接到了欧尼的电话 欧尼告诉金查克要找他聊一聊 顺便把银行扩张的资料移交给金 吉米哪能放心让金一个人去见查克 于是带着金一起来到了查克家 拿出钥匙开门的时候发现怎么也打不开门 欧尼表示是查克让索将把锁给换了 几人进到屋内后 查克让欧尼出去玩一会尼吧 吉米本想问问查克为什么换锁了 但是查克根本不鸟吉米 因为在听证会上颜面尽失 查克打算把吉米的恋情搞黄 以此来弥补心中的愤怒 查克说出的一大堆推理极器接近真相 就好像真正的看见鬼样 为了让金相信他说的话 查克甚至把吉米高中生活的私事都说给了金听 表示吉米高中的时候就开始伪造身份证来换雪花啤酒喝 金虽然心里清楚是吉米做的 但是他知道吉米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 所以一口咬定查克说的话是无稽之谈并没有实质证据 气得查克鼻孔都冒烟了 查克手舞足蹈地表示自己说的都是真的 为什么你就不相信我说的话呢 金表示吉米只想得到你的爱与支持 但是你从来只会对他指手画走 甚至你从来不希望他获得成功 吉米没想到金对自己那么好 也没想到金会说出这样的话 本想着说两句话感谢一下金 但金上来邦邦就是两全 这大概就是恋爱中的女人吧 送金回到办公室后 吉米带着摄影小队来到学校的生气台前拍摄广告 在国旗的映衬之下 吉米的英雄形象被完美地衬托出来 老迈克这边则是正在查看报纸 但是翻了一遍都没有发现货车被截的新闻 正疑惑的时候内乔的电话打了过来 两人见了面后 内乔直接说出他们货车被抢劫的事 并表明因为丢了25万美刀丁丁书现在生气得很 发誓要找到作案的人让他生不如死 内乔觉得作案的人肯定是迈克 司机没被灭口说明作案的人可能不是盖着行的人 见迈克不说话 内乔表示自己被丁丁书安排拷问司机 如果迈克被查出来他也要跟着倒霉 老迈克淡定地表示不用担心 因为我从头到尾没说过一句话 司机也没见过我的真实样貌 内乔临走的时候 迈克问内乔为什么抢劫货车的事没有上报纸 内乔以为这就是迈克的真实目的 内乔给收拾了 他觉得迈克要是把丁丁书推到警察视线内 那么他也会被警察关注 说着就想拿枪出来干掉迈克 老迈克淡定地告诉内乔脑袋瓜放聪明脸 平平淡淡的一句话就让那乔严巴了不敢轻举妄动 内乔准备离开的时候 迈克继续追问为什么没有上报纸 内乔无奈告诉迈克有个好心人路过将司机松绑了 之后司机打电话通知我们过去 我们去了之后就开走了冷藏车 丁丁书还好心地送好新人去了西天取经 所以这是条子根本不知道 一个无辜的路人因自己而死 老迈克心里感到万分的愧疚 晚上吉米路过打印店的时候 看见欧尼正在打印店内打探消息 吉米知道一定是查克让他来的 于是等欧尼走后 吉米进入打印店用万能的马内买通了老板 让老板对自己的事一概不提 并让老板把摄像头里的记录给清楚掉 等欧尼带着查克来到打印店后 吉米则偷偷躲在对面观察 查克拿出吉米第一次登上报纸的大头照 向老板询问照片上的人来过没有 拿人钱才替人消灾 老板一口咬定没有见过吉米 查克强忍着电词带来的不是 好声好气地诱导老板把真相说出来 可老板可不管那么多 坚定地表示自己没有见过 这可把查克气得半死 见查克表情那么争鸣 欧尼好心地表示送查克回去 但是查克并不买仗 让欧尼乖乖闭嘴滚一边去 明明身体已经吃不消了 查克为了得到扳倒吉米的证据 咬紧牙关继续劝老板坦白说出真相 但老板不想理这个蛮不讲理的老头 表示再不走的话就要报警了 这让查克怒急攻心直接晕了过去 一不小心还把脑袋磕在了大理石桌子上 这让在外面观察的吉米吓得后退了好警 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查克老是坑自己的亲弟弟 其实一切都源自于嫉妒 兄弟俩的母亲病重奄奄一息的时候 两兄弟守在病床边送母亲最后一程 吉米饿了表示出去买饭 等吉米走了后 查克看着病重的老母亲流下伤心的眼泪 这时母亲突然醒了过来 原来母亲只是回光返照 母亲到死心里只想着吉米 这让查克悲伤的表情立马变得阴阳怪气起来 护士问查克要不要通知你弟弟吉米过来 查克表示不需要 买饭回来的吉米来到病房顿时傻眼了 丑了半天以为自己走错了病房 当得知母亲已经走了的消息 吉米问查克母亲临终前有没有说过什么话 查克撒谎地说母亲什么话都没说过 这一刻查克对吉米的羡慕极度恨已经达到了极点 也是在这一刻开始查克心里发誓一定要把吉米踩在脚下狠狠蹂躏 虽然老哥对自己这么无情 但是此时看着查克倒在血泊中 吉米也顾不上暴露自己了 急忙跑到打印店让店员报警 自己连忙将打印店的电磁设备全部关掉 查克稍微清醒一点的时候 很明显他又想嘲讽吉米 但是奈何说不出话来 将查克送到医院之后 查克不配合医生的检查还不准医生用机器 主治医师无奈请求吉米做临时监护人 同意他们给查克做深层次的检查 吉米为了老哥能看好病 于是同意了医生的建议 等查克在病床上清醒之后 吉米跟查克打了声招呼 查克阴阳怪气地让吉米把欧尼喊进来 等吉米把欧尼带进病房之后 查克连忙问欧尼吉米是在他昏迷后几分钟到了现场 得到吉米两分钟就赶过来的回答后 查克心里别提多美滋滋了 直接嘲讽吉米露出马脚了 你贿赂老板之后就躲在外面偷看 不然你不可能来得这么快 一旁的欧尼看不惯阴阳怪气地查克 嘲讽自己的好朋友吉米 直接说是自己提前打电话通知了吉米 所以吉米才会来到打应店 昏暗的房间映衬出查克阴暗的心影 对于吉米想让查克住院观察一段时间的想法 查克讽刺吉米是想把他关在医院里 这让吉米内心倍感煎熬 欧尼告诉吉米最近查克好像对你着魔了 好像想抓住任何细节置你于死地 第二天早上进来到医院陪伴吉米 看着电视上正在播放吉米新拍的广告 金珍是对吉米的才华表示佩服 但吉米的心思却完全不在这里 医生表示查克得了自诱导紧张症 说白了就是自己想象自己得了病 醒来只是时间问题 查克醒来后 吉米告诉老哥伤势没什么问题 现在就可以办理出院手续了 于是吉米带着查克回到了家 但是查克表示你任务完成了 可以走了 查克突然灵机一动直接来到了储物间 好像在寻找什么能制服吉米的东西 老麦克架起M40瞄准远处的房子 但是那桥不知道是有意 还是无意把丁丁书倒得死死的 让麦克丝毫没有机会下手 这时候麦克突然听到汽车鸣笛的声音 发现四周空无一人 汽车喇叭被一根木头给抵住了 前挡风玻璃上的纸条上写着别动手 这让麦克心里慌了 完全不知道是谁在搞鬼 吉米这边的生意是蒸蒸日上 自从广告播出后就吸引了很多顾客 这时经告诉吉米哈姆林有重要的事情找他 哈姆林告诉吉米查克辞职了 于是吉米火鸡火鸟来到查克家 走进屋里一看吉米惊呆了 房间四周都贴上了太空碳 吉米安慰老哥说哈姆林律所没了你可不行呀 你可是哈姆林的顶人工 见查克还是那副可怜兮兮的表情 吉米知道不狠狠刺激一下查克是行不通的 要是让我一个人在律师界逍遥 你能看得过去吗 表示银行扩张案你不是认为是我搞的鬼吗 应该报复才对 躲在这个鸟笼子里算怎么回事 看着查克对事业心灰意冷的状态 于是打算告诉老哥真相 经费寝旺时的拿下银行扩张的案子 但是你和哈姆林几句话就给忽悠走了 经比你们更需要这个案子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会给你带来这么大的伤害 吉米刚走 查克就露出了本信 掏出了正在录音的录音机 男人是个退休老条子 身经百战的他不知道何时被人给盯上了 男人吓得赶紧来到修理厂 将小破车的零件都给拆了下来 但是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男人拿起螺丝刀就把油箱盖给撬开 果不其然在里面发现了猫腻 老迈克回到家后 将自己老爷车的油箱盖取了下来 同样在里面找到了一个定位器 随后他把定位器的型号记在纸上 之后把定位器还原放回了油箱盖里 查克将录音放给了哈姆林听 向哈姆林证明他以前让哈姆林阻挠 吉米成为律师的行为是伟大而正确的 吉米在律所开心地接待着顾客 少校对吉米这种滥用军人情怀的行为感到愤怒 少校一针见血地就预判了吉米的最终下场 这天查克让欧尼给他买来了收音机的电池 欧尼装好电池后就打开收音机试了试 查克急忙将收音机关掉 如果你告诉了其他人 那么你的下半身可就白下了 几句话下的欧尼直哆嗦 等欧尼离开之后 查克露出了奸计得逞的表情 看样子查克又在想什么鬼点子整他的好弟弟 深夜老迈克将到闸收了起来 打算白嫖工资出去半点时 迈克将油箱盖放在停车位后 驾车来到了一处废弃工厂 等到头发都快掉光的时候 兽医才不慌不忙的驾车赶来 迈克把小纸条给了兽医 让他帮忙弄一个一模一样的定位器 黑心兽医嫌迈克打扰了他的美梦 于是狮子大开口向迈克索要了一千美刀 迈克这边拿到定位器后 将油箱盖内的定位器掉了包 然后用收音机消耗歹人的定位器电量 晚上的时候终于将电量给耗光了 老迈克将定位器扔进垃圾桶后 就磕着兰花斗手在窗前等待猎物的到来 终于在头发完全掉光的时候等到了猎物 一个男人鬼鬼祟祟的将以为没电的定位器拆走了 等男人离开之后 老迈克则悠哉的看着仪器上的光点 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老迈克靠着追踪仪偷偷跟踪拿走定位器的人 一直跟踪到天亮 只见一个胡子哥从车上下来 背着背包走进了一家店内 迈克在外面观察了一阵后 胡子哥就从店里走了出来 坐上他的开拓者离开了 迈克拿出追踪仪一看 发现胡子哥虽然走了 但是定位器还留在店内 说明这个地方可能是个窝点 偌大的广告牌上写着落伯罗炸鸡店 吉米和金因为业务量上来了 所以正在面试一个新员工 胖妹在车馆所工作了七年 尽管待遇非常的好 但是受不了编制内的耳鱼窄 所以想出来呼吸下外面的空气 吉米认为胖妹能在服务部门工作七年 说明耐心什么的都没有问题 所以她觉得胖妹可以胜任律师助理岗位 但金想要一个细心的人帮她整理资料 毕竟她现在的银行扩张案可不容马 不等金把问题问完 吉米直接拍板把胖妹录用了 让胖妹现在就上班 事后金只问吉米发什么神经 这才见了第一个面试者就把人员敲定了 后面说不定有更合适的人选 吉米告诉金 你就是因为啥都追求完美 所以才会活得这么累 胖妹在车管所那种鱼龙混杂的地方都能生存下来 来我们这小小绿所不是小菜一碟吗 吉米表示马上电视广告就要播出了 到时候肯定会有客户电话打过来 正好看看胖妹能不能胜任这个岗位 金虽然一肚子气 但也拿吉米没有办法 吉米来到前台教胖妹接电话的话术技巧 话音刚落电话就络绎不绝地打过来 因为吉米的客户都是老人 所以她在旁边指导胖妹说话温柔风趣一些 胖妹很快就进入到了状态 吉米对胖妹的表现非常满意 自称恶门少特的电话 吉米可不敢怠慢老麦克 于是让胖妹把电话转接到她办公室 老麦克表示明天一早带吉米去吃早茶 第二天一大早吉米就来到了洛伯罗炸鸡店 老麦克给她的任务是走进去吃早饭 十分钟后一个开着绿色开拓者的人会背着背包走进去 要求吉米全程盯着胡子哥的一举一动 吉米花了两美元点了一个套餐 然后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了下来 没过一会就在窗外发现开绿色开拓者的人来了 吉米含情默默地盯着胡子哥的一举一动 还假装给咖啡家堂在一旁偷听胡子哥的谈话 这笨拙的样子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在偷听 见胡子哥落座后 吉米也跟着换了座位 喝了一口家堂的咖啡后 露出了享受的表情 吉米坐在胡子哥后面深情款款地盯着他 丝毫不知已经被后面的扫地僧盯上了 只见扫地僧在吉米前面晃悠了一回 胡子哥仿佛收到了信号 收拾东西就准备离开 他将残羹剩饭扔进垃圾桶后 就开着他的开拓者走了 好像就是单纯的为了吃早餐来的 胡子哥越正常 吉米就觉得他越不正常 一脸猛批的吉米钻到垃圾箱内寻找线索 突然听到有人在招呼他 吉米吓得连忙将手表扔进垃圾箱内 向对方表示手表不小心掉里面 眼前这个笑容和蔼的人 就是大家熟悉的炸鸡叔 炸鸡叔热心地帮吉米把手表找了出来 还问吉米要不要用酒精消消毒 吉米这家伙做这种事太不专业 说话的时候眼神还一直盯着垃圾箱内 毫无发现的吉米离开炸鸡店后 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说给了老迈克听 老迈克听后也是一脸的猛批 他觉得吉米肯定是办事不利暴露 吉米拿着追踪一问老迈克 是不是要继续跟踪胡子哥 老迈克表示今天的任务结束了 将车门打开让吉米麻溜地离开 谁有你的背部 我 老迈克不知道的是 遇到吉米这种猪队友 他早已经被炸鸡叔拿捏了 害怕兄弟过得苦 又怕兄弟开路 查克就是这种品德高尚的人 他怕吉米半夜来透露鹰带 于是请了个私人侦探来家里保护他 顺便充当人证给吉米安排个其他罪名 欧尼来到吉米的律所想告诉他真相 但是最终还是没有勇气直接见吉米 于是他采用了迂回战术 打电话让金出来见他 欧尼表示自己知道一些情报 但是他不想惹麻烦上身 所以只能将情报告诉了金 金将欧尼告诉他的消息 转告给了吉米 听到这话让吉米瞬间抓狂了 他原以为自己的一番付出 会让哥俩的感情更近一步 没想到亲哥哥竟然是这种人 尽管心都被伤透了 但是吉米仍然对自己的客户保持着微笑 送走最后一个客户之后 金告诉吉米他的老师表示 这种录音问题不大 因为吉米的出发点是为了安慰查克 但是吉米在意的根本不是这个 而是被查克一次次的背叛伤透了心 他没想到查克对他这么的无情 吉米再也忍不了 打算找查克算账去 而查克正在和哈姆林商量 如何落实吉米的罪名 查克坚信吉米会趁着天黑进来偷带你 刚准备装逼的查克瞬间就被打脸 吉米气势汹汹的就来到查克家 见查克死活不开门 吉米直接把大门踹开 吉米气得拿起撬棍就要把抽屉撬开 哈姆林和私家侦探则躲在里面 等着吉米落实罪行 吉米撬开抽屉后 在里面找到了一卷录音带 拿到查克面前就给撕了个粉碎 见吉米已经失去了理智 哈姆林二人跳出来给查克装枪做事 这一刻吉米彻底的心碎了 他没想到自己的偶像哥哥居然是这种货色 无时无刻都在想着算计陷害他 吉米曾经因为哥哥的保释而开始从良 通过一步一步的努力考到了律师职业证 想不到见不得他变好的人居然是他的亲哥哥 在等条子过来的时候 查克语重心长地告诉吉米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你放心法庭上我会好好起诉你的 尽量让你在里面多蹲两年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惩罚你 而是让你真正意识到 你必须做出改变 免得为时已晚 心被伤透的吉米哪还能听进去查克的话 他也语重心长地告诉查克 总有一天你会发病蜷缩在沙发上 你的员工会把你送到医院 接上那些让你受尽痛苦的机器 吉米终究是被老哥送进了局子 不过吉米也算是驾轻就熟 不用条子多说就知道该如何配合 第二天一大早 金在律所的小床上被闹钟吵醒 起床后金带着衣服来到了对面的健身房 在里面痛痛快快地出了个澡后 又开始迎接美好的一天 回律所的时候在停车场看到了欧尼的作家 欧尼告诉金自己已经被查克炒鱿鱼了 我不应该把事情说出来的 不然吉米也不会身陷牢狱之灾 在里面待了一宿的吉米 一大早就被法官提审了 法官很诧异吉米怎么变成被告 而且还是被亲哥哥送进来的 他告诉吉米他被查克指控非法入侵 攻击他人和损坏财务三项罪名 加起来可能会被判好几年 最好给自己找个律师 这时文讯赶来的金及时出现 表示自己就是吉米的律师 但吉米直接给拒绝了 他表示自己也有刑事案件的精英 完全可以自己为自己辩误 见吉米这么不识好歹精之好无奈离开 法官认为吉米从事的老人法非常高尚 所以可以交2500美刀将自己保释出去 吉米交了保释金回到律所之后 向金解释起原因 欧尼就因为帮助他而被牵连到了 他不希望金卷入到他和查克的事情中外 毕竟查克要对付的只是他一个人而已 老迈克这边又在炸鸡店日常蹲点 这时终于发现定位器有动静了 老迈克用追踪仪一路跟到了郊外 眼瞅着距离越来越近 但却一辆车都没有看见 慢慢靠近目标后 迈克知道自己已经被拿捏住了 老迈克终日打验中被验拙 电话挂断没多久 两辆车一前以后就把迈克包围了 炸鸡书淡定地走到老迈克跟前 直接对老迈克说丁丁书现在还不能死 我知道你想为那个无辜的路人报仇 但是只要别让丁丁书死 其他的报复行为我绝不干预 比如再去抢他的冷藏车 这时老迈克明白了炸鸡书的意思 他和丁丁书是竞争对手 想利用自己来破坏丁丁书的供应链 但老迈克对此并不在意 因为从丁丁书威胁他家人的那一刻起 他就决定跟丁丁书不死不休了 查克这边从外地找来一个名叫海姐的律师 海姐表示自己不会因为吉米是同行 就对他手下留情 将会围绕入侵他人住宅这个重罪来对付吉米 这公正不阿的态度查克非常认同 查克一正言辞地说吉米虽然毛病一大堆 但是本性还是善良的 海姐以为查克是想让他对吉米下手轻点 这时查克表示让海姐把心放在肚子里 我就算砸锅卖铁都要好好收拾吉米的 但吉米毕竟是我的亲弟弟 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一种方法治他 看样子查克心里早有损招 但不好意思直接说出来 老迈克在炸鸡书的介绍下来到一家义务诊所 从主治医师手里弄到一袋白面 之后驾车来到了美墨边境 将白面塞进了回力鞋中 一个回手掏就准确地将鞋子挂在了电线上 然后就来到远处的山头上埋伏起来 没过多久 丁丁书的冷藏车就出现了 两个司机在电线不远处停了下来 准备将武器藏起来应付一会的边境线安检 这时老迈克突然朝南天门开了一枪 差点没把司机二人吓死 以为遇到了不开眼的想黑吃黑 老迈克继续朝南天门开枪 司机二人以为是猎人在打猎就放下了戒备 将武器藏好后就回到了车上准备离开 这时老迈克瞅准时机 一枪就击穿了电线上的回力鞋 白色的粉末顺着洞口落下 洒满了整个车身 而这一切两个司机浑然不知 二人像往常一样在边境站接受检查 这时机毒犬在他们的车上嗅出了气温 佛伯勒立马将二人团团包围 司机二人是从头到尾的一脸猛P 想不明白旅士不爽的冷藏车 怎么会被发现猫腻 老迈克不费一兵一足 就将丁丁书的供应链给破坏了 吉米这边正在律所院内抽着滑子 经过来后顺气自然的就拿过去猛吸两口 吉米告诉今下午地检官给他一份认罪协议 只要我乖乖把他们起诉我的重罪认了 我就不会留下任何不良记录 但是我一年内不能犯错 一年内不能从事律师职业 金觉得这是个好消息 但听到吉米说这是查克的搜主 金就明白查克肯定不怀好意 吉米表示诉前转移有个前提条件 必须得把认罪书上交给新墨西哥律师协会 我原来以为他想要我坐牢 没想到他是想吊销我的律师执照 现在我的情况是承认重罪 律师协会将要吊销我的律师执照 庭审败诉的话 我的律师执照仍然保不住 我还是会被判中罪 甚至可能吃牢饭 最要命的是律师协会都是查克的朋友 他们肯定会穿一条裤子来对付我 看着眼前这个七尺男儿被逼成这个样子 金心里说不出的心头 他拉起吉米的手表是会和他并肩作战 因为藏货的冷藏车被查了出来 丁丁书的甜品店自然也被条子端了 然而这一切都是老麦克一手造成的 丁丁书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 硬着头皮凑了一大笔钱送给了集团老大迪奥哥 本来迪奥哥看着这一卷一卷的玛内开心度 但是南方负责人博尔萨的道来 让丁丁书颜面尽事 只见博尔萨拿出一件炸鸡书 孝敬给迪奥的体恤衫 接着又让手下拎着几个大包裹放到桌上 这整整齐齐的玛内从视觉上 就能让肾上腺素飙升 迪奥哥顿时觉得丁丁书的玛内不像了 他笑着告诉丁丁书以后不要拿橡皮筋榜钱 要像炸鸡书这样把玛内弄得整整齐齐的送来 面对迪奥哥对他的冷嘲热服 丁丁书却不以为意 直到迪奥哥离开之后 博尔萨对丁丁书说不要羞辱他 看过读师的朋友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 既然自己甜品店的运输线被佛伯乐毁了 那么就得找个新的运输线来替代 于是丁丁书把小算盘打在了炸鸡书头上 带着那桥和小便男就来到了炸鸡店 可炸鸡书此刻并不在店内 店员表示有事情和他说也可以 但丁丁书并不想和店员废话 表示会等炸鸡书回来 丁丁书走到一旁的禁烟标志处 拿起雪茄就抽起来 还跑到工作区白嫖饮料 顾客见店内的氛围有点不对劲 于是纷纷选择离开 而炸鸡书此时正在消防局搞慰问 和这些机关单位打好关系 能更好地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 接到消息的炸鸡书急忙回到店内 他安排员工带心休息一天 然后来到办公室见到了丁丁书 本来炸鸡书想和丁丁书理论一番的 但是丁丁书直接告诉他 从今以后你就替我运货 说着还拿笔将自己鞋底下的泥土 抠在了桌子上 要多嚣张就有多嚣张 炸鸡书表示自己这边 已经没有多余的卡车了 如果帮你运货 势必会影响到南方的工艺 博尔萨那边我没法交代 而且迪奥要是知道的话 让你做你就去做 哪来那么多事 丝毫没有把炸鸡书放在眼里 等丁丁书离开之后 炸鸡书冰冷的表情终于浮现出笑容 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 等博尔萨和丁丁书干起来 他就有机会创造自己的地步了 晚上老迈克正在港厅看着报纸 这时候炸鸡书的手下 拿了一个包裹给迈克 看样子里面最少得有几个W 然而面对这笔巨款 老迈克一点兴趣都没有直接拒绝 寸头哥是满脸的不理解 迈克的做法提起了兴趣 于是亲自驾车来找迈克谈谈 虽然迈克的所作所为不是为了自己 但自己却实实在在地获得巨大利益 这时候炸鸡书起了爱才之心 也许是炸鸡书的调调跟自己很大 老迈克没有明确拒绝也没有答应 就在炸鸡书转身离开的时候 他回头告诉迈克自己 阻止他杀丁丁书的真正原因 能让一向冷酷的炸鸡书 说出自己心里的秘密 看来炸鸡书已经非常认可老迈克了 这天吉米双方终于开始了速前转 协议一旦生效 吉米将会在未来一年内 每周一参加社区服务 一年之内不能做任何违法的事情 如果期间犯罪了 就会连同新的罪名 一起受到最大限度的追溯 双方很快就完成了这次速前转 就在吉米准备离开的时候 海姐认为吉米写的悔过书不够诚恳 他希望吉米当着他的面向查克真诚认错 吉米尽管不情不愿 虽然表面上是在指责自己 但明眼人都能听出吉米是在指桑骂坏 查克虽然极其不爽 但他还是忍了下来 之后海姐让吉米赔偿查克321美刀 但查克这时表示应该赔偿323.98美刀 2.98美刀是赔偿被损坏的录音带 查克的这一举动让吉米惊得亚麻呆住了 他不明白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人生共愤的事 能让查克对他恨之入骨 赔偿结束之后吉米一脸不爽地离开了现场 而金则叫停了查克二人 金指责查克明明用录音副本陷害了吉米 怎么还装作一副大意凛然的样子 哈姆林正准备替查克解释的时候 查克大方地承认了此事 并且告诉金在听证会上这盘磁带会被当作证据当庭播放 等查克二人嘚瑟地离开之后 金找到正在等他的吉米 看样子吉米和金早就想好了应对之策 刚刚也只是为了确定查克是不是真的留有录音感 为了找到一个手脚灵活的人 麦克推荐吉米来这家诊所碰碰运气 吉米把自己的需求告诉了寿意 金这边提前完成了银行扩张的申请案 凯特夫妇对金的表现非常满意 表示以后有大把的活介绍给金做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金把查克起诉吉米的事情告诉了凯特夫妇 但是字里行间都在暗讽查克的不是 金表示现在吉米正在和我合伙开律所 如果你们有任何顾虑 我们可以探讨一下接下来的合作 金的一席话真诚而又谦卑 查克这边带着哈姆林和律师协会的辩护律师来到现场裁点 可想而知查克在律师协会的影响力有多大 哈姆林认为查克没必要亲自出庭 如果查克因为犯病而导致败死 那么这对律所的声誉将会造成恶劣影响 案子已经十拿九稳了 但他并不只是希望吉米被禁止职业一两年那么简单 而是想要彻底的将吉米踢出律师界 几天后听证会如期举行 律师阿力向法官陈述了吉米的罪行 并表示有一段录音能作为辅助证据 金作为吉米的辩护律师 表示对诉前转移陈述的罪行并无异 而是关于两兄弟的感情 我们相信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后 各位会认为吉米是律师界不可或缺的人才 轮到证人出场开炮了 哈姆林将吉米闯进查克家的一系列行为都陈述了一遍 没有添油加醋也没有扭曲事实 金不慌不忙地将西装的扭扣扣上 然后询问哈姆林对吉米的看法 哈姆林表示吉米是个很积极的人 能通过自学就考到了律师资格证 无一步说明他是个努力向上的人 金质问哈姆林为什么这么努力的一个人律所 却不雇佣他 哈姆林回答说是为了避免裙带关系 金反问说道 连你都是靠继承父亲的位置才进的律所 是谁在担心裙带关系的影响 Charles McGill 自从查克患病之后 就是吉米在无微不至地照顾他 每天都给他的哥哥带食物和生活用品 对此哈姆林表示金说的都对 金简单的几个提问就让还没出场的查克 在众人心中留下了一个国情寡义的印象 接着金问哈姆林之不知道查克得的是精神疾病 几位法官提醒金哈姆林并不是精神专家 为了让案子从回吉米这个主角身上 律师阿力表示要当庭播放录音证据 就在众人准备播音设备的时候 吉米把胖妹喊到了身边 看样子 吉米还为此次听证会准备了大招 因为弟弟通过自学当上了律师 这让科班出生的哥哥气不打一出来 他不遗余力地想把弟弟踢出律师节 但还想树立一个好的口碑 此时正在播放查克偷偷录制的词带 这是金第一次听见录音代理的内容 知道吉米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 他心里别提有多感动 随着录音播放完毕 吉米的好哥哥查克就要登场了 因为众人都知道查克患有电磁过敏的症状 所有人的手机等电磁设备需要拿到屋外 吉米只上交了手表 表示自己的手机留在了车里 此时哈姆林已经带着查克来到了法院 上楼梯的时候被我们的神偷修尔撞了一下 在查克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修尔已经动了手脚 宣誓完毕后 阿力问查克在录制磁带时是否处于清醒状态 因为录音中的查克声音有点错乱 查克表示一切都是自己的表演 夸张了疾病的病症只是为了方便获取真相 虽然我得的电磁过敏症没有经过医生诊断 但是30年前没有人听过花生过敏 艾滋病也是1981年才被确诊 所以这些事情需要时间来解释 查克坚定自己只是单纯的电磁过敏 跟精神疾病完全不搭边 阿力最后询问查克恨不恨你的弟 查克口口声声说着不恨吉米 表示自己只是为了维护法律尊严 吉米等待的神秘人物也终于来到了现场 此人正是查克的前妻利贝卡 利贝卡的到来让一直从容不迫的查克内心荡起了涟漪 原来在两年前 离婚不久的查克患上了电磁过敏症 为了让老哥和利贝卡重修于好 吉米找人将老哥屋里装上各种电器掩饰查克的症状 只为了让老哥给利贝卡留下个好形象 吉米提醒过老哥谎言的代价会很大 但是老哥表示自己撒谎也是善意的 查克精心安排了一个烛光晚宴 等利贝卡到来后 查克表示今天不知怎的就突然停电了 所以他只能找邻居借了些眼影装备 让利贝卡对此深信不疑 甚至还觉得这样更有浪漫气息 吉米识相的离开为二人创造条件 二人也开始回忆曾经的点点滴滴 气氛也越来越有情调 眼看两人就要有复婚苗头的时候 利贝卡的手机不合时宜的响了起来 他完全没注意到查克的变化 顺其自然的就拿起手机接听 查克的脸色逐渐变得猙獰 他连忙跑到厨房躲避 但是利贝卡就像跟屁虫一样又跟了过来 查克终于退无可退人无可忍 直接把利贝卡的手机扔了出去 明明可以坦白真相换取谅解 但查克却把锅甩给了利贝卡 直接就让两人复婚的希望破灭了 故事回到现在 看见利贝卡的到来 查克申请了15分钟的休停时间 利贝卡这次前来是因为吉米将查克病情告诉了他 他特意赶来看望查克 利贝卡问查克当年为什么不告诉他事情 他告诉利贝卡吉米说的都是谎言 希望利贝卡好好看看真实的吉米是什么样子 休停结束之后 轮到吉米和查克这对亲兄弟之间的较量 吉米当众指责查克是故意设下了陷阱让自己上逃 你夸大了自己的病症 还把房子贴满了锡纸 你为了让我落入陷阱做了这么多工作 吉米反驳说到你怎么会知道刺激我就能成功 还不是因为你知道那种东西最让我担心 而我认为这盘袋子只证明了一件事 法官们虽然认为吉米说的很有道理 想要扳倒查克吉米得证明 查克得的是精神疾病 于是吉米开始围绕着查克的病情发起攻势 吉米质问查克的病情是不是从离婚不久后开始的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离婚原因导致的病症 查克肯定地表示不是这个原因 他和前妻当时是和平分数 他看着利贝卡说道 吉米当着你的面揭穿我的秘密 只是为了让我乱了阵脚 他让查克仔细说说发病时候的感觉 查克淡然地表示发病时胸闷气短 呼吸困难 还能感受到万箭穿心的痛苦 吉米这时向胖妹抛了个媚眼 胖妹心领神会走到外面 将神偷修尔带了进来 吉米问查克如果现在有一块电池摆在你跟前 你会有感觉吗 查克果然了解吉米 瞬间就猜到吉米身上有猫腻 吉米质问查克为什么我离你这么近 你都察觉不到电影 查克淡定地将手机拆开 表示里面并没有电池 我感觉到这个 这不是个弱 吉米反而平静地让查克摸摸自己胸前的口袋 只见查克装逼地摸了摸口袋 脸色瞬间就变得不自然了 这才是吉米真正的杀招 他指着修尔质问查克 他可以证明这块满电量的电池 是他一个半小时之前放到你口袋里的 这么久了你居然一点感觉都没有 在众人惊呆的目光之下 查克的阵脚终究是乱了 他大声地告诉众人我不是疯子 我清楚地知道是吉米调换了银行地址的号码 我知道是1216号和大宪章签署日一数之差 这句话瞬间就让查克把自己给坑了 看过前几集的都知道银行地址的号码是1261号 是吉米把它改成了1216号 此时近乎疯狂的查克已经口无遮拦 说起了吉米曾经的那些丑事 例如找群演配合登上报纸头条 还对吉米小时候偷收银台的钱也慷慨激昂地批评一番 甚至还学起父母偏袒吉米时的语气 一个口口声声说爱自己的弟弟 居然把弟弟恨到了骨子里 现在说查克精神没有问题都没人敢相信了 吉米终究是靠他的那点小伎俩赢得了胜利 然而兄弟俩的感情在此刻彻底的破碎了 因为丁丁书的运输链被佛伯乐端了 所以日常运货都是靠炸鸡书帮忙 这天那桥来区属于丁丁书的五块冰糖 当那桥不讲武德拿起第六块冰糖的时候 阿泰问那桥数学是不是体育老师教的 那桥淡定地将第六块冰糖收入囊中 表示这一切都是丁丁书的意思 阿泰斜着眼含情默默地看了眼那桥 然后向同伴表示自己去打个电话 虽然顺利薅到炸鸡书的羊毛 但是那桥并不像看起来的那么淡定 他非常害怕一不小心就隐恨东南了 而此时炸鸡书正在一处废弃工厂内考察 根据环境设备可以确定这里之前是一家洗衣厂 考察完毕后炸鸡书回到了车上 原来这地方是丽迪亚介绍给炸鸡书的 那桥回到丁丁书的地盘后 丁丁书好奇炸鸡书有没有被吓尿 那桥很想回答自己快被吓尿了 但还是把拿货的细节告诉了丁丁书 这时小便男接到了图库手下打来的电话 小便男出去接电话后 丁丁书把主意打到了那桥父亲的座椅皮革厂上 用炸鸡书的运输线始终不是长久日记 找一个新的合法生意来发展供应链才是王道 这时小便男接完电话回来 表示图库因为刺伤预警被单独监禁起来 原本图库蹲半年就可以出来 这下搞得可能一辈子都出不来了 丁丁书气得直接掀翻了桌子 他本来就是替图库暂时管理一下地盘 以后还指望图库回来给他养老送中 现在希望破灭气的他心脏病都犯了 就在丁丁书拿出药的时候 一粒药不小心掉在了地上 那桥连忙起身表现出很关心的样子 趁机偷偷把药踩在了脚下 丁丁书叮嘱那桥抓紧把他父亲的失落失好 然后就大摇大摆地离开了 看着丁丁书离开的背影 那桥觉得自己必须得做点什么 不然自己和父亲恐怕就要遭殃了 哈姆林安慰查克说道 如果一年内能抓到吉米犯了错误 那么他还是会被吊销执招 你应该好好地利用这一年 否则一切都会前功尽弃 况且因为吉米那种上不了台面的人荒废自己 是最愚蠢的决定 哈姆林的一戏话 让查克的斗志又点燃了起来 是啊 毕竟他还有美好的事业要做 以后随便找个机会就能收拾吉米 何必因为一时的失利惩罚自己呢 哈姆林离开后 查克之身一人来到灯红酒绿的街道 努力尝试着克服电磁带来的不是的 发誓以后一定要将场子找回来 在内桥的威逼利诱之下 阿图又一次选择了统协 因为诉前转移的协议已经生效 吉米不仅不能从事律师工作 每周一还要参加社区的义务劳动 这可怜兮兮的样子别提有多可怜 为了解决温饱问题 吉米干起了拍摄广告的工作 俗话说人倒霉喝口水都塞牙 吉米的小破车关键时刻也罢工了 几人无奈只能坐公交车 来到拍摄现场准备就绪后 乐器店的两兄弟觉得太贵不想拍了 尽管吉米说的天花乱坠 但是两兄弟就是嫌太贵了 眼见刚组好的团队就要散了 吉米表示先免费拍一支广告 效果好的话再收钱 事后吉米自掏腰包给团队 其他三人发工资 本来生活拮据的他钱包立马就建立了 吉米此刻的状态就如丧家之犬一样落魄 古人云吃一欠掌一掷 因为上次棒球卡被托之时 还搭进去了一辆汉马H2 阿兔再也不敢一个人去和内桥交易了 于是就想请老迈克帮忙 但迈克自从抢了丁丁书的货车后 根本就看不上这三瓜俩早了 还劝阿兔别再做违法乱据的事 阿兔不死心直接告诉迈克这次 还是和内桥交易 还把内桥需要的空胶囊告诉了迈克 同时表示这次会给迈克双倍的报仇 老迈克一听这话就不想再理阿兔了 直接表示自己不感兴趣 告诉阿兔赶紧想办法抽身 原本迈克是不想参和内桥的事情 但晚上的倾诉交流会改变了他的想法 一个女人向众人倾诉了他的不幸遭遇 他的丈夫是个退役海军 八年前却无缘无故地消失了 找不到活人也见不到尸体 这么多年他每天都看着丈夫的制服发呆 盼望着丈夫有一天能回归 女人的一番话深深地刺激到老迈克的思绪 他何曾不是时刻思念着自己的儿子 此时他想到那个被丁丁书杀害的无辜路人 他的家人估计也在思念着他吧 于是老迈克打给了阿兔 一处废弃工厂内 奈乔对于迈克的到来非常意外 迈克表示自己清楚奈乔的计划 知道奈乔是为了对付丁丁书 他问奈乔打算怎么换药 奈乔说丁丁书通常把药放在外套口袋里 他把外套挂起来的时候 我就趁机把药换掉 老迈克告诉奈乔赛拉曼家家族可不是好惹的 你应该知道被人发现的后果 内奈乔表示自己也不想这么做 但是现在自己的父亲已经被惦记上了 以他的性格肯定会选择报警 到时候丁丁书必然会送他隐恨功难 见奈乔做的一切是为了家人 迈克打算提醒那奈乔一下 他先是谨慎地看了看奈乔的车上有没有定位器 确认没被跟踪后 老迈克语重心长地说道 不用想老迈克说的肯定是炸鸡书了 但是内奈乔此时还不认识炸鸡书 所以是一脸的猛批老迈克只是告诉他 如果有人察觉药片不起作用了 肯定会检查药片 虽然听证会已经结束很久了 但是金却觉得自己伤害了一个病 从而每天郁郁寡欢 吉米则觉得自己现在的落魄生活 都是查克一手造成的 所以对查克是气不打一出来 听完吉米说的话 金的心情好受了一些 也许是静默止黑的愿望 他居然主动邀请吉米施展篇数 金自己都不知道已经被吉米影响到了做事原则 第二天 吉米来到了保险公司退保 因为他一年都不能从事律师工作 但他已经交了一年的职业过失保险金 可是吉米想的太天真了 天下乌鸦一般黑 这不保那不保是保险公司的核心宗旨 退款更是难上加难 尽管低声下气的苦苦哀求 但是保险经理根本不买账 还表明因为吉米被起诉的原因 明年的保费还要上涨1.5倍 终于吉米情绪崩溃了 直接哭了起来 吉米像是一个被遗弃的孩子一般 向对方倾诉自己的不幸遭遇 被社区服务折磨得筋疲力尽 不仅被蹂躏还被剥削 让女朋友对自己很失望 还遭到得了精神病的亲哥哥背叛 见对方已经把查克列为了关注对象 吉米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出了门的吉米 表情立马就变得猙獰起来 这一刻他对查克的恨也到达了顶点 既然让我落魄成这样 那大家就一起毁灭吧 老麦克驾车来到之前 抢劫丁丁书货车的地方 看了看那桥告诉他的详细地址 老麦克用金属探测仪开始搜寻起来 经过大半天的寻找 终于挖到了自己寻找的目标 看着无名纸上的金属戒指 老麦克确定这个好心路人是有家事的 然而这个美好的家庭却因为他破灭了 老麦克能做的就是打电话通知佛伯乐来认领尸体 起码能让这个人的家人不再苦苦等待 那桥拿到了空胶囊后 开始向里面灌其他的药 假药准备好后 那桥还排练起如何调换外套里的药物 看样子他是想做到万无一失 不然被发现的话肯定会死得很惨 深夜的时候 那桥偷偷来到丁丁书收款的饭店 将饭店的中央空调给破坏了 第二天 又到了每周一次的收款 丁丁书热地把外套挂在了椅子上 那桥则是抽出一张纸币看了起来 故意引起丁丁书的注意 说话的功夫那桥就把手伸进了兜里 但这个口袋里没有东西 于是那桥故意将钱洒落一地 惹得丁丁书是一脸的嫌弃 心想现在的年轻人怎么都毛手毛脚了 那桥蹲下来捡钱的时候 又把手伸进了另一个口袋 顺利地把急救要揣进自己的兜里 回到自己的座位后 那桥拿出了提前准备好的药物 这是一个洛塞胡小弟过来交份子钱 洛塞胡拿出钱后就想在那桥面前装个逼 告诉那桥自己是如何把隔壁街道的那伙人撵抖了 但那桥这时候哪有心情听他扯犊子 自己还有要紧事需要做呢 直接把洛塞胡撵走了 洛塞胡本想跟丁丁书套一下近乎 但看丁丁书那个死样子就放弃了 他也知道丁丁书根本瞧不上他们这种小喽喽 等洛塞胡走后 那桥开始了自己的行动 虽然手都在颤抖 但他还是不慌不忙地将药物掉包 掉包完成后 那桥深深地喘了一口气 调整好状态 那桥起声问丁丁书要不要来杯西湖龙井 得到示意之后 那桥端起茶杯就往后出走去 看那乔治颤抖的双手 就知道他的小心脏有多紧张 黑灯瞎火的夜晚 只为等待一个电话的到来 迪奥在电话里表示 顾客对整合后的运输方式非常满意 风险也变得更小 以后整个供应链全部由炸鸡书负责 丁丁书气急败坏之下 心脏病又犯了 拿出被掺了假货的急救药就砍了起来 炸鸡书自始至终 都是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看了他 因为吉里在保险公司的那番话 保险公司认为查克的精神问题很严重 一不小心就会让他们公司赔偿很多钱 负责人表示查克和律所的所有职业律师 都得找双倍的保险 目的就是为了让查克等人撤保 或者给他们一大笔钱 但如今病情好转的查克正准备大找 根本就不把保险公司的两人当回事 查克表示我随随便便就能指出一堆你们的违规 你们要不就好好对待我们 要不我就在法庭上好好招呼你们 查克用强硬的态度送走了欺软怕硬的保险公司 然后向哈姆林说道 下班之前就能用一封律师喊稿的他们等个道别 用不了一周他们就会回到办公桌上求着我们撤走 哈姆林这次没有跪舔查克 而是问查克还记得一个名叫埃尔的律师吗 人家退休后在新墨西哥州立大学当教授 他很愿意请你过去和他们的学生交流交流 查克没想到自己的头号小弟 会在自己重出江湖正式上班的第一天让自己退休 为了向哈姆林证明自己老当一壮 查克打开了办公室的电灯 还情绪激动的拿起台灯要舞扬威 哈姆林坚定地告诉查克你必须退休 我和其他合伙人已经对你没有了信任 见哈姆林态度这么坚决 查克也不打嘴炮了 浑浑噩噩地离开了律所 金这边在凯文的介绍下 借了一个尤田税收纠纷的案子 加特林的尤田处于德州和新墨西哥州的交界中 虽然开采设备没有过节 但是尤田已经从德州扩张到了新墨西哥州内 于是他得向两个州同时缴税 加特林表示这些必须在两个星期内搞定 不然他可就要因为税收问题大出血了 金虽然能力很强 但毕竟是一个人 接下这个案子就意味着这两个星期不用睡觉 但金还是硬着头皮接下来 为了生活只能拼一把 回到车上后 金把今天的谈话细节和接下来的工作重心 用录音笔记了下来 典型的事业女强人 这个男人为了马妹 是巨资买了一双安踏当礼物 一下就把老太太哄得开开心心的 吉米这边哄好了艾琳 另一边就来基要度养老院挑拨利剑了 原来艾琳是基要度案件的委托人代表 只要他现在点头 基要度的赔偿款就能下来 但艾琳把一切都托付给了律所 律所为了得到更多赔偿 现在不同意和解 想拿钱只能让艾琳点头才行 吉米表示艾琳可能收到了好处 所以才买得起昂贵的安踏剑不鞋 吉米表示赔偿金差不多就是这么多 现在拿盒以后拿差距不大 早拿早享受 拖的时间长了恐怕是没付销售了 吉米几句话就把艾琳这个善良的老太太 塑造成一个自私自利的人 第二天 艾琳像往常一样在商场见过 但她的好姐们已经开始孤立她了 这让原本心情大好的老太太瞬间就勇圈了 为了再给老太太火上刁板油 吉米深夜挑灯改良冰果游戏的道具 她用注射器将磁流体注射到几个选好的号码球面 这种液体具有很强的磁性 这样她就可以通过磁铁随意操纵动脚的号码去 吉米来到基要度养老院举办冰果游戏 艾琳老太太热情洋溢地到达了现场 但发现往常最要好的姐们居然都不搭理自己 甚至都不让她和他们坐在一起 此时一个老头抽中了大奖 在众人热情的掌声中拿到了奖品 吉米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给艾琳送了张特质卡片 这些特质的小球就像装了导航一样 麻溜的就往外面窜 艾琳看着每一个号码都和自己的数字卡对的上 瞬间就惊讶地合不拢嘴了 I think bingo 众人发现中奖的是艾琳 瞬间全场变得鸦雀无声 每个人都露出了不友好的表情 艾琳看着台下冷漠的众人 扔下奖品就离开了现场 吉米为了一己私利 不讲伍德地坑害老人们 这和查克对他的看法好像不谋而合 吉米就是一个违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但事后又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悟 艾琳老太太向吉米伤心地哭诉 她不理解为什么突然之间自己就被孤立 吉米虽然心里很不是自慰 但还是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会不会是和解的事情 也许他们想要那笔钱改善生活 而你却没有为他们考虑 丁丁叔来到内乔父亲的皮革场考察 打算用马内收买人心 眼珠子瞪得跟同龄一样装傻卖萌 丁丁叔见对方不时好歹立马就准备翻脸 这时内乔站出来打圆场 忍一时风平浪静 内乔父亲也懂这个道理 无奈拿起丁丁叔的赏钱 丁丁叔临走的时候 内乔告诉丁丁叔自己会把父亲搞定的 让丁丁叔放一万个心 但丁丁叔已经对内乔的父亲动了杀心 镜头一转 因为成功忽悠养老院的老人们 既要读案件大概率快要合点了 吉米大出血买了一瓶蓝宝石龙蛇蓝掌金庆祝 他不明白集体诉讼案怎么会进行得这么快 也不知道吉米从哪得到的消息 金因为着急去给顾客送资料 所以表示晚上回来后再聊 在路上开车的时候 金还一刻不停地排练着辩词 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神游天外了 虽然车撞毁了 但是金并没有什么大问题 只是胳膊撞鼓折了 吉米赶来后看到金这个样子 满脸的心疼 金第一件事不是休养 而是让吉米开着小破车过来收拾客户资料 这可是他几天不睡觉整理出来的 第二天哈姆林律所内 查克正在和律所骨干们开会 查克表示如果我把律所告上法庭 那么对律所的名声损害极大 还要花费一大笔钱 这肯定不是你我的第一选择 律所可以买断我 但价格高的几乎能让律所破产 我也不希望律所毁在我的手里 所以我推荐第三个选择 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些不愉快统统抛到脑后 继续像以前一样共同发展 难道不相吗 哈姆林并没有买账 而是让公司骨干们先离开 等人走完后 哈姆林对查克说道 我们已经合作了17年了 好不容易才把律所发展成这样 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支持你 崇拜你 因为你始终都以公司利益为主 但现在都被你的私人恩怨取代了 我同情你才委婉地提议你退休 结果你居然不念旧情 直接就起诉我和律所 说你是白眼狼都是抬举你了 但查克认为是哈姆林背叛他 见查克这老东西不讲道理 哈姆林也不打算浪费口舌了 直接掏出一张300万的支票 这是他东拼西凑还带了款凑出来的 剩下的600万以后 按协议付给查克 查克没想到哈姆林 居然自掏腰包也要让他退休 这一刻他可以说是心如死灰 在律所全体员工的见证下 哈姆林宣布公司领导者查克 今天正式退休 在众人虚伪的掌声下 查克就这么可怜兮兮的被无情抛弃了 第二天一大早 吉米给金做好了早餐 看着金一只手笨猪的样子 吉米很想为金吃饭 但又怕伤了金的自尊心 金一眼就看出吉米的小九九 提醒吉米不要小瞧他 吉米看着受伤的金 明白金这么努力工作 就是为了一人把律所撑起来 所以吉米打算将律所关了 他的良心告诉他 不能再让金承担这么多压力 金也发现自己工作太拼了 完全不顾后果的发生 工作一星期只睡了六个小时 连闯三个红灯都没有发觉 假如不小心撞死了人 他一辈子可能都活在愧疚之中 下午的时候 胖妹带着税收纠纷案的资料 来到了金的家中 金翻着之前安排好的行程表 不禁陷入了沉思 他没想到自己的行程表 安排得这么紧密 做事情得量力而行才对 不然真出点意外毁之完影 金让胖妹把一周内的 所有行程都推掉 然后带她去一个地方 之后两人来到了一家影像店 金开开心心地挑着 自己喜欢的电影光碟 而胖妹则在一旁帮她拿东西 还要和顾客打电话 推掉见面行程 看样子金是想在未来一周内 好好休息一下 为了父亲不被丁丁书祸害 内乔打算先下手为强 看了看周围没人到来 内乔慢慢靠近屋内准备动手 这时两辆车同时开了过来 原来今天是博尔萨和丁丁书 谈判的日子 小便男带着洛塞湖前来保驾护航 内乔虽然失去了暗杀的机会 但何尝不是保住了一条性命 不然动手的时候被发现肯定死翘翘了 没过一回 南方负责人博尔萨带着炸鸡书开车到来 博尔萨只高气昂地宣读了迪奥哥的口语 从今往后境外只有一条路线 那就是炸鸡书的运机卡车 我们没有对你和塞拉曼家家族不尽 只是单纯地为了安全和效力 丁丁书气冲冲地问博尔萨带炸鸡书过来干什么 博尔萨表示迪奥哥希望两人化干戈为玉伯 丁丁书是气不打一处来 他和他的家族出钱出力建立了整个事业 到头来他却被一脚踹开了 还要受炸鸡书的鸟气 是可忍孰不可忍 情绪激动之下丁丁书的心脏病又犯了 丁丁书连忙拿出急就要吃了下去 但奈何好像一点效果都没有 直接就休克了过去 炸鸡书顿时就慌了 他可不允许丁丁书就这么舒服地隐恨东南 急忙叮嘱小便南报警 还告诉博尔萨救护车和条子到来之前赶紧走 炸鸡书一边给丁丁书做着心肺复苏 一边骂骂咧咧地警告丁丁书别死 而那桥就像没事人一样默默地解着散落的药 等救护车到来后 那桥把真正的急就要交给了医护人员 然而这一幕已经被炸鸡书给盯上了 隔天早上 吉米来到查克家探望查克 这时他听证会后第一次来到查克家 一进门就发现琳琅满目的家用电器 还发现客厅里放着泰徐坤的成名歌曲 吉米看着老哥克服了心理疾病 感到非常的开心 他向查克诚诚地表示 如果上天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 我可能会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处理我们的矛盾 查克非常不理解吉米的想法 做都做了后悔有个毛用 查克对吉米的了解可以说是透彻入 他对吉米表示如果不改变自己的行为 最终你会让身边所有人都受伤 而你却始终改变不了自己 所以接受现实吧 听完老哥真诚的一番话 吉米阴暗面的小火苗也被彻底地点燃 这一刻起 他面对查克不再感到愧疚 别看查克教育起吉米来是一套一套的 但是晚上辗转难眠的状态 也说明了他并不是那么洒脱 他把一切归结于电流的影响 默默起床把电闸全部都关过 然后躺在床上沉思了起来 第二天 吉米带着小礼物来找爱玲庆子 他问爱玲打算怎么花那笔和解精 但老太太并不在乎钱的事 他更关心的是好朋友们何时能原谅他 见老太太为这件事愁眉苦脸 吉米只好为自己的行为擦起了屁股 然而吉米越帮爱玲说好话 就越让爱玲的朋友对他反感 几个老太太坚定认为爱玲是见风使徒 根本不是真心实意的认同 回到家后 吉米把自己的烦心是说给了金平 表示自己只擅长挑拨理解 对于重建关系真是一点都不在行 金心平气和地告诉吉米 也许可以用你擅长的方式解决这件事 金的一句话点醒了不知所措的吉米 吉米瞬间就想到了主意 但他心里并不太想用这个方法 奈何良心过意不去 第二天吉米就来到养老院 代替别人给老人们上一家课 老人们对吉米的到来都非常开心 然而瑜伽课刚开始没多久 戴维斯律所的小助理就气势汹汹找到吉米 小助理把吉米喊到外面 一张嘴就说自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从爱玲老太太的嘴里 把吉米的谎言问了出来 你完全扭曲了案件的真实情况 这就是吉米不想用的方法 用自己老年律师的前途 和一百万的和解金 来换取爱玲和她朋友们的友谊 事后吉米对小助理表示了感谢 但小助理却说自己刚刚的一番话 都是发自内心的 用一百万和自己的事业 解决了爱玲之事 吉米来到律所整理办公室的东西 她直接就把名片和扔进了垃圾桶 反正以后也不会有老人找她了 她拿回执照后必须要开拓新的模式 然而金却把名片和剪了回来 表示以后的是谁也说不准 查克这边看着转动的电表无可能 明明已经关闭了电闸 但是电表就是转个不停 于是她打给了宫电公司 宫电公司表示下周三才能派人过来 查克无奈只能靠自己找出问题存在 她通过触摸仔细感受电流的存在 但凡觉得有问题的地方就拿螺丝刀凿开 凿不开的地方就拿斧子劈开 好好的一个家被折腾成千疮百孔的模样 最终查克在墙内扯出了一根电线 但发现屋外的电表还在转动 仿佛是在告诉查克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的 查克这时终于受不了了 抄起家伙就让电表隐恨西北 经过一天的折腾 查克已经把屋内翻了个底朝天 所有的电器都扔出了屋外 但仍然能感受到电流对她的影响 这一刻查克内心终于承认自己得了精神病 想想自己之前的荒诞举动 前妻 弟弟 同事都因为自己的原因离开了自己 查克的精神在这一刻终究是崩溃了 他一脚踹翻了桌上的煤油灯 选择了自焚来告别这个世界 丁丁书被救护车接走后 炸基书看那桥的眼神都变得深情起来 仿佛已经看透了一切 炸基书走到一边打给博尔萨汇报情况 内桥则想着赶快把身上的假药给处理掉 这时他发现了一个有缺口的下水道壁子 于是就想将假药扔到下水道里 正当内桥慢慢靠近准备动手的时候 炸基书开口说博尔萨要见他 那桥被带到了一个炸基书的原料仓库内 明明很凉爽的夜晚内桥竟然在冒冷汗 可想而知他是多么害怕漏线 博尔萨对常年跟在丁丁书身边的小便男有印象 但是完全不认识内桥 小便男解释说那桥是屠库的手下 人事相当的可靠 博尔萨一听也就放下心来 毕竟塞拉曼家训练手下很有一套 接着就向二人下达了圣旨 丁丁书可能是中风了 不知道啥时候能回归 但是塞拉曼家的地盘还是塞拉曼家的 该收的账要去收 一分钱不能少 谁敢有二薪的话 你们必须得出手干预 明天晚上有一批货道 你们要像从前一样把货处理好 乖乖听话就少不了龙华富贵 博尔萨跟大家的老板没什么不同 画大饼的功夫也是堪称一绝 安排好那乔二人的任务后 博尔萨问炸基书对今晚这是有什么看法 炸基书表示肯定有人会背叛塞拉曼家家族 看来这就是炸基书一直隐忍的原因 那桥开车来到一座大桥上 直接把假药扔进了河里 这时他紧绷的神经才松了下来 然而他的一举一动 早就被炸基书的手下维克多看见 第二天一大早 接到消息的吉米火速赶到了查克家 这时大火才扑面没多久 消防队员正在收拾家伙离开 吉米一来就发现老哥已经被验尸车拉走了 哈姆林劝吉米冷静下来 经从消防员口中得知是没有灯意外坠落引发的火灾 查克是窒息而亡 走得很安详 然而吉米非常清楚不可能是意外 前几天见查克的时候 他还依附正常人的模样 甚至还在客厅里放昆昆的成名歌 然而后院遍地的电器说明老哥又犯病了 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刺激了查克 老哥最终无法忍受痛苦选择烧死自己 不得不说两兄弟对彼此都非常的了解 老麦克因为找炸基书帮他把抢来的钱洗干净 所以炸基书让利迪亚在穆哥集团 给麦克安排了个安全顾问的职位方便洗钱 有了新工作老麦克也不用再干收费员的活了 来到戴希家多陪陪孙女难道不香吗 老麦克告诉戴希自己找到的新工作 工作时间自由决定薪酬还高 可把戴希羡慕坏了 老麦克回到家后发现有一封穆哥集团寄来的信件 拆开一看是上周的工资表 看着那一万美刀的周星 老麦克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这要不了几个月就能把他的钱洗干净 晚上吉米接到了哈姆林的电话 哈姆林把他写好的副告念给了吉米听 内容主要是介绍查克的丰功舞技 吉米听了一会后就不耐烦地放下了手机 金健壮拿起手机告诉哈姆林 一切都照你的意思办就行了 吉米这边没有任何意见 看着闷闷不乐的吉米 金知道这时候少说话为好 金从箱子内找出吉米之前买的蓝宝石龙蛇兰 两人干完这瓶酒后 吉米就在沙发上干做了一夜 他认为是自己在听证会揭穿了查克的精神病 才导致查克不堪重负地选择了自杀 老迈克挂着一个光头的工作牌 大摇大摆地就混进了穆哥集团旗下的穆哥连运公司 安检仿佛形同虚社 就连公司的工作人员都是睁眼瞎 工作牌上的照片和他年龄差那么多 这些个员工居然都发现不了 老迈克来到了员工休息室 拿起杯子就接起了咖啡 这时两个同事也来混吃混喝 这两个家伙一直在讨论李小龙和拳王阿里谁更强硬 丝毫没注意迈克这个陌生人 迈克为了引起两人注意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原本以为这二人会发觉他这个外人 然而老迈克确实高估了他们的警惕性 二人把他叫停只是为了在生日夜名单上签个字 之后老迈克来到物流中心 左瞧瞧右看看 发现问题就写在本子上 甚至在垃圾桶内找到重要资料 之后老迈克把公牌物归原主 然后找到了公司经理 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今天发现的问题 俨然一副领导做派 公司经理终于受不了了 打断迈克的喋喋不休之问迈克是哪分聪 经理表示没听说过安全顾问这号人物 迈克不屑回答说那是你的级别太低了 要是不相信就找你的顶头上司力迪亚问问 看看我恶门绍特是不是浪得虚运 偌大的葬礼上 几乎整个律师界的精英都来到了现场 面对众人的虚伪寒暄 吉米无精打采地回应着 除了利贝卡偷偷抹着眼泪 又有几人真正为查克感到伤心 吉米和金回到家后 哈姆林早早就坐在门口等待 哈姆林表示欠吉米一个真相 查克靠着没有灯生活了两年都没出问题 实际上我认为这一切的发生都不是意外 你大概知道查克从律所退休了 但事实是我们产生了分歧 是我逼他离开的 查克自从听证会之后病情反而好转了 能来公司正常地上班 直到出了保险那件事 听见保险二字 吉米瞬间就想到了什么 连忙装作无辜地询问哈姆林保险是怎么回事 哈姆林表示是职业过失保险 保险公司不知道怎么发现了查克的状况 于是就想趁机涨价敲诈一笔 查克想要开战却被我阻止 而且我还强迫查克离开了律所 原本垂头丧气的吉米在这一刻变得轻松活跃起来 听完哈姆林的一番话 吉米才明白查克是真的不在乎他 他在听证会上那样伤害查克 查克反而病情好转了 而哈姆林只是拒绝了查克一次 查克就犯病自杀了 老哥并不是因自己而死 吉米此时是真的卸下了包袱 至于他到底难不难受 恐怕只有吉米自己清楚了 既然哈姆林把老哥的死因归咎到自己头上 正好让吉米在这件事上得到解脱 释怀后的吉米打算找份工作开始新生活 一大早就为金做好了爱心早餐 金颖约觉得吉米的情绪不大正常 所以劝吉米找工作的事可以慢慢来 然而吉米认为不能再拖金的后腿 毕竟现在家里是金的临时办公室 自己窝在家里也不是个事 吉米先是来到一家复印机店应聘推销员 通过交谈亨利发现吉米对复印机是相当的了解 使得亨利对吉米非常的看好 这一切都得益于吉米在收发室的工作经历 吉米在货架上发现了一个熟悉的陶屋 隐约记得是在他第一个老年客户的家里见过 老板奈夫的道来打断了吉米的思绪 奈夫表示这些陶屋是他的姨妈留下来的 他准备有空的时候当垃圾给扔掉 既然老板到场了 他不明白一个律师为什么要来应聘推销员 但身体却诚实地告诉吉米面试结束了 回家等消息吧 吉米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稀里糊涂地送出了办公室 站在办公室门口想一会 吉米觉得自己应该再试一试 于是扭头就走了回去 在那副二人诧异的目光下 吉米火力全开重新推销起自己 我知道外面有大把的人比我有销售经验 但绝对没人比我更了解你们的复印机 因为我在收发室工作不好几年 我深知复印机的重要性 这是任何商业的核心所在 会导致员工发脾气 从而导致商业活动半死不活 但是一旦用上你们的机器 就会带来良性且强壮的心跳 吉米这一番激情澎湃的演讲 让内夫都认为用他家的机器是顾客占了便宜 当即拍板决定录用吉米 面对突如其来的录用 吉米反而情绪突变 你们连考虑都不需要就把我给录用了 甚至连禁止调查和背景调查都不做 吉米霸气地将二人炒了鱿鱼 要问吉米为什么这么做 可能是内夫的视力也让他想到了查克等人 那种精英阶层的傲慢和虚伪让他反感 吉米代替吉米来到哈姆林律所参加遗产分配会议 一进门就发现不知道是哪个傻缺 把查克的肖像挂在了大厅里 利贝卡此时已经签署了好多继承文件 虽然不知道具体数目 想必查克应该留了不少资产给利贝卡 查克把房子留给了利贝卡 然后哈姆林拿出一份遗产协议书 表示只要吉米在上面签个字 就能获得5000每刀的巨额遗产 金认为哈姆林应该是搞小动作 不然身价千万的查克怎么只留5000块给吉米 说完又递给金一份查克生前写给吉米的信 金表示自己有话单独对哈姆林说 利贝卡见状实相的先行告辞 金稍微酝酿了一下情绪 然后就对哈姆林发飙了 金质问哈姆林为什么在葬礼当天告诉吉米查克自杀的真相 哈姆林无辜地说自己只是欠吉米一个真相 他反问哈姆林怎么不欠利贝卡真相呢 我认为你就是想卸下心中的罪补 你还想让吉米在奖学金董事会认知 你明知道这是查克永远不会颁给吉米的奖学金 还有这封骂人的信是什么鬼 查克人都死了还要留下一封封面上写有当话 且不知道什么内容的信给吉米 哈姆林被金说的无地自容 也让他意识到自己做的确实过分了 他问金有什么补救措施吗 查克死了都不忘羞辱吉米 金打心眼里替吉米感到不值 晚上吉米回到家后 金看了看手上的信又看了看吉米的背影 打算暂时不告诉吉米信的事情 吉米也没有将自己推掉工作的事告诉惊 二人都不想把自己的烦恼带给对方 善意的谎言终究是比恶意的真话要好的过 半夜醒来的吉米 想到了白天复印店看见的那个陶友 于是上网搜索了一下价格 发现居然有人报价8740美刀收购 这下吉米坐不住了 既然内夫觉得那是垃圾打算扔了 那么自己偷过来卖掉应该很合理吧 因为怕丁丁叔这么舒服的病史 炸鸡叔派出自己的御用医生 潜入病房查看丁丁叔的病情 他要确保丁丁叔得到最好的治疗 不然他的一系列复仇计划就没有见证人了 医生告诉炸鸡叔丁丁叔体征血压都很正常 但是什么原因导致他醒不过来 暂时还无法得知 但可以确定他的最终下场不会太好 第二天早上 丁丁叔的两个侄子已经从墨西哥赶过来 这时院方带来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医生莫林 来接管丁丁叔这种重病患者的治疗 主治医事件有人接手他的烂摊子 毫不犹豫就把丁丁叔的病例交接给了莫林 莫林用西班牙语问光头兄弟是不是丁丁叔的家属 光头兄弟听到家乡话感到非常惊讶 于是破天荒地回答了莫林的问题 内乔和小便男也来到了病房内 得知二人是丁丁叔的朋友 莫林也没太在意继续说道 一会要对丁丁叔进行电流刺激 你们说的话越多他就越有可能做出回应 莫林说完就出去准备治疗仪器了 留下四个大老爷们大眼邓小眼 光头兄弟毕竟是塞拉曼家的人 所以直接瞪着内乔二人让他们开口说话 在内乔的眼神试一下小便男心领神会 无奈地组织其语言和丁丁叔表白 因为小学都没有毕业 小便男刚准备说话就差点笑场 那乔见小便男文化程度不高 于是也跟着汇报起了工作 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在的时候我们一切都挺好的 光头兄弟听着听着就感觉不对劲了 总感觉那乔二人是在向死人做临终告别 四双眼睛大眼瞪小眼的互相对视着 也许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虎狼之词 见小便男改了话锋 那乔也向丁丁叔表示 你一定能挺过这一关的 但内乔心里肯定在祈祷丁丁叔永远醒过来 晚上内乔二人来到炸鸡叔地盘取过 小便男装逼地告诉内乔今晚还要拿六块冰糖 一会你就看我怎么装逼的吧 两人刚来到仓库就发现桌上摆好了五块冰糖 小便男直接就开始了表演 装腔做事的表示怎么就五块 你们本来就是五块冰糖 双方都是混江湖的 都喜欢装腔做事 那乔反而比较务实 直接亮出了家伙 表示实相的就拿出六包 不然今晚一个都别想离开了 阿太监情况不妙是以为客多再拿一包货出来 小便男也顺势霸气侧漏地把户物装了起来 然而还没得死一小顿 就被炸鸡叔带人从后面偷袭 小便男双手双脚被搭带绑住 猴也被塑料带套住 内乔则被枪指着跪在地上不敢忘了 炸鸡叔既然敢亲手解决掉小便男 那就说明一切都在他的计划当中 天亮后就开始了伪造起杀人现场 维克托开着车碾压过地磁 阿太紧随其后向地面抛洒玻璃碎渣 接着从后备箱把死透的小便男放进车内 然后从各个角度向汽车开枪射击 维克多还在死透的小便男头上捕了一枪 然后示意那桥出场配合 那桥坐上副驾驶后 完成了炸鸡叔设计的剧本 向着荒漠走去营造出逃亡的假象 正当那桥回头的时候 维克多不讲伍德对着那桥的妖子开了一枪 显然这一枪不在剧本之内 最大的可能是炸鸡叔的蓄意报复 那桥艰难地拨通电话后 光头兄弟很快就赶过来 两人谨慎地观察了现场 并未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 顺着地上的血迹走向荒漠 在不远处发现了奄奄一息的那桥 将汽车和尸体一把火点燃后 光头兄弟带着那桥离开了现场 金因为之前过度劳累导致受伤 学聪明的他请了一个助手帮忙 两人来到梅萨维德银行帮凯文起草收购合同 凯文对金的伤势表示慰问 同时也对查克的死表示哀悼 虚伪的问候结束后 凯文邀请金参观他的扩张模型 凯文打算将银行扩张到全国各地 所以花仲金设计了各种房屋造型 凯文的远大理想也让金连想到了自己当初的梦想 曾经的他渴望成为一个维护老板性利益的伟大律师 如今却被梅萨维德银行的扩张牢牢拴住 回去的时候金看着银行大厅里的牛仔雕像陷入了沉思 他将起草合同的事交给助理 让助理送他去法院一趟 此时一家餐厅内 吉米为了说服麦克帮他去偷讨友 指着桌上的宴品告诉麦克 只要简单地去没有安保的办公室调个包 就能每人分到四千美刀的报酬 老麦克表示这种事不适合自己 他做事有自己的原则 赚这种赃钱只会挑黑道上的人下手 他好心提醒吉米不要做这种事 然而吉米根本不想听麦克的说脚 有钱不赚是王八蛋 吉米转眼就来到了宠物医院 让兽医帮他找人 电话那头的人也不相信有这种美财 随便掉个包就能获得四千美刀的报酬 吉米见兽医磨破嘴皮子都还没弹冷 接过电话吉米开门见山问对方 多久能撬开一个耶鲁担子锁 得知对方需要八分钟后 吉米表示你只需要八分钟就能捡到四千美刀 吉米的几句话就让对方把碰头地底说了出来 写好地址后吉米对着兽医嘲讽了一波 然后转身潇洒地离开 出门时正好与光头兄弟擦肩而过 奈乔的伤口被成功地缝合起来 奈乔清醒后发现光头兄弟正在给他无偿献血 但你肩膀上的子弹我没法取出来 你腰子上的伤口我也没法确定里面有没有割伤 最好的选择就是找个医院治疗一下 晚上的时候 吉米安排的帮手已经来到奈夫的店里 三两下就打开了门锁 大胡子很快就找到了吉米指定的陶涌 见这次任务果真出奇的简单 刚将陶涌调包老板奈夫就从厕所出来了 吓得大胡子赶紧躲在了桌子下面 奈夫打电话订了一份最贵的煎饼果子 这让躲在桌下的大胡子崩溃了 这要是熬到天亮就玩毒的了 吉米躺在床上也在焦急地等着结果 接到电话以为是大胡子打来暴行 结果是大胡子趁着奈夫取煎饼果子的时候打来求助 这让吉米也差点崩溃了 吉米见状只好使出多年不用的看家本领 扒开防水胶条就把衣架伸了进去 奈夫屁股还没坐热又听到汽车警报声响起 当他怒气冲冲出去查看的时候 发现汽车见鬼一般的溜车了 奈夫吓得急忙冲了出去 大胡子趁机从办公室溜了出来 虽然因为吉米的情报有误导致行动差点失败 但是大胡子对吉米还是挺感谢的 毕竟吉米没有抛弃他还让他轻松赚到4000美斗 第二天札基书接到博尔萨的电话 博尔萨告诉炸基书塞拉曼家又被抢敌了 还死了一个丁丁书的得力手下 在搞清楚对方是谁之前先暂停运务 炸基书表示如果这么做分销手礼的货只能撑个几天 博尔萨听后命令炸基书先找个本地供应商买一匹 炸基书没有因为博尔萨的强势而生气 反而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 炸基书来到一所高校的教学楼内 这个逗逼男人正是炸基书培养的第二个化学天才 盖尔指着炸基书之前送来的样子说道 这里面纯度最高的也就67% 他随随便便就能在现场制作出一公斤更高纯度了 炸基书知道盖尔有一颗雄心壮志 不能为这点小事就让盖尔提前涉入危险 吉米因为昨晚成功拿到了桃涌 睡到大中午才起来 经见吉米今天的心情不错 于是打算把查克遗物交给他 本以为吉米看到遗产只有5000美刀会生气 但是吉米想都没想就签了字 还乐观地表示5000块可以用来还信用卡账单 于是金又把查克留给吉米的信拿了出来 然而吉米已经知道查克并没有对他很在乎 所以对于这封信毫无感觉 此时的金非常同情吉米的遭遇 摊上这么一个心口不一的老哥 吉米却真真切切地把查克当偶像 还那么认劳认怨地照顾他三年 大佬们惯用的手法就是借刀杀人 炸基书显然具有了大佬特质 他安排手下将黑吃黑的货件 卖给当地比较有实力的毒贩头目 第二天 光头兄弟被内乔带过来寻找幕后黑手 内乔接过望远镜看了眼后 表示这辆银色火鸟就是把他和小便男挤下公路的车 于是两兄弟拎着一包武器 就大摇大摆走向敌方大本 两兄弟都是狠人直接开赶 根本不懂得藏着掖着 从大门口一路杀了进去 权衡利弊后内乔还是决定前去支援一下 驳着受伤的身体绕到小卡拉身后 邦邦几枪送小卡拉去了西里 此时院内已经失衡遍影 光头兄弟其中一人被几个小卡拉给包围了 内乔很想从后面支援一下 奈何受伤的身体不支持他这么忙 幸好另一个光头兄弟从后面支援过来 无情地收割了几个小卡拉的姓名 内乔的这一举动也赢得了光头兄弟的信任 晚上内乔来找炸鸡叔汇报情况 内乔表示我们清掉了ISP罗萨的人 光头兄弟其中一人虽然挨了一枪 但是问题不大 现在两人已经回墨西哥躲风头去了 炸鸡叔现在毒师有了 地盘也有了 就差个实验室就可以开始创造冰糖帝国了 吉米这边自打老哥去世之后 还没有找到工作 天天躺在家里睡大觉 像极了视频前的你们 好不容易接到一个手机店老板的电话 邀请他成为郊区分店的值班经理 吉米想了一会后就以另有打算为由拒绝了 吉米心想只要我不努力 老板们就过不上他们想要的生活 自从查克死后 金就觉得吉米的情绪有些反常 他拿出心理医生的电话号码希望吉米去看看 吉米先是一脸的猛P 不过想到金昨天因为查克的信哭成那样 吉米明白金大概是误会了 然而吉米也不知道如何解释自己的状况 于是说自己已经找到工作了 今天就要去一家手机店上班 而且一上来就是值班经理的职位 前途非常的哇塞 金钱脚刚走 吉米就给手机店老板打了回去 得亏脸皮够厚 不然这个工作还真错过 老迈克知道炸鸡叔是想从内桥的事上 给自己个下满威 好让自己踏踏实实为他办事 所以底气十足地告诉炸鸡叔 第二天 一个头戴面罩的男人站在路边 不一会老迈克就来到这里将这个人接到了车上 搞得这么神秘想必是有大动作 很快老迈克就把人带到了一个厂房内 小胡子用测距仪简单测量了一下后 信誓旦旦地表示挖一条17米长的地下隧道 最多六七个月就能完工 老迈克问有没有考虑爆破耽误的时间 小胡子回答不需要爆破 只要钱到位并且设备先进了后 六个月麻溜的干完 小胡子表示自己以前挖过一条750米的隧道 才用了四个月而且没被人发现 所以对付这种小工程手到擒来 小胡子刚吹完牛皮 炸鸡叔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告诉老迈克这种嘴巴不言的人不能用 老迈克表示自己也是这么想 于是小胡子又被送回到接他的地方 胸前还多了张免费的机票 此时吉米正在手机店值班 这里不愧是郊区 店里除了他一个人都没有 面对这么无聊的工作 吉米只能自己找乐子来打个时间 这时吉米看了看手表后 脱掉工服就开上小破车矿工了 反正老板也不知道他在不在店里 吉米驾车来到一个建材市场 原来是找大胡子分赃案了 大胡子把陶勇拍卖的钱递给了吉米 吉米点了点数目后发现钱多了不少 大胡子表示这个小陶勇在拍卖会上引起了封地 吉米不理解大胡子怎么不把这钱扣下 反正我又不会知道 大胡子回答说盗窃的那碗你也可以选择过来做 而且做我们这行的就讲究个心理 下次你有活直接联系兽医找我就行 吉米又不明白为什么相互有联系方式 还找兽医干啥 大胡子的这句话一下就让吉米顿我了 回到手机店后 吉米用油漆在玻璃上写了一句宣传语 内容是有人在监听吗 本店出售隐私 一看就知道吉米又不安分手挤了 隔天老麦克又领了一个专家来到洗衣场内 这个专家看样子就比较靠谱 卷尺凉一凉 回弹一弹一弹 笔记本写写画一画 还用手电筒到处照一照 折腾了半天才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开挖之前要做结构支撑来避免塌方 需要想办法把工资缸连接起来支撑地板和机器 就连大概挖1700方泥土都算了出来 也考虑到了遇到岩石需要爆破作业 基本上把可能遇到的问题都提了出来 最后表示这个工程难度太大了 这严谨的态度把炸鸡叔这个幕后boss都吸引了出来 听到这个回答 炸鸡叔脸上浮现出满意的笑容 只要有办法完成施工 钱永远都是小问题 这个男人正在施展意念术 从手法上来看可以判断是个新兵弹子 但效果还是出乎意料的好 见客人快走进来了 吉米立马假装打起了电话 吉米的这套骚操作 立马就给地中海留下深不可测的印象 紧接着吉米从桌下拿出六部手机 还写了一张已被预定的告示牌放在手机盒上 营造出了货源紧张的假象 自古套路得人心 通过交流吉米知道眼前这人有偷税漏税的嫌疑 吉米抓住这点用法律知识夸大被发现的后果 很快地中海就被忽悠晕了 吉米拿出一部手机让地中海瞧瞧 表示用这种不用实名卡的手机 就没人能知道你的真实身份 自然就没办法得到你的隐私信息 说完还不给地中海考虑的时间 直接把手机拿了回来 告诉地中海货源紧张已经卖完了 画面一转 地中海花高价把这六部被预定的手机买了下来 还对吉米表达了真诚的感谢 吉这边已经开始了公变律师之路 只要有空就来法院做公变律师 只为了找回当初做律师的雏形 晚上回到家之后 吉米本想着和吉一起看看电视放松放松 但是吉却在独自加班审查文件 吉米见状哪里还好意思看电视 于是和吉收手机店有些失望的做 吻别之后就来到了手机店 吉米用自己的钱买了几十部手机 然后就出门做起了地推 他中意的客户就是街头混混之类的 这种人大都不干好事 总会需要他卖的这种手机 这三个小伙见吉米穿的电装 认为吉米肯定是条子 叫吉米滚远一点 吉米见状连忙来到自己的老窝 找了一套休闲运动装换上 然后来到了一家生意很好的热补店 这里是各种江湖人士的具体地 吉米在这里如鱼得水 在营销套路的加持之下 很快就让这种手机成为了畅销品 正当吉米忙着数钱的时候 忽然周围的人都被吓跑了 看样子这群机车党的势力不小 吉米见状也打算上车开溜 可以想自己还有几部手机没卖掉 于是抱着称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心态走向了机车打 随着吉米的靠近 小卡拉们纷纷站起来装枪做事 吉米一眼发现坐着的肥仔 就是这群人的老大 于是就表明自己以前是个律师 我帮过许多像你这样 以及你朋友这样的先生们 您是明白人不用我多说 你要想和耗子里的朋友们谈话 有个简单的方法 就这样 吉米靠他那三寸不烂之舍 成功地把最后几部手机卖掉了 照今晚这样发展下去 吉米成为这条街的首富指日可待 然而赚的钱还没捂热乎 就被开头遇见的那三个小伙盯上了 吉米很显然高估了自己的威慑力 三小伙先是把吉米暴打了一顿 然后拿着钱直接跑路了 可怜的吉米白忙活了一晚上 还挨了顿毒打 是什么原因能让一个街溜子摇身一变成为了律师 吉米刚来老哥律所的时候 就被同在收发式工作的金给吸引住了 吉米那时只是个小小的打杂员工 而金却是律所培养的高材生 当时的查克可谓是律所的偶像级人物 刚刚打赢了一场律所 其他人公认不可能赢的官司 所以受到了律所所有人的仰慕 吉米的暗恋对象金也不例外 看着金对查克那种发自内心的崇拜 吉米要说不吃醋那是不可能的 看着查克和金在聊官司的细节 吉米一个专业词语都听不懂 这是吉米第一次感觉到人和人之间的差距 垂头丧气的吉米路过律所图书室的时候 一个他自己都没想过的决定从脑海中划过 也就从踏入图书室大门的那一刻起 吉米开启了穷小子的逆袭之路 故事回到现在 被三个小伙暴打了一顿后 吉米鼻青脸肿地回到了家 惊贴心地拿出冰块给吉米 还用紧剩的一只手帮吉米擦药 经问吉米为什么不报警呢 吉米表示自己不想去局里过夜 实际上他是不敢报警 毕竟他做的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速前转移结束之前 他可不敢被抓到把柄 吉米沮丧地表示 想当年我老远就能嗅出那些小混混的味道 而且他们也知道不能招惹我 因为曾经的我也是他们的一员 可现在虎落平阳被劝气 金安慰吉米说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 但金不知道吉米最开心最怀念的 就是曾经的日子 为了能和金有个好的未来 吉米还是打算老老实实做人 第二天一大早就把玻璃上的 油气广告语给清理 金这边则是专心做他的公辩律师 为了帮助委托人 还亲自上门劝说委托人出庭 一番口舌过后终于让委托人同意了出庭 这时老同学佩奇的电话打开 告诉金有些文件出现了大麻烦 需要金现在就去银行解决问题 然而金直接表示自己下午四点之后才有空 然后就挂掉了电话 等金忙完了公辩律师的案子后 佩奇告诉金自己发动了所有员工 把问题解决了 金尴尬地表示自己想找凯文道个钱 然而佩奇直接摆着一副臭脸说道 问题不在于你道不道歉 而是你的工作态度有问题 我们可不是能允许你想挂电话就挂电话的很多人 面对佩奇的指责 金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 看得出想要鱼和熊掌舰的不是那么容易的 吉米来到法院做诉前转移签道的时候 在厕所遇见了脸色憔悴的哈姆林 哈姆林因为查克的死而天天失眠 还有25分钟要上庭了都打不起精神 面对吉米问他发生什么事的时候 哈姆林本想一股脑地把自己的压抑宣泄出来 但想到金和他说的话还是放弃了 吉米拿出金给他的心理医生的号码 想让哈姆林去看看 但哈姆林表示自己已经在看心理医生了 而且找的是最贵的心理医生 吉米顿时压麻呆住 他看着手中的电话号码 心想哈姆林找最好的心理医生都是这个鬼样子 自己要是去看心理医生不是更惨吗 于是就把小纸条撕了个粉碎 之后来到地检官办公室签道的时候 地检官问了吉米最近的工作情况后 又问吉米诉前转移之后的打算 吉米表示10个月后自己要拿回律师执照 然后和搭档找一个新的办公室 看样的 吉米终究还是活在了查克的阴影之下无法把握 晚上的时候 吉正在审查梅萨维德银行的资料 毕竟被佩契教育了一顿 不重视一点也不太合适 然而吉时不时就把目光 撇向一旁公辩律师的案子 实在忍不住后金打开了案子看了几眼 然后又立马装模作样地看起银行的资料 等资料都看完后金来到了卧室 此时吉米已经早早睡下了 吉米拿起吉米的笔记本看了看 第一页是吉米写的关于夫妻档律所的业务计划 金的那一栏全是银行业务 而吉米的那一栏有着除了刑事业务的各种法律业务 显然吉米认为金是一门新思想在银行业务上发展 第二页画的全是吉米设计的logo 金看到后不禁陷入了沉思 第二天一大早金就来到了李奇律所 因为受伤金把油田税收纠纷案介绍给了李奇 所以李奇对金的到来表示欢迎 一番花里胡哨的寒暄后 金向李奇表达了自己的难以 镜头一转 吉米接到金的电话让他来一座高档餐厅内 吉米本以为金喊他来试吊凯 但发现并不是想象的这样 金表示有个好消息 但可能会影响我俩以后的律所 金把自己要加入李奇会所银行部门的事情说了一下 但表示是李奇要成立银行部门所以邀请了他 吉米听后有些吃惊不明白为什么金要寄人立下 金表示自己接了一些公辩律师的活 有点忙不过来了 吉米一听即忙表示自己也在考虑做刑事律师 他不想让他心心念念的夫妻当律所化为泡泥 金昨晚就看过吉米的计划书 知道吉米是为了和他共识才这么说的 但他没有戳穿吉米的谎言 为了让吉米不迷失方向 金表示自己一旦加入了李奇律所 就可以把梅萨维德银行的事交给同事去做 自己就可以专心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而且收入稳定生活无忧 见金决心已定 吉米的心态差点崩溃了 他连忙起身表示去上个厕所 独自一人来到角落平复自己崩溃的内心 吉米知道金的决定是对的 与其等一个不知道结果的未来 还不如加入一个现成的大律所 吉米回到座位后向金表示放手去做吧 我不能让你空等我 毕竟还有十个月的时间 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 为了秘密建立自己的实验室 炸鸡叔不惜重金在一个偏远的厂房内搭建了住宅 还请老麦克过来指导一下细节 老麦克也是相当有一套 看了一眼场地后就有了想法 老麦克表示因为工期有六七个月 所以配套设施要弄齐全 健身区和篮球场需要搭电 考虑到工程队都是德国老 所以还得建个酒吧 沙发抬球桌什么的一个都不能少 为了防止他们偷偷跑出去 还得无死角地安装监控 正说得起劲的时候 阿泰走进来说丁丁叔感染了 眼看就挺不过去了 炸鸡叔命令阿泰配合老麦克后 就急匆匆地赶去了医院 病房内 炸鸡叔看着昏迷不醒的丁丁叔一言不发 想到医生告诉他丁丁叔需要外部刺激才能苏醒 于是炸鸡叔对着丁丁叔说起了自己的童年去世 我七岁时家庭贫困从来没有吃饱过 但我发现了一棵半死不活的蛋黄果树 这棵树从来没有接过果子 但在我不辞辛苦的细心照料下终究是长出了果实 我从没有吃过这么甜的东西 有一天树上的果实被一只浣熊糟蹋了 我用陷阱抓到了这只浣熊 但这只浣熊力气太大侦破了陷阱 不过也断了一只腿 我想抓住它却被它溜到了屋子底下 我就在外面一直等到天黑 终于在它饿得受不了的时候它出来了 这一次我抓住了它 很显然这只浣熊指的就是丁丁叔 炸鸡叔想要的就是让丁丁叔生不如死 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躺下 吉米带着满满的诚意来找三个小伙求饶 想花点小钱来获得不再被打劫的悲剧 表示每次来卖手机都交一百块的保护费 这样你们就能得到一个稳定的收入 三个小伙觉得吉米说得非常有道理 但还是觉得见一次抢一次比较快活 所以直接亮出家伙让吉米把钱掏出来 吉米见三小伙不讲武德于是转身就跑 几人随即开启了追逐大战 经过一番激烈的追逐之后 吉米终究是被逼到了死胡同里 刚刚还嘚瑟的三小伙此时要多狼狈就有多狼狈 求爷爷告奶奶般祈求吉米的原谅 还保证以后再也不敢做坏事 吉米放完狠话就直接走了 也不说帮小伙子们松一下吧 第二天 吉米来到哈姆林律所领到五千块遗产 顺利地拿到钱后 吉米问哈姆林工卫怎么空了那么多 得知因为查克的原因律所已经大不如前了 吉米心里多多少少有点不好意思 毕竟这也有他的功劳在里面 于是临走之前吉米忍不住激励了哈姆林律 之后吉米拿着白嫖的五千块订购了一批手机 解决了那几个小混混 吉米打算在热狗店那一片好好的状态异地 炸鸡叔这边工程队伍已经到齐了 看着这配套完善的生活区 工程队的小伙们都兴奋得不行 开始憧憬起之后的美好生活 老麦克带着阿泰来给几人做思想工作 懂事的人都自觉地走过来聆听教诲 但唯独一名叫凯伊的小伙想当刺头 丝毫不把老麦克放在眼里 要不是包工头为奈开口喊他过来 想必凯伊这家伙就要被当作杀鸡儆猴的角色 因为施工的这几个月要完全与世隔绝 所以老麦克对众人说明了要注意的事项 正说得起劲的时候 刺头凯伊插话问老麦克姑娘们啥时候送到 老麦克把该说的说完后 维纳跟上来对麦克表示 他带来的小伙子都是干活的好手 一旦工作开始后就会集中精力了 还对老麦克给他们安排这么好的住宿环境一顿拍马屁 老麦克当然知道这里环境不错 但是他也清楚在好的地方时间一长就腻挽 于是来到监控室后 老麦克叮嘱手下要重点关注凯伊这个刺头 可见老麦克做事是相当的严谨 你们见过同床一梦的样子吗 两人刷牙的时候还在同一个镜头里 随着金加入了李奇的大律所后 两人之间的关系就开始渐行渐远 吉米虽然是手机店的值班经理 但他却时常矿工去发展自己的手机事业 还定制了索尔古德曼的名片方便拓展业务 慢慢业务壮大还请了修尔打下手 小两口在不同的领域各自努力着 一个隔三差五收到银行送来的纪念品 一个却时常来到法院做诉前转移期的签导 两人的事业虽然红红火火 但是关系就如屏幕中的黑线一样产生了隔阂 虽然偶尔的倒酒和偶尔的身腿能暂时打破隔断 但两人的生活终究不在同一个镜头里了 就这样吉米煎熬地度过了八个月 还有一个月就能拿回律师执照的他 兴奋地带着修尔参观他看好的办公室 不用想也知道吉米仍然没有放弃金的家 这天晚上金带着吉米参加李奇律所的聚会 金大方地向同事们介绍了自己的男友 吉米也充分地展示了他的交际能力 原本吉米能和金一起参加聚会是很开心的 但是来到金的办公室后 吉米丈量一下发现金的办公室足足有时不宽 而且屋内的陈设和装潢十分讲究 书架上摆满了梅萨维德银行的纪念品 和委托人写给金的感谢信 这让吉米内心产生了巨大的自卑感 也就在这时吉米的心态悄然发生了变化 李奇正在和金探讨团建要去哪里潇洒 李奇只是表示要把团建办得奢侈一点 好让绿索摆脱吝啬鬼的名声 但是此时的吉米最见不得有人蹲死 直接阴阳怪气地否定李奇的建议 然后推荐了一个几百公里外的度假圣诞 搞得李奇脸色瞬间就不自然了 吉米见状还表示闲远的话 可以包个私人飞机前去 酒精加持之下越说越离 让李奇在员工面前下不了台 也让金的面子挂不住了 回去的路上 两人都个怀心事 没有了聚会之前的快乐心情 面对生气的金 吉米头一次没有道歉 而是默默打开了音乐 以此来宣泄心中的委屈 第二天医院病房内 丁丁叔在莫林的治疗下已经醒了过来 除了脑袋瓜能动全身都瘫痪了 但丁丁叔仍然保持着一颗男儿心 见护士姐姐走进来送饭 丁丁叔顿时感到虎去一阵 他不可思议地使出六脉神剑将水杯打翻在底 护士姐姐见状总是地蹲下擦拭地板 丁丁叔则欣赏其美妙的风景 这表情要多猥琐就有多猥琐 等护士姐姐走了后 丁丁叔立马就变回那个半死不活的样子 仿佛被护士姐姐抽走了丁丁神 炸鸡叔看着莫林送来的录像带 发现丁丁叔的思想已经不滑坡了 炸鸡叔心里别提有多开心 炸鸡叔向莫林表示 你的新诊所我已经帮你建好了 是时候换一个人照顾丁丁叔了 莫林表示丁丁叔恢复得很不错 再给他一段时间说不定就能让丁丁叔像正常人一样 但他不知道炸鸡叔可不想让丁丁叔完全康复 让丁丁叔苟延残喘地活着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工厂内工程队每天都由专车接送 天黑之前从生活区拉到施工所在的洗衣场 每天都是工作一整晚 在长达八个月之久的封闭式管理下 所有人都变得违靡不振 干活的时候一个二货居然走神撞倒的承重者 这让本来就延期的工程进步更加遥遥无期 刺头凯伊见状直接就和对方大打出手起来 这时维奈站出来也不好使了 关键时刻还是靠麦克阻止了这场闹剧 回到生活区后麦克问维奈把卡依送回德国对工厂有没有影响 他可不想让卡依这个刺头破坏队伍的和谐 维奈表示卡依是厉害的爆破手同时也是一个好孩子 根本问题不在他身上而是因为大半年的与世隔绝 是时候让他们出去放放风潇洒一下了 这个要求让老麦克有点为难 谁知道去外面会出什么岔子 经理这边像往常一样在街边兜售手机 根本不需要招呼就有熟人主动上门购买 原本一切都很顺利 可这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吉米一眼就看出这人是个便衣条子 条子表示他抓捕的毒贩用的都是吉米提供的一次性手机 你把手机卖给这些社会渣渣难道良心不会痛吗 吉米明白条子想让他换个地方营业 但这无疑是在断他财路 直接反驳说自己的生意合理合法 各种证件都很齐全 至于顾客用来干什么他管不着 面对油烟不尽的吉米 条子的耐心逐渐丧失 两人随即开始了唇枪舌战 这时不明所以的修尔听着摇滚乐走来 看见有人居然在和他的雇主吓嗶嗶 于是用手上的三明治对着条子的脑袋不吃就是一个大逼 刚刚有多威风现在就有多狼狈 吉米低声下气的向条子求饶 希望看在修尔不知情的份上放修尔一马 然而条子表示自己三年前就抓过修尔 修尔不可能不认识自己 这次一定要让修尔把牢底坐穿 法院内 修尔表示条子要他在里面蹲十八个远 吉米安慰修尔表示这都是条子吓唬人的手段 修尔不管是不是真的 他表示自己已经准备跑路 吉米生怕修尔乱来导致无法回头 于是表示自己现在虽然不是律师 但是他有魔法能帮修尔脱罪 吉米的办法自然就是找金帮忙啊 金这时才知道吉米在街头贩卖一次性手机 他还以为吉米一直老老实实地待在手机店内 吉米表示那个条子八年前就有酒驾记录 我们可以让他一身酒气地出现在法庭上 然后当庭激怒他让他在法官面前失控 这样就可以证明他有情绪问题 到时候倒霉的就是那个便衣条子 金一项都是秉承公平公正的原则 他当然不会同意吉米的骚操作 于是他打算用自己的方式帮助吉米 金来到法院找到地检官苏珊娜 表示修尔只是用三明治打了警察一下 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没理由判这么重的刑罚 况且你之前经手的无企平民袭警案 都是以轻罪释放 苏珊娜不明白金为什么要掺和这事 一边是荣誉警官在执行公务 另一边是一个有前科的职业扒手 而唯一的目击证人是一个被吊销执照的人渣律师 情况这么明朗还有什么好辩论的 金认为苏珊娜根本就是滥用之权 来到法院外面金把情况告诉了吉米 吉米听到这个结果大失所望 表示会用自己的方法来帮修尔脱嘴 回去的路上金也在苦思冥想 还有什么好的方法 突然他想到了什么 于是调转车头来到了一家大型超市 金挑选了大量不同颜色的纸盒笔 然后打电话给了吉米 用常规手段根本对付不了地检官苏珊娜 金被逼无奈之下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 于是吉米搭上了前往路易斯安那州沙塔镇的大巴车 路上的时候他用不同的纸笔写了很多的明信片 还花钱请其他乘客帮忙带写 来到修尔的家乡沙塔镇后 吉米直奔当地的邮局 将写好的信从这里寄给了阿尔布开克法院的法官 而金这边为了给吉米争取时间 带了三位实心400美刀的专业律师找到苏珊娜 表示要为案件申请延期审理的动力 以便有充分的时间收集证据 不仅如此还提出了强制披露的动力 在三位专业律师的施压之下 苏珊娜以为金是故意在逼迫他放过修尔 于是挑明要战斗到底看路死谁手 可他不知道金只是为了多争取点时间 毕竟漂亮博的邮局效率太差 不知道啥时候信件才能寄过来 老迈克这边终究是妥协了 带着工程队来到酒吧狂欢 这里毕竟是年轻人的天堂 两个老家伙只能在吧台闲聊 迈克通过聊天得知维娜是为了家人 才不远万里来到这里赚灰色收入 于是对维娜产生了共鸣的好感 两人聊得热火朝天的时候 手下走过来告诉迈克卡伊惹事了 迈克一点也不惊讶 因为他早就看透了卡伊 面对要报警的酒保 迈克选择用钱来稀释名人 本来也没有什么其他状况 但是看起来最谨慎的维娜居然也犯了错误 他趁着醉酒之际 居然和陌生人探讨起了实验室 这可把老迈克吓了一大跳 回到生活区后 老迈克拿出了维娜话的草 维娜不清楚炸鸡书的真实身份 如果知道的话 给他一百个胆也不敢随便乱说 这天一大早法官就发飙了 他指着桌上一大堆的信件 质问苏珊娜得罪了什么人 居然惹得那么多人写信替修尔求情 还质问是不是金贝地里搞的鬼 金无辜地表示不是自己干的 可能是修尔为家乡做了巨大贡献 听说开庭的时候 这些人都会来到现场当陪审团 说着就把信件交给苏珊娜 警告二人抓紧把案子处理掉 这种案子不值得大费周章 回到办公室的苏珊娜气不打一出来 命令手下全人出动 把修尔的情况调查清楚 他随意拿出一份信件看了起来 内容是对修尔这个好人的赞美 苏珊娜是满脸的不相信 这时手下告诉他这封信里 留了电话号码 于是苏珊娜照着号码打了过去 电话那头是一个声音甜美的女生 女生表示修尔是我们自由意志教堂的顶梁柱 苏珊疑惑地问是什么原因 导致修尔那么受尊敬 这时手下将查到的自由意志网站 拿给苏珊娜看 电话那头的女生根本不扭苏珊娜 直接臭骂苏珊娜居然敢起诉修尔 不用看也知道这一切都是吉米策划的剧本 看着网站上关于修尔的检验 苏珊娜是一万个不信 她按照网站上的教堂电话打过去 吉米一看是贴有教堂标签的手机响 于是就让摄影小弟播放起教堂的CD 接通电话后吉米装作牧师身份和苏珊娜交流起来 苏珊娜继续询问是什么原因让修尔这么受尊敬 吉米满嘴胡舍说修尔是个大英雄 大约一年前教区住宅发生火灾 是修尔不顾危险冲进去把所有老人救了出来 这样的大英雄是不可能袭警的 说完还询问苏珊娜开庭的时间 挂完电话后吉米多了三个谜地谜妹 而苏珊娜则陷入了进退两难之地 她是头一次遇到这么棘手的情况 事后吉米来到法院找金 发现苏珊娜正在和金聊着什么 等金出来后两人直接来到了楼梯间 没等吉米开口询问 金就抱着吉米啃了上去 显然结果已经很明显了 自从丁丁叔住院之后 那桥就临时当起了老大坐在丁丁叔的位置上 疯狂小八也跟着官生一级坐在那桥的位置上 这个光头墙前没带够还在这桩大响 身为丁丁叔接班人的那桥必须得表个态 于是她一把扯下光头墙的大耳坠子 疼得光头墙嗷嗷大叫 晚上回到家后 那桥对屋内包养的两个女孩一点兴趣没有 扔下两包面粉就静止走回卧室 看样子当老大还是油水很多的 不然那桥哪住得起这么好的房子 回到卧室后 那桥将偷偷抽走的油水放进保险箱 这时她拿出两张加拿大的身份证出来 看来那桥钱攒够就准备跑路了 很快一周又过去吧 那桥又来到餐厅收账 一进门就看见疯狂小巴对她疯狂食眼色 那桥撩起衣服做好准备后就走向后厨 发现一个陌生人在后厨做反 那桥一猜就知道是塞拉曼加派来的人 拉罗表示让那桥当他不存在 他只是来打打下手的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拉罗很平易近人 但那桥明白越是这样越说明拉罗很危险 绝不是丁丁书那种头脑简单四肢也不发达的货色 那桥明白自己得时刻保持警惕 要是自己的那点动作被发现就玩毒了 梅萨维德银行内因为图克姆卡里分行的人气很旺 凯文认为是银行大楼漂亮的原因 虽然佩奇表示已经没法更改图纸了 但凯文仍然想着将建筑图已经备案的卢伯克分行也盖成一样的 会议结束后今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看着和吉米一起骗酒喝的酒瓶盖 回味起吉米那种投机取巧获得成功的快感 那种不走寻常路的做法深深令惊着你 这一刻起金的做事原则开始向吉米靠拢 第二天吉米刚从备选的办公室溜达出来 就看见金在门口抽着芙蓉王等他 见金满脸的不开心 吉米明白金是因为他为修尔做的事生气了 毕竟他快拿到律师执照了 这个结果眼上自己犯了那么多错误 随便一条被发现就完蛋了 还把金也脱下了水 吉米一个劲的给金道歉 还向金保证以后绝对乖乖做事 把扒尔朵展现得淋漓尽致 本以为金听完诚恳的道歉这事就翻篇了 但金却说出了令吉米惊讶的虎狼之词 前一秒还手脚健全 这一秒就拄着拐杖来到了卢伯克市政厅 不用想就知道吉米和金又搞事情了 金对工作人员表示想核对一下 梅萨维德银行备案的建筑图纸 表示自己可能提交了错误的版本 工作人员将图纸拿出来后 金开始假模假样的核对起来 因为拿出的图纸和备案的完全一样 所以对照了几页都没什么问题 期间金是不识提两句自己这个单亲妈妈的悲惨遭遇 不仅要照顾八个月大的宝宝 还要照顾不靠谱的哥哥 不知不觉中就让工作人员就对金产生了同情心 确认完两份图纸一模一样后 金将图纸塞进了图纸统工 这时候扮演金哥哥的吉米闪亮登场 吉米表示是来给老妹送饮料的 金生气的质问老哥居然把自己的宝宝一个人留在车内 气得急忙前去照看宝宝 吉米则趁着工作人员不注意 将一袋子奶放在了备案的图纸上 等金一瘸一拐地回到市政厅后 图纸已经被奶水给浸湿了 见金情绪这么激动 对金有好感的工作人员不愿金被公司处罚 于是表示可以用金带来的图纸调换一下 反正两份图纸是一样的 就这样金从图纸桶内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图纸 成功地将备案好的图纸给调包了 又一次体验到这种非常规手段办事的快感 金不由地露出迷人的微笑 晚上金和吉米来到餐馆庆祝 再过几天自己就能拿回律师执照 吉米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自信 他通过卖手机发展了不少的潜在客户 也帮他把职业方向也给确定了下来 但唯一遗憾的是以索尔古德曼的身份卖的手机 看着金兴致勃勃的样子 吉米再一次提出合伙开律所的主意 金说的倒是义正言辞 但是开车400公里来到德州卢伯克耍轨机 就为了让委托人能多13%的分行面子 这算哪门子的行善了 金自己都没发觉他已经和他的行为准则被盗而驰了 今天是吉米参加复职听证会的日子 能否拿回律师执照就要看听证会上的表现了 看吉米这风骚的镜头就知道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听证会上委员们先是问了吉米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吉米也从容不迫地对答如流 之后地中海委员问吉米对被停职的原因有什么看法 吉米表示自己非常后悔当初的所作所远 并表示不会给自己找任何借口 我能做的就是像各位保证那样的事以后再也不会发生 三位委员听后并没有表态 接着女委员问吉米法律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吉米表示从小到大他就没想过要成为律师 但是身边总是能接触到律师 于是我就想自己是不是也可以成为律师 然后通过自学拿到了律师执照 原本我是不喜欢当律师的 但当我第一次为委托人工作时 那种无与伦比的感觉让我着迷 在我停职的这一年面 不知道有多少委托人因为找不到 像我这样年轻有为的律师而输了官司 吉米的一番言论把自己都感动哭了 然而委员表示让吉米回家等消息 最多一星期就能得知结果 但是吉米会想起委员们的神色 总觉得有些不妙 于是他坐在椅子上等着人出来打探消息 好不容易等到的书记员 他直接问书记员委员们做的什么 吉米火鸡火燎闯进会议室却没发现人 好在地中海委员走的慢被吉米追上 吉米怒气冲冲的质问自己回答的那么完美 为什么是这么个结果 这个结果让吉米完全不能接受 鼓鼓熬了一年居然因为一句不真诚就给自己否定 换作是谁都不能接受这个解释 金这边已经把吉米复职的礼物都给准备好了 但是电话得知吉米居然失败了 金急忙约吉米在停车场见了面 吉米把听证会的细节全部告诉了 他想不通自己每个问题都回答得很得体 怎么会得到个不真诚的结果 金一听就察觉到了问题 吉米因为查课的原因吊销了执照 却在听证会上连查课的名字都没有提醒 显然这就是委员们认为吉米不真诚的原因 金建议吉米在上诉的时候把查课的事提一提 这样就会显得真诚多了 吉米一听就火大了 自己明明很真诚 怎么所有人都认为自己不真诚 就连自己的女友也这么说自己 这时吉米开始狗咬履动地了 对着金就是一顿嘲讽 金也不再惯着吉米了 金怒气冲冲地对吉米说 每次你出事是谁第一时间站出来帮你 还不是我一个人替你收拾烂摊的 但你居然用一个破办公式来衡量我对你的人情 你是猴子派来的逗逼吗 吉米反驳说你能跟我同居睡觉 但你就是不能和我共事 我认为你就是想和风流吉米玩一玩而已 见吉米这么口无遮拦地羞辱自己 金表示下次绝对不会再过来帮吉米 吉米傻乎扑地把怒气撒给了世界上唯一在乎他的人 看着金离去的背影 吉米心里大概是在后悔吧 晚上金一个人喝着牛栏山满岁 这时吉米抱着个纸箱回来 没脸在待在金这里的吉米一句话没有说 只是默默地收拾起行李 还是金主动走到吉米身边 瞪着大眼珠子等着吉米开口 你还想要成为刑事吗 是的 我们可以开始了 身为塞拉曼家家族的智慧担当 对丁丁书这个搞笑担当也是相当的尊重 拉罗放下架子来到养老院看望丁丁书 还贴心地带了丁丁书曾经的战利品 这个铃铛是丁丁书曾经屠杀了一个旅馆获得的 象征着丁丁书年轻时候的恐怖实力 现在用来当作丁丁书的交流工具在何时不过 都市里那个令人熟悉的丁丁书正式回归 只见丁丁书大眼珠子瞪着内桥 拉罗心领神会让内桥出去玩一回泥巴 内桥离开后丁丁书用铃铛和拉罗交流起最近发生的事 也不知道聊了多久 内桥都在外面等得不耐烦了 拉罗才心满意足地从养老院出来 事后拉罗带着内桥来到了炸鸡书店里 拉罗就像个捧场王一样对炸鸡书的炸鸡一顿乱夸 不知道拉罗底气的炸鸡书只能用职业假笑来回应 拉罗也不认识炸鸡书表示想见老板一面 得知炸鸡书就是老板后拉罗表示自己要投资 于是炸鸡书邀请拉罗到办公室详谈 走的时候还瞪了内桥一眼 用眼神质问内桥怎么不提前通知他 来到办公室后拉罗也不嘻嘻哈哈了 他做了自我介绍后就对炸鸡书表示了感谢之意 感谢炸鸡书救了丁丁书一条老命 这算是让塞拉曼家欠了一个人情 炸鸡书明白这都是客套话听听就行了 谁认真谁就输了 拉罗表示这一切可能都是集团老大比奥哥的手段 啥态度都没有表现出来 让拉罗抓不到一丝丝的把柄 双方都明白对方是在试探自己的老底 这次交谈也在平手的结局下收尾 用职业假笑送走了拉罗后 炸鸡书的脸色立马就阴沉了下来 他没想到塞拉曼家还有这种有头脑的人物 来到炸鸡店外面后 拉罗让那桥带他去那桥平常取货的养鸡场看看 看样子和丁丁书交谈过后 炸鸡书已然成为了第一个怀音目标 工厂这边维纳正在安装炸样 只要炸毁眼前的这块巨石 整个工程就进入收尾阶段了 一切准备就绪后 老迈克指挥阿泰开着大火车 制造小声来掩盖爆炸声 黄天不负有心人 这次行动在迈克的带领下圆满完整 这让刺头凯伊都对老迈克刮目相抬 在众人都在庆祝的时候 迈克发现维纳一人坐在沙发上闷闷不乐 原来是维纳想念自己的媳妇了 维纳想请假一段时间回德国看看媳妇 表示卡伊可以替代她监管这段时间的事工 然而老迈克告诉维纳想媳妇了 就抓紧时间把工程结束掉 到那时带着巨额酬劳回家难道不相望 见维纳死气沉沉的样子 老迈克也于心不忍 获利让维纳可以给妻子打一次电话 然而老迈克不知道这次决定会造成多大的麻烦 第二天 维纳和媳妇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 电话结束后维纳看起来心情好了不少 直接就把抽了一半的芙蓉王给灭了 维纳走到房屋跟前假装看别人打拍球 实则偷偷观察起了厂房内的摄像头 一看这家伙就要搞事情了 看着监控上的小红点 老迈克本能地察觉到出事了 于是火速来到厂房内部 发现维纳屋内只留了一份请假信和后续的事工部署 鉴于维纳没有带走护照 老迈克猜测维纳不会乘坐飞机 所以安排手下往火车站汽车站方向寻找 老迈克想到维纳曾让在德国的妻子给他汇了一笔钱 于是打给了差旅店会谎称 妻子从德国法兰克福银行汇了一笔钱给自己 询问对方要去哪个银行取钱 报上维纳妻子的大名后 老迈克顺利地拿到银行地址 于是火速前往查看线索 养鸡场这边已经被拉罗给盯上了 拉罗一有空就在不远处偷窥 这时他发现炸鸡叔的手下慌里慌张的 好像有大事发生一样 于是拉罗赶紧跟踪了上去 老迈克来到维纳取钱的银行后 询问小哥维纳的相关信息 显然小哥是不可能把客户信息透露给别人的 但是老迈克忽悠小哥说维纳是他的小舅子 患有早期老年痴呆症和糖尿病 今天出门的时候还没有带药 一旦发病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小哥一听立马就被唬住了 怕担责任的小哥表示维纳一个小时之前来过 取款之前还用公共电话打了几个电话 老迈克厚着脸皮让小哥放监控录像给他看 刚看完就发现屋外的维克多 老迈克知道是炸鸡叔过来了 炸鸡叔板着脸让老迈克把维纳留的信拿出来探完 老迈克知道炸鸡叔是起了杀刑 赶紧替维纳解释说他只是想老婆了 不会出去乱说也不会报警的 炸鸡叔表示维纳妻子的航班9个小时后在丹佛着陆 老迈克一听就知道炸鸡叔是想连维纳的妻子一块灭口 不想失去好朋友的迈克表示会在9个小时内走到无纳 帮着维纳说了一通好话才获得炸鸡叔的同意 炸鸡叔走后迈克又回到了银行 看着电话旁清一色的酒店杂志 老迈克认为维纳可能是住在了某个酒店内 于是老迈克开始一个个的拨打电话查询 此时老迈克已经被跟踪炸鸡叔而来的拉罗给盯上了 在路上的时候警察的本能让迈克注意到自己被跟踪了 于是老迈克立马就想到了鬼点 他把拉罗引到了一处停车场内 然后用口香糖的锡纸做了一张卡片 劝着有人要离开停车场的时候抢在了前面 然后交过前道闸升起之后将口香糖锡纸塞进了机器内 老迈克驾车离开后 地中海因为机器故障搞死都打不开道闸 这让拉罗气不打一出来 犹豫一会后就用车子把前车给撞开了 但此时哪里还能看到老迈克的身影 这次短暂的交锋终究是老迈克略胜一筹 之后拉罗来到了迈克带过的银行寻找线索 护当里揣着枪就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 拉罗一进门就开始哭 又小哥说老迈克是他孙子 问小哥老迈克过来是为了什么 小哥立马就察觉到不对劲 表示再不走自己就要报警了 这时小哥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接完后发现拉罗好像已经滚蛋了 这时拉罗突然从天花板跳了下来 直接就送小哥去西天剑如来了 之后拉罗查看了监控录像 得到了不少有用的信息 在这么多人四处奔波的时候 当事人维纳却在度假酒店内潇洒 丝毫没想过自己已经踏入了鬼门关 这时酒店服务员告诉维纳有电话找他 维纳还以为是妻子的电话 但接听后发现并不是 拉罗假冒自己是炸鸡叔的手下 表示炸鸡叔现在火气很大 维纳也没有起义心表示自己不会耽误工程进度的 难道迈克没有把信交给炸鸡叔看吗 拉罗顺水推舟表示迈克没有将信给炸鸡叔看 问维纳还记得信里的内容吗 维纳当然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内容 于是说清理完废墟之后就开始建造南边的混凝土墙 维纳说了一点信上的内容后就被赶来的迈克及时阻止了 拉罗见维纳突然不说话了立马就想到了什么 老迈克是相当无语 自己还不清楚对方是哪个阿妈 人家连自己的姓名都给弄清楚了 老迈克带着维纳来到一个僻静的地方 打给了炸鸡叔汇报情报 他将今天遇到的事都说给了炸鸡叔听 既然维纳已经被人给盯上了 为了保险起见炸鸡叔肯定是要灭口了 尽管老迈克一个劲的劝炸鸡叔手下留情 但是改变不了任何节目 老迈克无奈表示自己送维纳上路 维纳下车后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 还一个劲的恳求迈克放他回酒店 因为他的妻子正在机场等着他接机呢 老迈克提醒维纳最好给妻子打个电话 劝他不要出机场直接买票回去 也许这样还能活着离开 这时维纳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赶紧拨通了妻子的电话 用犀利的语气将妻子骂了回去 电话打完后维纳问迈克如果妻子长时间没自己的消息 到时候报警了怎么办 老迈克表示无需担心 因为你媳妇很快就会收到你因工程事故死亡的消息 炸鸡叔这边会按市价赔偿你媳妇一笔钱 至于你的手下们我相信他们出去后会守口入品了 自己一个临时起义的决定就把事情闹到这里 维纳心里再后悔也没什么用 他祈求老迈克让他走到前面离星星近一点的地方再动神 漆黑的夜晚下 老迈克手握冰冷的阿尔巴佐伦紧紧跟着维纳 这个男人从前是个街溜子 好不容易考上律师之后 以为就可以变成自己老哥那样受人敬仰的大律师 然而却被老哥设计吊销了律师执照 男人在老哥的忌日来到目前祭典 因为确实没有话想和老哥说 只能悲痛地唱着泡菜西瓜歌 这一幕正好被前来悼念查课的律师同行条件 完美地在外人心中留下一个有情有义的印象 等人走后 心里赶紧跑回车内补充营养 实在太消耗精力了 看来为了帮吉米拿回律师执照 金和吉米又开始用非常手段了 镜头一转 一个以查课名字命名的阅览师开幕式上 整个大西南地区一半以上的律师都被邀请了过来 吉米的御用摄影小弟问这个图书馆是不是哈姆林捐的 哈姆林一脸猛批地表示不是自己捐的 在场的人都想知道谁这么慷慨捐了这个阅览师 这是摄影团队的化妆小妹扮成服务员闪亮登场 化妆小妹这种预盖弥彰的说法 让吉米这家伙的形象立马就高大了起来 李奇看着门外孤独抽着芙蓉王的吉米 一下就忘记了吉米让他难堪的事 告诉金可以多安慰安慰吉米 显然为了扭转自己在委员那里的形象 吉米这次是大出血了 第二天哈姆林律所内吉米正在以查课奖学金董事会成员的身份 参加奖学金评选会议 参选的都是个大学校成绩优异的尖子生 每个董事会成员开启了不计名投票 最后得票最多的三名学生可以获得奖学金 当哈姆林宣布完票数后 吉米的脸色立马就变了 哈姆林问吉米有什么疑问可以说出来 吉米表示那个只有一票的克里斯蒂是他投的 女代表问吉米是不是那个有过盗窃前科的学生 吉米表示就是那个女孩 虽然他做出过错误的选择 但那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 这两年克里斯蒂在学校表现得非常优异 正因为那件事他才对法律产生了兴趣 吉米认为这孩子身上有很多其他人没有的品质 希望大家给克里斯蒂一个公正的对待 事后吉米急匆匆地跑到克里斯蒂跟前 告诉克里斯蒂你永远都得不到奖学金 吉米情绪暴躁地表示这群人只是把你当成了陪陈 根本没有把你放在平等的位置上对待 在他们看来你犯过的错就是你的全部 吉米这时候已经上头了 他告诉女孩做人要坚强 你要不择手段打破循规蹈矩 你要学会机灵和走捷径 只有这样你才能赢他们 吉米一股脑地把自己生存的技巧灌输给了克里斯蒂 看似这些话是为了教育克里斯蒂 实际上这些话更像是吉米对自己说的 他也是被这个世界抛弃的人 他一直在努力变好 可是就连亲哥哥都不支持自己 他坑蒙拐骗的目的也只不过是想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而已 来到停车场后看了一眼被自己剃扁的垃圾桶 吉米情绪压抑地坐上了车 可是汽车怎么也打不着火 仿佛告诉吉米这个世界谁都可以肆意蹂躏他 这一刻吉米的情绪终于崩溃嗷嗷大哭起来 几天后 调整好状态的吉米如约参加上诉听证会 吉米这次的策略是用查克留下的信做文章 既然大家都认为他不提查克就是不真诚 那么他就把查克写的信好好朗读一遍来换取同情 吉米一边朗读一边观察法官们的表情 可能是自己读的确实没有感情 法官们是听得索然无味 于是吉米临场发挥改变了策略 吉米表示我本来是想用这份信来打动你们的 但是我发现这样做是不对的 这封信只属于我和我哥哥才对 吉米把老哥生前的丰功伪迹都说了一遍 然后开始嘲讽自己的义无是处 表示自己永远都无法达到哥哥的高度 这让法官们认为吉米很有自知之明 吉米的这番话让在场的人都热泪瘾狂 今夜好法官也罢 统统被吉米的陈述深深感动 听证会后金对吉米的表现非常满意 金被吉米的这番言语金的亚麻呆住了 他不敢相信刚刚那么煽情的陈述居然是吉米演的 看着吉米喋喋不休地显摆自己刚刚的手 金的内心变得五味杂陈起来 只能硬着头皮看着吉米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这时书记员走过来告诉吉米有些文件需要他签字 吉米正式化身为索尔大律师 街头混混摇身一变成为了大律师会发生什么 也许就像星星拿起了机关枪这句话形容的一样 该溜子吉米历经千辛万苦拿回律师执照后 灵光乍现正式改名索尔开启了非主流律师之路 他将之前卖手机发展的客户全部忽悠过来 打着免费送手机的旗号推销自己的律师业务 针对不同的人提出了不同的法律建议 甚至还把自己的号码设置为了紧急联系人 手机送完之后发现还有一大批人在排队 索尔本着一个不放过的原则开始向众人发放名片 但众人一看没有免费的手机领了 根本不鸟索尔纷纷选择离开 索尔见状选择放出大招 他表示两周内只要犯的不是暴力重罪 找他做律师一律打五折 这话一出可把现场的江湖人士乐坏了 立马就开始找吉尼索要名片 索尔大概也没想过就因为他的一席话 让一些喂手喂脚的小混混放开了手脚 这两个二货拿到名片的那一刻起就兴奋了 直接开始了肆无忌惮的犯罪 拉罗这边自从知道了维纳和迈克这两个人 整天都在想着炸鸡书到底在搞什么小工作 他问内桥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可疑的事 内桥表示一切正常只是第四街区的货 最近被反应品质不好 拉罗一听就来的兴趣 带着那桥就来到了第四街区的贩卖窝点 拉罗不愧是能和炸鸡书叫板的男人 只是简单的看了看 就挑出了一半不合格的产品 带着疑问拉罗约见了炸鸡书和博尔萨 炸鸡书诚恳地向拉罗解释了原因 表示最近养鸡厂在建设一个冷却室 负责项目的工程师为那无意中发现了我的其他生意 利益熏心之下偷了我两包货偷偷跑了 于是我派出了我的手下麦克钱去处理 因为我闲丢人才从本地买了一些货以次充好 所以才导致一些劣质品流入到你那 为此我感到非常的抱歉 听完炸鸡书的一番解释 博尔萨显然被炸鸡书忽悠住了 但拉罗是一万个不相信 他要求炸鸡书带他去项目上看看 炸鸡书做事情是滴水不漏 提前让维纳的工程队在养鸡厂内盖起了冷却室 尽管拉罗心里有一万个怀疑 但是没有实际证据的话 他拿炸鸡书也无可奈何 博尔萨警告拉罗二人以后要和睦相处 损害集团利益迪奥哥那边可不是闹着玩的 来到外面后 博尔萨对拉罗不仅自来的做法很不满意 不仅派人跟踪炸鸡书 还杀了一个差旅电汇的员工 拉罗表示自己只是受了丁丁书的影响 因为丁丁书认为最近发生的事都是炸鸡书在搞鬼 还质问博尔萨为什么要相信一个集团外的人 博尔萨表示炸鸡书永远不会成为自己 但是因为他很能赚钱得到了迪奥哥的亲爱 拉罗一听就明白博尔萨在警告他不能随便动炸鸡书 不然会惹得集团老大迪奥哥不开心 因为已经被拉罗盯上了 炸鸡书决定暂停实验室的工程 于是就让老迈克安排工程队回家 工程队的几人早就猜到了维纳的下场 现在又看着自己等人被带到了荒漠 吓得一个个都不敢下车 老迈克见状表示要是想弄死你们 根本就不需要把你们带到这里再动手 虽然工程没有完工 但是炸鸡书还是大方的付了全款 老迈克警告众人回家后管好自己的嘴巴 不然小心有钱赚没命花 刺头卡伊表示自己绝不会乱说话的 还表示为那内的老东西死有余辜 老迈克听后是气不打一出来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好不容易认识的朋友被自己亲手处决了 卡伊这家伙还说风凉话 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沙包大的拳头直接招呼在卡伊的脸上 晚上老迈克向炸鸡书汇报完情况后 炸鸡书表示虽然工程停了 但还是会照常付给老迈克工资 他身边就却老迈克这种专业的人才 然而面对炸鸡书的诱惑条件 老迈克不假思索的就拒绝了 维纳的死已经够让他伤心了 他可不想和炸鸡书这种心狠手拉支被捆绑在一起 地检官比尔啃着署片来到法院上班 突然莫名其妙的就被一群人围观采访 化妆小妹扮演的记者质问 比尔为什么要用重罪起诉一个小罪犯 这里面难道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猛逼的比尔是一脸的猛逼 完全不知道记者问的是哪个罪犯的事 不过这都不重要 索尔直接打断准备说话的比尔 义愤填膺地对着镜头推销起自己的律师服务 表示所有被比尔冤枉的人都可以来找他做律师 而且当着镜头直接说要起诉比尔这种无良的地检官 搞得比尔是一脸的猛逼加无语 他大在猜到吉米是在拿他当免费陪衬 于是赶紧灰溜溜躲开 而索尔则和摄影小队一唱一贺地完成了这次精彩的广告拍摄 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 围观的众人大都是有官司在身的老百姓 见索尔这个律师居然敢应刚毕警官 于是纷纷找索尔索要名片 索尔这边搞得是风生谁起 但是金这边却是焦头烂额 他眼前的这对夫妻和贪污案的凯特夫妇一个妙性 明明只要签了认罪协议服刑五个月就结束了 所以要抱着侥幸心理想参加庭审 认为法官会看在自己长得帅的份上可能就无罪释放 金是好说歹说都劝不动这对夫妻 这时拍完广告的索尔正好露过 了解了金愁眉苦脸的原因后 索尔表示这种人就不能用常规手段对付 他建议自己冒充地点官假装找到了新证据吓唬 这样那对夫妻肯定跪下来求你签认罪协议 然而此刻的金还没有完全接受变成索尔的机女 他认为法律还是走正派的做法比较好 于是金直接用强硬的态度警告索尔不要管他的案子 索尔见状哪敢继续逗留直接灰溜溜地离开了 有意思的是金回到这对夫妻身边后 不由自主地就用起了索尔出的鬼点子 告诉年轻夫妇索尔是负责他们案件的地点官 索尔已经找到新的证据所以打算撤回认罪协议 年轻夫妇一听顿时吓坏了 急忙请求金让他们签认罪协议 这两眼汪汪的样子和刚才的油盐不尽形成仙明对比 金让他们在原地等着 一群人潜入他的家中直接将他控制 然后就把他带到了一家店铺门口 里面内乔的父亲正在和三个老头打麻将 维克多直接带着家伙就去了店里 让内乔气不打一出来但又无可奈何 等炸鸡叔上车之后 内乔表示想要他做什么直接说就行了 炸鸡叔让内乔想办法获取拉罗的信任 他需要知道拉罗到底想干些什么 要在拉罗动手之前把消息都告诉他 内乔被逼无奈地表示自己会照办的 面对炸鸡叔的威胁内乔没办法不服从命令 老迈克自从工程项目停工后 小日子过得同样惬意 大白天睡到自然醒也没人催他 正愁没事做的时候儿媳戴希打电话来 问老迈克有没有时间带带孙女 老迈克当然有时间直接答应了下来 带着工具箱就来到了戴希的豪宅 但孩子这方面老迈克可谓是经验丰富 老迈克一边锻炼凯莉的动手能力 一边还教凯莉做算术题目 两人聊着聊着凯莉就提到了自己的父亲 他问老迈克父亲是不是从小就喜欢当警察 老迈克表示儿子小时候的梦想是当探险家 说话间脸色就变得忧郁极了 显然是又想到了伤心的事 凯莉没看出爷爷的心情变化 继续问为什么父亲会当了警察 还被坏蛋给杀害了 老迈克这时情绪突然爆发 对着孙女就是一顿狂轰滥炸的训斥 儿子被同为警察的同事杀害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自己的教措导致的 加上最近自己亲手把好朋友为耐给灭口 老迈克的内心别提有多悲伤了 等到晚上儿戏戴希回来之后 老迈克告诉戴希孙女凯莉还没吃晚饭 舅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搞得戴希是一脸的猛批 与此同时 这两个二货因为被索尔舞爵优惠的广告诱惡 肆无忌惮地开着偷来的跑车来买冰糖 直接豪爽地付了十袋冰糖的钱 不知道地以为二人发财了吗 楼上的胖妹看见指令后 拿出十袋冰糖就扔进了雨水管里 倒霉的是说来就来 冰糖直接被堵在了管道里面 两二货在下面没拿到货物就破口大骂起来 还让胖妹下来和他们单调 此时拉罗正和手下的分销头目聚在一起打牌 玩得起劲的时候 风八接到手下的电话 告诉他有人付钱没拿到货在地盘上闹事 那瞧让风八回去把事情处理好 风八来到地盘后 亲自操刀想把冰糖从管道内取出来 这是一辆警车靠脏车上的GPS追踪了过来 两个二货和风八的手下见状直接就跑了 丝毫不顾还在梯子上的风八 条子走过来问风八是不是偷车贼 风八淡定地表示自己是良女 等风八走下来后 另一个条子问风八大半夜鬼鬼祟祟的搞什么动作 看着这大无语事件发生在自己的地盘上 拉罗是相当的郁闷 房间内还放着部分货物没带出来 要是被条子发现的话 第五街区的地盘算是白下了 此时内乔想到这是个博取拉罗信任的好时机 于是打算搏一搏单车便摩托 不过拉罗的劝阻内乔直接靠近了窝点 只见内乔来到隔壁房屋的楼顶上面 在拉罗诧异的目光下 那乔一跃而下跳到了藏货窝顶的屋顶 此时佛伯乐组织好警力准备破门而入 拉罗见状嘲讽起那乔的不自量力 那乔翻进屋内后迅速地将货揣进口袋 然后趁着佛伯乐冲进去之前翻窗逃走 拉罗以为那乔已经凉了的时候 那乔突然打开车门回来了 不仅如此还把剩下的货都带了回来 这让拉罗对那乔瞬间刮目相看起来 想不到自己身边还有这样有勇有谋的手下 第二天 那乔把所有分销头目叫过来好好训斥了一轮 叮嘱众人不准再犯昨晚的错误 训斥完后那乔询问拉罗接下来怎么安排 拉罗表示以后这些事让那乔看着办就行 显然那乔昨晚的表现已经博得了拉罗的信任 拉罗准备培养那乔成为塞拉曼家的嫡系 等那乔安排小弟们离开之后 拉罗和那乔喝着青岛啤酒共进午餐 拉罗问那乔疯狂小巴有没有进去蹲过 那乔一听就知道拉罗是怕疯疤在里面乱说 于是赶紧解释说疯疤是自己的发小 他知道在里面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拉罗表示自己不是那个意思 他对疯疤有特殊的安排 索尔这边经过他的套路推销 手头上的单子有几十个 正常人根本应付不过来这么多案子 但对疯骚索尔来说这一切都不是问题 他假装和地点官苏珊娜在电梯里瞧 电梯刚启动就发生故障停了下来 苏珊娜打了报修电话后得知要20分钟才能修好电梯 索尔这家伙不讲伍德在那自言自语的背着电词 严重干扰了苏珊娜的亲近 苏珊娜一听电词就知道索尔是在被他负责的案子 立马明白索尔是在故意恶心他 于是心烦意乱的苏珊娜开始和索尔探讨起案子来 两个人讨价还价之下很快就把几十个案子办完了 这时电梯也被维修好了 苏珊娜离开之后 索尔拿出一个信封就塞给了维修工 显然这又是索尔设计的圈套 这也是他敢同时接几十个案子的底气所在 自从用上索尔古德曼这个名字之后 索尔才是真正的做回了自己 走路的时候都带有一股王八之气 手里的冰淇淋还没有吃上两口 那乔就开着车把索尔拦了下来 虽然索尔喜欢和小混混打交道 但是面对那乔这种真正混黑道的人 索尔打心底里是感到畏惧的 一句话都不敢多说就乖乖上了车 连冰淇淋都直接扔到了地上 看样子索尔想要变成黑白通吃的大律师 还需要历练一份 拉罗对索尔这个小律师特别好奇 他不敢相信索尔能用一张嘴 就从图库的手里 救下两个辱骂图库奶奶的小伙 正常来说图库会把俩小伙活拨 然后扔在山上喂突救 拉罗表示自己有点小事 需要索尔帮忙 索尔一听就乐了 他还以为拉罗是要他帮忙运毒啥的 如果只是提供法律上的支持 他是求之不得 拉罗表示需要索尔向老李封巴传一些话 他们因为身份特殊不方便进去 面对突如其来的大肥羊 索尔表示自己最近的律师费涨价了 拉罗见状直接让索尔说个数听听 索尔就喜欢和这样的顾客打交道 假模假样的计算一番后 报价7925美刀 拉罗还以为有多贵呢 直接掏出一大把钱出来 点出8000块让几米不用倒了 多余的就当小费了 拿人钱才替人消灾 索尔直接来到橘子里找到了封巴 面对一脸疑惑的封巴索尔告诉他自己是拉罗派来的 封巴急忙表示自己一个字都没说过 索尔安抚好封巴的情绪后就拿出了笔记本 上面全是拉罗交代封巴接下来要做的事 交代完毕后索尔来到橘子外面蹲点 这是一辆缉毒橘的警车开了过来 来源正是我们熟悉的汉克和史蒂夫 两人显然是因为封巴的原因过来的 封巴自从进橘子以来就啥都没有交代 今天突然想开口了显然有猫腻在里面 汉克问封巴有什么惊喜就赶紧说出来吧 最好让我的小眼睛瞪得圆圆地发出喜悦的光芒 封巴表示自己知道哪里藏有50万美刀的毒姿 史蒂夫瞪着大眼珠子表示 如果说的是真话那么对你来说是个好事情 汉克也鼓励封巴把细节都说出来 最好能把上线下线和货源信息都说清楚 正当封巴准备按剧本说出信息的时候 索尔这个剧本中的关键人物闯进来 大声嚷嚷地质问汉克有什么权力单独审问我的委托人 猛批的汉克不知道眼前这家伙是哪里钻出来的阿猫狗 听完索尔的自我介绍后笑得合不拢嘴 索尔无视汉克的嘲讽 照着剧本阻止汉克审问封巴 封巴则照着剧本表示放弃律师权力 坚决要坦白一切获取从轻发落 两人一唱一喝地飙起了眼睛 搞得汉克二人一头雾水 等索尔二人商量好后 汉克二人已经失去了耐心 两人表示不感兴趣后就打算离开 索尔见状急忙喊住汉克二人 表示可以让封巴把信息都说出来 前提是核实信息后要取消对封巴的指控 汉克当然不会一口答应下来 只有让他们抓到人后才有的谈 对于汉克的过分要求索尔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于是双方又回到了谈判桌上 正当封巴又开口说到三个藏前地点的时候 索尔再一次地打断了封巴 表示以我对条子的了解 封巴一旦说完知道的秘密后肯定就被泄墨杀驴了 到时候封巴就要面对当叛徒的下场 汉克思考一番后觉得照着封巴也无非什么事 表示可以让封巴当警方线人 条件谈妥后封巴告诉了汉克藏前的位置 正是炸鸡叔平常交易藏前的三个地点 剧本完成后索尔来向拉罗汇报情况 强调自己不仅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还让封巴成为了警察的线人 索尔逞能的一番话让拉罗更加地看好索尔 直接拒绝了索尔想抽身的提议 索尔这样的人才当然要压榨干净才行 那乔非常理解索尔的处境 自己何尝不想抽身呢 但是开工没有回头见 上了贼船就老老实实待着吧 那巧把索尔送回拦住他的地方后 索尔看着地上的冰淇淋 已经被蚂蚁啃食的一干二净了 让他不由地想起自己的处境 一道阳光在人行道上明显滑开了阴阳 索尔拍了拍鞋子 再也没走进阳光 知道拉罗的计划后 阿泰当即准备关闭那三个地点 炸鸡叔见状让阿泰不要动手 他明白这样做会让拉罗知道有人泄命 舍弃一些钱财来麻痹拉罗是个不错的选择 第二天 金刚刚在一个公益案子上失手了 本就心情不好的 他又接到了老板李奇的电话 表示对金热衷于公益案件表示佩服 但不能忘记自己的衣室父母到底是谁 佩奇那边有急事要金过去处理 老板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金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于是金赶到了图克姆卡里 梅萨维德银行即将在这块地上建造客服中心 但有个钉子户阿克死活赖着不搬走 老阿克搬个椅子就坐在门口堵着 是一斤有屁的话现在可以放 金按照常规操作打算和阿克讲讲道理 表示虽然你在这租了一百年的土地上住了三十年 但终究没有这块土地的所有权 合同上写了土地所有人可以随时买断这块土地 现在梅萨维德表示能给你一万八千块的高价 这些钱足够你在大城市租个几平方的大房子 拿钱走人难道不香吗 老阿克听金说完后就把双腿岔开 阴阳怪气地让金在他的胯部狠狠来上一脚 面对金这种穿高档西服的文明员 老阿克用无赖的方式发出自己的抗议 做点小善事就想减轻自己的罪过 明明要把自己搞得无家可归 还装作一副为我好的样子 老阿克最瞧不起的就是金这种人 老阿克的一戏话确实说中了金的痛苦 他热衷于公益案件 就是想减轻自己用非法手段 帮梅萨维德银行的罪过 金被老阿克嘲讽得无地自容 受不了的金搬出法律条款威胁老阿克 如果接受的话明天只能拿到一万美刀 不接受的话就等着被警察强制带走了 虽然没有完美的办成这事 不过金所做的已经能让佩奇回去交差了 然而对金来说没完成任务就是没完成 当晚金独自一人来到阿克家 他向老阿克推荐了几套他能买得起的房子 表示自己可以出钱帮老阿克搬家 还对老阿克说了自己小时候的遭遇 小时候经常被母亲半夜拖起来搬家 穿着睡衣光脚走在外面 如果我有自己的房子我也不愿意离开 虽然金说得很真诚也很感人 但老阿克认为金是在边瞎话打赶金牌 说完就不再大理金走回了屋内 留下金一个人在外面发着呆 金回到公寓楼下后 发现索尔正在阳台上等着他 两人都满怀心事的一语步伐 索尔向金表演了自己的绝活 完美地展示出自己在危险边缘游刃有余的手 而金见状则激进地把酒瓶直接扔了下去 好像这一刻他的性情又向索尔那边靠往了 面对金的这一疯狂举动 索尔跟着金一起丢起了酒瓶 对于索尔来说 金的这种行为在他眼里只是小打小闹 根本没有一点心理负担 看着对面人家的灯光亮起 两人偷笑着逃离的阳台 早上金建议凯文夫妇放弃那块土地 他想绕开钉子户阿克给他造成的道德绑架 为此金只能建议凯文选用被选的土地建客服中心 然而凯文认为自己站在法律的制高点 可以有一万种方法收拾老百姓 于是直接否定了金的建议 知道了金的心病 索尔这个男票当然要出手帮忙 于是索尔直接来到了阿克家里 索尔熟练地将脚伸进门里 告诉老阿克自己想要成为他的律师 老阿克以为索尔是来消遣他的 索尔见状直接拿出一张照片 成功拿捏住老阿克后 索尔嘚瑟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金 还让金晚上做个肉末茄子庆祝一下 晚上炸鸡叔在店里坐立不安地等着电话 因为今晚是他和拉罗的第一次博弈 炸鸡叔内心胶着之下想找点事分散注意力 于是质问店长莱尔厨具为什么这么脏 莱尔看着干净的厨具是一脸的猛P 不过见炸鸡叔脸色不好 莱尔表示自己在清晰一点 此时汉克和史蒂夫正在第三个藏钱位置蹲点 根据封巴提供的线索 已经在前两个地方抓到了毒贩 今晚就是最后的收尾行动 炸鸡叔的马仔照着剧本把钱从排水管取出来 然后假装让汉克以为自己发现了猫腻 把钱放回到车上后就开车逃跑 汉克见状赶紧驾车追捕 与此同时炸鸡店内莱尔也是个干实事的人 明明已经很干净了还尽职尽责地认真擦拭着 炸鸡叔则故作深沉地等着电话 显然此时炸鸡叔的道行比起 毒师里的还是差了一点点 汉克通过男人的第六感 成功地将马仔拦截 但马仔趁着夜色下车就跑掉了 最后汉克虽然捕获了70万美刀和三个炮灰 但是核心成员一个没抓到 但这对于其他同事来说是个大功了 为了不扫众人的雅心 汉克表示一会酒吧的第一轮酒他来请客 炸鸡叔这边经过漫长的等待后终于接到电话 得到剧本完成的消息后 炸鸡叔直接将手机掰成了两半发泄情绪 接着炸鸡叔来到后厨 告诉满头大汉的莱尔可以回家了 猛批的莱尔继续猛批 不敢多问就直接离开了 一个拉罗让炸鸡叔损失了这么多钱 这个愁炸鸡叔想必是要加倍奉公布 注意看 一群人准备不讲武德进行强拆 就在部署行动的时候 脚屎棍索尔混到了人群中 他好心地提醒包工头现在让工人离开 或许能省下半天的工资 搞得包工头一脸的猛批 只见索尔告诉警长驱逐令上的地址是错误的 这里是汉谷警官路1240号而不是1130号 面对包工头和警长的质疑 老阿克从信箱取出提前改好地址的信件 看着信件上1240号的地址 警长也只能打电话让同事去核实 但核实需要一天的时间 得到消息的凯文真是无可奈何 没想到这个钉子户还知道请律师 为了证明自己不会损害凯文的利益 金提议自己暂时退出客服中心的项目 然而凯文直接拒绝了金的提议 他认为肯定是阿克打听到索尔是金的男友 所以才请索尔当律师来逼迫金主动退出拆迁项目 这一招欲擒故纵成功让凯文打消了对金的怀疑 第二天索尔又出了新招数 他提前在土地上撒了一些咖啡浸染过的陶瓷碎片 然后请考古专家进行考古 虽然挖出来的碎片一看就是现代的东西 但谁敢保证下面会不会有其他的发现呢 于是索尔又争取到了一周的时间 不仅如此索尔的后续花招更苦 什么供水问题 历史赠地法案漏洞 承包商居然是逃犯 辐射超标隐患等各种扯皮事件都招不上 一个人就搞得律所的精英律师们团团转 让无辜的警长都变成了惊弓之年 律师们神仙打架 他这个小警察显得可怜又无助 金里的最后一招是在栅栏上喷上了圣子的轮廓 然后经过不停的炒 吸引了大批朝圣的人来打卡拍照 俨然将阿克家变成了网通警点 老阿克也变成了被圣子选中的男人受人尊重 金里的一套连招将拆迁日无限期的延长 梅萨维德想再用这块土地显然不划算 继续耗下去只会劳民伤害 李奇等人都同意金的牵制方案 然而凯文说啥也不同意众人的一点 他不能忍受被一个小律师骑在自己头上 况且他手下有一堆的精英律师 对付一个人还不是随意拿捏 晚上的时候 索尔劝金理性一点可以收手吗 毕竟在闹下去 金有可能就失去凯文这个大客户了 显然索尔活得比较通透 他不会无缘无故坚持做一件没意义的事 然而金好像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他现在只想和凯文继续斗下去 为了让金早日从这件事上去 索尔动用了一些特殊手段 他通过受医请了一个私家侦探调查凯文的信息 此人正是在麦克手下撑不过两回合的老崔 跟没有什么像样的黑料 索尔认为是老崔的工作流于表面 为了证明自己的专业性 老崔将潜入凯文家拍摄的照片拿了出来 金看了看照片后发现了端倪 看着梅萨维德的logo雕像和相关的照片 金心里有了鬼点子 第二天 金在办公室编坏水准备对付金主爸爸的时候 老板李奇不请自来 李奇希望金能暂停参与梅萨维德的业务 表示金可以把时间花在工艺客户身上 金假装糊涂的问李奇是什么意思 李奇见金非要装糊涂 于是说有些事不用挑明 你瞒得过凯文却瞒不过我 我希望你能适可而止 说完李奇就走出了办公室 也许是因为被戳穿后气急败坏 也许是想伪装出被误解后的愤怒状态 金直接走出办公室当众质问李奇 让老板李奇当着大伙的面把话说清楚 李奇告诉金自己做的只是想保护你 金显然不像索尔那样可以在火堆里跳舞 只是沾染了一点点火星 就被火焰爬满了全身 那乔没想到迈克居然是自己认识的人 更没想到他在替炸机书做事 那乔将拉罗接下来的计划说了一下 主要是打击炸机书的毒品生意 炸机书命令为客多舍弃掉底层的马仔 保住核心成员就行了 此外拉罗还打算将炸机店的生意也搅黄 直到集团彻底抛弃炸机书为止 炸机书自然没有时间管太多事 报复拉罗的事情全权交给了迈克 让那乔有什么事找老迈克商量就行 等炸机书离开后那乔忍不住质问迈克 为何不知轻重参与炸机书的生意 炸机书是个什么货色你难道不清楚吗 老迈克无语地表示自己之前就警告过你 一旦对丁丁书下手肯定会遇到别的烦心事 而且当务之急是解决掉拉罗 这些有的没的说再多也没有意义 为了解决拉罗这个大麻烦 老迈克打算借警察之手来收拾拉罗 他找到了拉罗在差旅店会分店杀人放火的目击证人 告诉目击证人莉莉自己是受害人家属请的私家侦探 通过帮莉莉回想当时的记忆 成功让莉莉想起当时差旅店会门口停着的汽车 老迈克让莉莉把这一条线索告诉负责此案的罗伯茨警官 还要求莉莉不要透露自己的信息 自己只想做一个声张正义的侦探 接着老迈克来到警局摆出一副领导派头 三言两语就把年轻警员给忽悠去了 主动帮迈克把准备好的报告送给了罗伯茨警官 罗伯茨顺手拿起报告看了一下 上面正是凶杀案当天拉罗在停车场肇事逃逸的详细资料 结合刚刚证人莉莉提供的信息 罗伯茨自然而然就把两个案子串联起来 现在人证物证都帮警察搞到手了 老迈克这边开始了最后一步 从那桥口中得知了拉罗的行踪后 老迈克立刻回到车上使用警用电台 向警方提供了拉罗的位置 不知情的拉罗正开着车到处转悠 突然发现有条子盯上了他 拉罗把手放到手枪上随时待命 可随着被多辆警车包围 拉罗只能实相地熄火投降 他完全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就被抓了 为了给梅萨维德银行泼脏水 索尔找来一群毫无经验的路人群演 用各种奇葩的理由控诉梅萨维德银行 索尔这个导演是尽职尽责 直到每一个群演完成设想的效果 拍广告大概是索尔最得心应手的一件事 正当索尔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 主人公金却已经悄悄改变了主意 看到金的到来 索尔乐呵呵地告诉金一个好消息 他已经找到了银行logo的援助者 告凯文logo侵权才是真正的杀手锏 然而金却另有打算 他准备用七万五千美刀让阿克合体 索尔本以为是凯文良心发现了 原来却是金想要自掏腰包补齐这个差价 在索尔震惊的注视下 金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原来是他害怕李奇去告发他 到时候闹大了搞不好自己的职业生涯就完了 然而索尔根本不把李奇当回事 因为李奇只是怀疑却没有实质证据 原本一切顺利的计划就此搁浅 索尔虽然非常的不甘心 但这毕竟是金的剧本 主人公不想参与了他只能无奈统一 为了缓解心中的负罪感 更为了让自己的道德心满意 金坚持帮索尔收拾残局 第二天 金将和解的好消息告诉了佩奇 然后单独和李奇道了钱 然而只是为当众对着李奇囊囊道歉 他相信自己留在这个项目里是对的 只是反应太过激了而已 李奇算是个大方的好老板 只是警告金以后不要再当众让他难堪就行 有什么问题私下都可以解决 索尔这边刚刚将两个失足女人 从橘子里捞了出来 俩女人无以为暴打算用身体暴打索尔 还贴心地表示完事后 用热毛巾帮他清理干净 绝不会弄脏索尔的西服 索尔当然是无服销售直接拒绝了 不过当两人走远后 索尔想到了一个骚点子 连忙追上二女商量起来 镜头一转 身是哈姆林正在高档餐厅进行商务会餐 正当他与克利福德聊得起劲的时候 两个浓妆艳抹的女人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两个女人当着众人的面 指责哈姆林不讲武德 这么有钱居然还打算白嫖 哈姆林没想到这么难堪的事 居然发生在自己身上 完全不知道怎么应对这种场合 躲在外面偷偷观察的索尔 见到哈姆林被自己坑成这样 乐得都快和布隆嘴了 因为做了得心应手的事情 索尔的心理瞬间就发生变化 他拿出手机拨通了梅萨维德银行logo援助者的电话 看样子索尔要继续和凯文较量下去了 面对资本家开出四万五千块的拆迁费 索尔为委托人狮子大开口索要四百万赔偿款 这一数额瞬间就让女朋友惊呆了 这怎么和说好的剧本不一样呢 心语气中显然有些慌乱了 他知道索尔肯定是有备而来 索尔想赶紧终止这次的谈判 毕竟索尔用的损招还是自己出的鬼点子 然而索尔没有按照金的节奏来 直接就寄出了准备好的花招 不信邪的凯文非要看看索尔有什么招数 于是投铁的凯文直接背弃了个半死 索尔用凯文父亲年轻时拍的广告为背景 找群演各种恶搞控诉梅萨维德银行的不良行为 比如让客户的存款不一而非 在梅萨维德银行取钱时感染了梅毒 还指控凯文父亲赤裸地站在保险柜前 只为阻止客户取走存款 见广告已经让凯文失去了理智 索尔拿出了真正的杀手锦 他拿出摄影师奥利维亚的自画像 和他年轻时拍摄的一张照片 惊剑撞想阻止凯文说知道这张照片 但不知轻重的凯文直接承认 是自己的父亲买下了这张照片 这一下正好踩在索尔设下的圈套里 虽然凯文父亲买下了这张照片 但是并没有买下版权 所以梅萨维德银行用这档logo 贴定是侵权行为 索尔告诉凯文不久后 法院的强制令就会送来后 就嘚瑟地吹着口哨功成身退了 一点都没给凯文讨价还价的余地 事后金和李奇劝凯文要冷静 总有办法解决这事的 但是凯文非常清楚索尔的本质 不顾众人的阻拦来到停车场 求索尔放他一马 有什么条件都是可以商量的 看在凯文那么诚恳认错的份上 索尔表示老阿克的房子不能动 银行客服中心得换的地方改 还得赔偿老阿克的精神损失费 另外要赔偿奥利维亚的版权费 做好这一切我就放你一马 此时的索尔已然不是单纯的为别人谋福利 而是在享受做赢家的快感 那种把社会精英踩在脚下的感觉不要太熟 晚上金回到家后 看到正在谈取的索尔气部打你出来 索尔见金不搭理自己 于是开口向金道歉 虽然你生我的气 但是我的目标达成了 之前你担心李奇会怀疑你 现在完全洗清了你的心 现在所有人都赢了难道不香吗 然而金却认为自己输了 因为索尔又让自己变成了窝囊 金语无伦次地表示索尔骗了自己 而这种情况不止一次发生 索尔解释说之所以瞒着你是为了保护你 如果我被抓了你就得出庭作证 到时候你就完全有理由否认之情 对于索尔的解释经根本听不进去 他让索尔发毒事以后绝不会理他 然而两人都清楚索尔根本做不到这一遍 金越说就越感觉到委屈 他告诉索尔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要么现在就和平分手 要么就立刻结婚 之所以提出结婚是因为在美国的法律中 如果夫妻中有一方犯罪 并向配偶说了犯罪事实 警方无权对未犯罪的配偶调查案情 或要求配偶出庭指证另一人 金大概觉得只要两人结了婚 索尔就不用对自己刻意隐瞒什么了 不得不说这个想法有点天真 这对小情侣终于要结婚了 没有戒子没有蜜蜜蜜 就连领证前都在商量法律协议 精心穿戴的见证者修尔都看不下去了 表示自己可以出去走一圈顺两个戒子 得知索尔只是为了法律原因而结婚 修尔感到非常的诧异 通过登记员的谈话得知索尔已经离过两次婚 不过金对此好像丝毫不在意 他表示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婚后的坦诚相待 领完结婚证后在法官的见证下 两人用简单的一吻完成了整个婚礼 事后索尔提议金一起吃个午饭走走仪式感 然而金表示自己很忙吃饭的是晚上再说吧 等金离开后索尔接起了多次挂掉的电话 原来室内桥急着让索尔去把拉罗捞出来 这次的案件是名副其实的凶杀案 表示六周后会安排一个审前听证会 且这期间嫌疑人不准被保释 事后索尔用常规律师的做法让拉罗主动认罪 争取宽大处理 然而拉罗却是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 表示认罪是不可能认罪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认罪 你得想办法把我保释出去 索尔以为拉罗是脑袋骨头 法官都说了不准保释 拉罗诱惑索尔表示你难道不想成为贩毒集团的朋友吗 你那公文包上的JMM不就是赚钱至上的意思吗 晚上索尔和金滚床单的时候 索尔向金坦白自己受到了诱惑 表示自己会成为贩毒集团的朋友 到时候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我们的荣华富贵享至不尽 此外索尔表示自己只是做做样子 反正法官也不会允许拉罗被保释 说完后本以为金会生气啥的 但是金听后却是开心的笑了 对他来说索尔能对他如此坦诚 这比什么都重要 他结婚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 没有了星节两人自然而然地打起了扑克 与此同时拉罗这边嚣张的不行 一部手机明目张胆的就被扔了进来 他打给内乔询问了炸机书最近的情况 还给内乔安排了后续整炸机书的结果 第二天 内乔约见了炸机书的代理人迈克 他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带父亲跑路 拉罗现在进橘子了是个跑路的好时机 他想让迈克替他在炸机书那球从前 然而老迈克直接让内乔最好老实一点 炸机书那边不可能放那条走 得知这个回答内乔也是非常的无奈 他把拉罗的后续计划告诉了迈克 表示拉罗打电话让他把炸机链烧掉 老迈克表示拉罗能打电话 就说明他还在掌控的一切 意思就是提醒那条不要轻举妄动 此时炸机书正在休斯顿参加 穆哥集团下辖的餐饮企业技术会 坐在最前面的是总负责人舒勒 晚上的时候 炸机书来到利迪亚和舒勒所在的房间 一番寒暄过后 舒勒问炸机书实验是什么时候恢复动工 毕竟塞拉曼家的拉罗已经进局了 炸机书卑微地表示现在不能恢复施工 因为拉罗虽然进去了 但还在遥控着 甚至派人要烧毁我的一家餐厅 利迪亚惊讶过后 问为什么不在监狱内做掉拉罗 监狱内死一个人不是很正常的事 炸机书表示不能让拉罗死在那里 不然贩毒集团肯定会怀疑到他头上 现在还不是开战的时候 舒勒见状激动地说 自己罗用的480万欧元快要被发现了 再不经常把骷髅补上迟早要忘了 得亏炸机书用以前的交情安抚住了舒勒 不然利迪亚还真不知道怎么收场 第二天老迈克来到索尔家里 提供了一份资料要求索尔把拉罗保释出来 有时候人生就是这么戏剧化 自己设计送拉罗进去 现在又要帮拉罗出来 回到阿尔不开客的炸机书 带着内桥来烧毁炸机店 内桥简单粗暴地大搞破坏 而炸机书则是沉着冷静地制作着点火装置 两人的行为方式形成鲜明的对比 一切准备就绪后 炸机店当场隐恨西北 炸机书从头到尾都没回头看一眼 萧雄气质展露无遗 为了把拉罗保释出来 索尔这个小律师可是煞费苦心 他提醒拉罗在法庭上表现得无辜一些 最好表现得害怕一些 这样更容易博取法官的同情心 同时还给拉罗介绍了他在当地的家属 另一边死者的家属也来到了现场 索尔费了好大劲 才让拉罗明白死者费雷德是谁 但拉罗表现出一副毫不在乎的表情 让索尔瞬间感到一阵恶寒 拉罗的这种表现说明他对杀人压根没当回事 索尔怀疑自己真的应该帮这种人翻案吗 看着死者家属伤心欲绝的样子 索尔的内心有了一丝丝的动摇 庭审开始后 索尔用老麦克提供的资料 指出检方的主要证人受到了一名私家侦探的指导 这属于严重的干扰证人行为 检方对此也没什么可辩解的 表示该名证人在案件中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元素 最主要的是拉罗在当地没有任何亲人 我们请求法庭将他列为具有棄保潜逃风险的对象 针对检方的陈诉 索尔表示该名证人是唯一能证明拉罗与此案有关联的人 且拉罗并不是与本地社区毫无联系 他向法官介绍了拉罗的群演亲属 经过索尔的这一套案相操作 法官相信拉罗不会棄保潜逃 但由于案件的严重性 法官将保释金设定为700万美元 对于一般人来说700万是个天价 但对于塞拉曼家家族来说 这只是九牛一毛而已 事后索尔躲在拐角偷偷观察死者的家属们 这一刻他受到了良心的谴责 正当索尔内心备受煎熬无处发泄的时候 哈姆林好巧不巧正好出现在索尔眼前 哈姆林问索尔要不要去他的律所工作 并表示自己知道是索尔让士族女坑他 虽然你恩将仇报的做法很不地道 但我明白你的痛苦所以不和你计较 哈姆林的一番话算是说得很真诚 但这种同情心却点燃了索尔的情绪 索尔指着哈姆林把他一顿臭骂 阴阳怪气地表示你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 你只是一个裹在小泡泡里目光短浅的小人 哈姆林健壮直接扭头就走 他不想理索尔这个无可救药的人了 然而索尔根本没打算放过他 追着他又是一顿臭骂 索尔一顿输出过后内心总算舒坦了 但是这大型射死现场不知道有没有对他造成阴影 第二天拘留室内 拉罗正在看着报纸上炸鸡店被烧的新闻傻笑着 很难想象出他是个嫌疑犯 不知道的以为他是在里面度假的 拉罗告诉索尔取钱的具体位置 因为路不好走还让索尔仔细记下来 对于索尔疑惑为什么不让自己的两个表弟或内桥直接把钱送来 拉罗含糊其词地说是因为需要低调行事 至于内桥是因为他不放心 搞不好那桥见钱眼开直接跑路了 但你是个无名小族 扔在大街上都不会有人多看你 正是取钱的不二人选 见索尔有点犹豫不决 拉罗这次并没有强迫索尔一定要去做 索尔见状松了一口气准备溜至大吉 表示回去后自己会把笔记销毁 但走到门口的时候索尔又一次露出本信 这里是塞拉曼家位于墨西哥的大本营 里面一片井然有序岁月安好的模样 各种抢来的豪车多不胜数 钞票就跟纸一样堆的到处都是 江湖上令人闻风丧胆的双子杀手 来到工厂金库取走了七百万的现金 两人虽然心狠手辣 自然被所有手下看在眼里 等双子杀手驾车离开之后 塞拉曼家的内鬼就把消息透露 给了哥伦比亚黑帮 索尔这边将自己去取钱的事告诉了金 金一听到索尔要去取七百万的毒资 就坐不住了 你一个小律师咋就变成毒帮的刨腿小哥了 见自己怎么都劝不动索尔 金表示要跟着索尔一起去 他想确保索尔不会牵扯到罪犯的交易里面 然而索尔只能做到不欺骗金 对于自己我行我素的本性没办法改变 好说歹说才勉强打消了金的顾虑 第二天一大早 索尔就来到拉罗告诉他的地点等着取钱 为了在双子兄弟面前展示出自己一丝不苟的形象 索尔照着后视镜一边整理形象 一边背着准备好的台词 还不忘拿饮用水冲洗皮鞋上的灰尘 细节这一块简直拿捏得死死 等双子兄弟驾车到来后 索尔强装镇定地和双子兄弟打招呼 但是俩兄弟根本一句话也没有说 撂下两包钞票就驾车离开了 搞得索尔就像个小丑一样 由于这次的任务出奇的简单 索尔想到那十万的报酬就勉滋滋地乐了起来 不出意外的话就是要出意外 还没有得死一会索尔就乐极生非了 几辆车将索尔给拦了下来 索尔战战兢兢地举手下车投降 生怕一不小心就隐恨西北 然而哥伦比亚黑帮的人并没有打算放开 眼见索尔就要浑游西天的时候 有人用狙击枪袭击了黑帮众人 紧接着密集的枪声就起不住体 上辈子做了好事侥幸开车逃走了 老迈克淡定地拿着左轮走来 帮狗言惨喘的敌人解脱 看着惊魂未定的索尔 老迈克让索尔坐在原地好好缓缓 几人的车辆经过交战都被打废了 只有索尔的小破车还能勉强启动 回去的路上索尔依旧没有缓过进来 第一次经历生死一刻确实是将他吓傻了 倒霉的是接踵而止 小破车没开一会就抛锚了 在这荒芜人烟的沙漠里一点信号没有 两人连呼叫救援的机会都没有 老迈克熟练地将车牌和装有定位器的邮箱盖取下 索尔也将金送给他的纪念被拿走 然后就将车推到了一旁的座会 索尔质问老迈克是不是早就知道会发生什么 老迈克表示自己要是早知道是这种情况 肯定会多叫几个人来帮忙 他没时间和索尔啰嗦 因为漏网之余肯定会准帮手杀回来 当务之急是从小路走避开威信 这两个难民正在荒漠中穿行 两人在荒漠中没走多久 索尔就累得走不动了 在树下休息的时候 索尔提议和老迈克轮流拎钱 但显然老迈克不同意索尔的建议 他需要保存体力随时反击敌人 于是索尔打算就地把钱藏起来 等回头开车再过来取 但是就靠一块车牌根本挖不动坚硬的土 此时老迈克发现敌人已经折返回来了 警告索尔把所有反光的东西收起来 然后两人又继续踏上逃亡之路 走到快天黑的时候 迈克用随身携带的物品制作淡水收集器 而是用荧光棒照明 索尔表示自己晚上不回去 索尔肯定会很担心他 老迈克这时才知道索尔把事情告诉了索尔 极力主张保护家人的迈克 无法认同索尔的愚蠢行为 索尔是因为害怕报了索 或者告诉了其他人 这事情可就不容易收场了 然而索尔天真的认为自己只是不想欺骗金 并没有让金跟着上贼船 老迈克听后也不想和索尔争论 因为不能生火他拿出锡纸腹包呢 索尔健壮立马就想到自己那可恶的老哥 索尔彻夜未归 金一大早就冒充拉罗的律师见到了拉罗 想从拉罗嘴里问出索尔的下落 面对强装镇定与自己正常交流的金 拉罗的第一反应是这娘们到底是谁 面对拉罗的疑惑金直接自爆家门 表示自己是索尔的妻子 也是一名不会泄密的律师 拉罗见状告诉金索尔就像一只蟑螂 他会不择手段地活下去 要是他不打算卷钱跑路的话 明天肯定就会活着回来 或者已经死了你永远见不着了 拉罗不可能把消息透露给金的 自己这头凶猛的狼 怎么可能和一只羊有共同语言 于是不耐烦地喊玉井带他离开 老迈克这边经过一夜 也只收集到一点点水 他提醒索尔最好把尿给收集起来 之后两人又开始了荒漠之旅 走了大半天后 索尔又一次地泪趴下了 老迈克水壶里的谁也见底了 索尔贪婪地把这一小瓶盖的水喝干净 还用舌头舔了一遍 见索尔喝完后还想要 老迈克当然不会惯着他 还想喝就喝你自己的冰红茶吧 之后的行程中索尔自作聪明 拖着背包走 结果就是磨破了背包 还得回头去紧钱 老迈克用车牌挡住了破损的大路 倒霉但索尔则不小心 踩在仙人掌上被尖刺扎破了脚 一下就让索尔的精神崩溃了 只想躺平摆烂等着转世轮回了 索尔不明白老迈克年纪那么大 怎么还能坚持下去 老迈克表示他知道自己的目标是啥 他知道自己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家人 他知道他的家人还在家里等着他 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这时老迈克又发现远处有车辆向他们开来 他让索尔躺在地上别动 打算等追兵离开后再行 然而此时的索尔因为老迈克的话小文伴 他挣扎地站起身子 从背包拿出西纸服穿上后 背起两包钞票就朝大路走去 索尔打算去当幼儿 让迈克准备好家伙把追兵灭了 不得不说拉罗看人的眼光很索 索尔确实就像蟑螂一样顽强不息 老迈克没有辜负索尔这份突如其来的局务 只用了两枪就把急速驶来的汽车干飞了 但显然老迈克这次是失误了 他没想过把汽车也给干掉了 更倒霉的是汽车内的水壶也在撞击中破碎 但索尔此时却是精神抖擞 一句怨言没有拿起冰红茶就喝了下去 一个喝着82年的冰红茶 一个喝着甘甜的百岁山 一个时刻都在观察手机有没有信号 一个却在焦急地等着来电 这种对比无疑证明了 俩人都迫不及待想联系到对方 终于索尔发现手机有了信号 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惊爆平安 得到索尔平安的消息 惊心中的大石头终于落地了 眼泪更是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有了信号一切困难都迎刃而解 两人来到一个服务区休整了一下 经过一天一夜的暴晒 二人的皮肤已经晒得黑不溜秋 老迈克更多的是身体上的疲惫 而索尔显然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问题 没过一会 维克多和阿泰开车来接二人 阿泰表示枪战的地方没有闲杂人等发现 已经派人清理干净了 至于那个跑回来送死的追兵 暂时还没有发现位置 为了向拉罗隐瞒真相 老迈克和索尔商量了一下说辞 晚上的时候 索尔拎着700万美刀来到橘子交宝石金 这么一笔巨款自然引起了地检官等人的注意 至于众人对这笔巨款来源的好奇 索尔表示委托人的前轮不到他来问东问西 清点完毕后 剩下十万美刀是索尔的报仇 前到位后很快拉罗就从橘子里放了出来 索尔表示自己遭遇了一场意外 车子在街头地点十公里的位置抛锚了 因为怕搭便车再出什么意外 所以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走了回来 看似很完美的回答并没有打消拉罗的怀疑 但拉罗现在什么也不知道也不能多说什么 索尔警告拉罗他已经被警方盯上了 这么一大笔钱实在是太眨眼了 拉罗表示这都是小问题 因为他马上就要回墨西哥去了 等那乔来接拉罗离开的时候 拉罗表示金来找过他 他很佩服索尔能找一个这么好的媳妇 这话让索尔的内心瞬间慌乱了 想不到老迈克说的话一面了 金真的被卷进来了 回到家后 索尔提醒金离拉罗这种人远一些 我是身不由己上传了但你不必上传 然而金完全不理解索尔的意思 因为他根本没和黑道人物打过交道 见金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索尔改变策略打起了感情牌 在荒漠的时候我一度以为自己撑不下去 因为想到你还在等我 所以我才有了动力走回来了 不得不说感情牌很有效果 金直接答应索尔不会再见拉罗 可他也不明白索尔为什么要为罪犯以身犯险 索尔让金去他的背包看看有啥 想用十万美刀的报酬来安慰金 然而金并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女友 女人的直觉让他发现了被子弹打穿的杯子 显然索尔有事瞒着他 老迈克这边向炸鸡叔汇报了这两天的具体情况 他通过纹身猜测这伙人应该是哥伦比亚的帮派 炸鸡叔看到这个纹身样式后 瞬间就知道这伙人是被谁雇佣的 他立马就打给了最有嫌疑的博尔萨 炸鸡叔告诉博尔萨拉罗已经被保射了 而且准备回墨西哥避难 博尔萨听完后立马表示今后你的生意太平了 两人说话都是点到为止个怀鬼胎 但显然炸鸡叔才是隐藏最深的那个人 临走的时候老迈克想替那条求个提 那条既然任务完成了现在可以放过他了吧 但炸鸡叔直接拒绝了迈克的请求 那条这种马仔对他来说还有其他的用 然而老迈克认为炸鸡叔用那条父亲来威胁他 这显然不是让人效忠的好方式 拉罗还没有大展拳脚 就被小人算计不得不回墨西哥避风头 临行之前特意来到养老院与丁丁叔告别 老头子显然很不情愿 塞拉曼家在这里接连受挫 心高气傲的丁丁叔怎能咽得下这口气 直到拉罗表示回去后就向迪奥哥吹耳旁风 一定要把炸鸡叔的生意抢过来 听到这话丁丁叔的脸色才有所好转 而且再过11个月图库就出狱了 到时候他正好来接手这里的事物 至于图库做事暴躁的情况 拉罗承诺一定会让图库把毒戒了 显然拉罗的这一承诺没有做到 因为毒室里的图库依旧是那个脾气暴躁的样子 此时养老院正要给老太太路易斯庆舍 丁丁叔终究没能躲过戴上生日帽 和一众老头老太合唱生日歌的命运 拉罗看在眼里却痛在心里 塞拉曼家唯一信奉的就是家人至少 但现在并不是任性的时候 拉罗还是选择赶紧回到墨西哥避风堂 拉罗的一举一动都被炸鸡叔盯得死死了 他要确保拉罗是真的离开了 拉罗来到边境线等接应人的时候 也许是因为输得不甘心 拉罗突然改变主意想去索尔所说的抛锚地点瞧瞧 来到现场发现小泊车被推到了沟里 拉罗也是个狠 那么高的地方想都没想就跳了下去 仔细观察发现汽车上有很多的弹幕 显然这和索尔说的情况不太相符 为了搞清楚真相 拉罗选择返回阿尔布开克弄的明白 只是可怜了那瞧 始终待在贼船上没机会想 与此同时 因为担心索尔的状态 金又请假一天打算陪着索尔 炸成只石巾的小失误让索尔触紧伤态 他引发了索尔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 很明显索尔有很严重的心理创伤 两人看电视的时候索尔接到客户的电话 准备去法院帮客户解决问题 金见状委婉地引导索尔把真相说出来 并表示自己无论如何都会陪着他 且不会平头论 然而索尔只是用领药这一细节搪塞了过去 他明白金知道的越多对他越危险 既然索尔去上班了 金也回到了律所工作 但是发现这几天自己不在的时候 一切的工作都在有序地进行 这让金意识到就算没有自己律所的工作 也不会受到影响 心不在焉的金看到了之前做工变律师获得的感谢信 于是金有了一个任性的想法 他找到老板李奇聊一会后 回到办公室最后环顾了一拳 然后把律所分配给他的汽车钥匙交给了助手 没错 金若辞了 他也想像索尔那样随心足入地做自己的事 宫殿律师才是他最初的梦想 索尔这边因为状态不佳的原因 头一次打官司输给了地中海比尔 还遭到比尔的冷嘲热讽 向来嘴上功夫了得的索尔并没有环底 魂不守舍就是他此时的状态 为了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 索尔找到老麦克取经 他想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忘掉这件事 他想知道为什么老麦克不受困了 老麦克表示等你学会忘记的时候 这件事自然就忘记了 至于这些死掉的人 在他们为了七百万准备杀你的时候 他们的死就注定不会对我造成困惑 我们跟他们之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就是这么简单 然而索尔认为就算那些人该死 但是差旅店会的小哥总是无辜的吧 拉罗把他杀了而我却帮拉罗保释了出来 我为他在荒漠中一身犯险 难道就是让他出来逍遥法外呢 老麦克见索尔已经开始钻牛脚尖了 表示人生会因为一个细微的因素 而产生连锁反应 发生的一切都是自己不经意的选择 很多是我们都无能为力 所以上了船就想办法在船上活下去 索尔觉得这个世界真是荒唐 地球数十亿人 而我却只能和你一个糟老头谈心 晚上的时候 金把裸茨的事告诉了索尔 索尔听后一个机灵就站起来了 他以为金是被抓到了什么把笔 然而金却说这是他做的正确选择 索尔见状非常不理解金的作词 当下每年那么多大学生毕业 找个好工作是多么的不义 金居然主动放弃了大好前程 做公益案件根本养活不了自己 为了劝金回到里奇律所 索尔用上了白天老麦克的那一套说辞 可笑的是 老麦克的大道理索尔自己都没想到慢 又怎么能说服别人 然而金表示你决定当索尔古德曼的时候 我就一点不理解 但我还是支持了你的决定 意思就是说我这一切都是跟你学的 我们不要大哥笑话二哥 正在两人争执不下的时候敲门声响了起来 索尔同时也接到了老麦克的电话 老麦克焦急地让索尔把电话放在一旁 不要挂断 索尔见状将手机放到了一旁 门打开后拉罗笑着和索尔打了招呼 索尔万万没想到拉罗会找上门来 看着拉罗裤腰带上的手枪 索尔知道拉罗是来者的事 他想让金先行离开 但是拉罗拒绝了 之后拉罗一遍又一遍地 让索尔把取钱的细节说给他听 索尔每说一次就加一点无关紧要的事进去 当索尔说到第三遍的时候 老麦克已经在狙击里就问了 拉罗知道索尔是在撒谎 索尔也清楚自己的处境 所以他硬着头皮死撑着 当拉罗问索尔被枪击的汽车 是不是他推到沟里的时候 索尔立马就开始慌张起来 与无伦次的索尔提一把钱还给拉罗 一直在观察情况的金大概明白了什么 害怕弹口碑被拉罗发现 他及时跳出来打断了两人的谈话 金不知哪来的勇气 直接开始指责拉罗 索尔九死一生替你把钱带了回来 而你却因为推进沟里的车上 有弹口就来威胁他 在新墨西哥周着地地 朝着抛锚的汽车开两枪 不是很正常的事 这种批大点的小事能证明什么 金知道自己的诡辩 并不能打消拉罗的疑 所以他使出了律师的看家本领攻心 他嘲讽拉罗你让索尔帮你去取钱 不就是因为你没有值得信任的人 我认为你当务之急是整理内容 而不是折磨这个 为了救你差点连命都搭进去 金的一席话不仅抽中了拉罗的痛点 还瞬间点醒他 自己稀里糊涂地就被条子抓了起来 肯定是有人出卖了自己 眼前的小律师 顶多就是被利用的小角色 自己宰了他可能就把线索断了 于是拉罗一句话没说转身就离开了 回到那桥的车上后 拉罗打算带着那条一起回墨西哥去 看样子拉罗是想培养一个自己信任的帮手 那桥这个倒霉蛋此刻真是无语极了 怎么稀里糊涂地自己就扛下了所有 小两口胆战心惊地看着拉罗坐车离开后 内心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本想让老麦克把事情说清楚 但是老麦克啥也不说就挂断了电话 面对金的疑惑索尔知道瞒不住了 于是便一五一十地将真相说了出来 说完后手足无措的索尔不知道该如何面对金 然而金却没有刨根问底和责怪索尔 只是用一个温暖的拥抱安慰索尔 也不知索尔和德河能可以拥有一个这么好的媳妇 为了防止拉罗杀的回马枪 两人连忙来到酒店避难 看着金洗漱的背语 索尔的内心充满了内酒 他悔恨自己害金陷入了危险 然而金却是若无其事地说下不为例 第二天一早 金打算继续他的公辩律师事业 索尔建议金最好和他待在酒店 金认为躲得了和尚躲不了面 该面对的勇敢面对就完事了 来到法院后金找到了公辩律师格兰特 他主动讨要二十件棘手的案子 格兰特短暂惊讶后一把 就把棘手的案子甩给了金 还带金来到了档案室 这里面堆满了棘手的案件 因为公辩律师就那么多人 这些案子都不知道放了多久了 既然金愿意接手 格兰特自然想让金帮忙多处理一些 金挑选了一箱子案件后 在电梯内偶遇了哈姆林 自己离职的消息估计很快就会传开 于是金向哈姆林透露了自己辞职的事 哈姆林惊诧之于忍不住向金询问原因 金表示是自己下定决心出来单干的 哈姆林以为是索尔那个王八蛋害了金 正好自己有一肚子苦水无处发现 于是哈姆林开始打索尔的小报告 把索尔拒绝他以及整补他的事都说了一遍 想让金看清索尔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然而金听完哈姆林的话后 直接不厚道地笑出了声 金认为哈姆林的关心很侮辱人 我自己的事是自己做的主 况且最了解索尔的是他而不是哈姆林 此刻的金显然已经用索尔的眼光来看待问题了 气得哈姆林撂下一句 果然查克最了解他就离开了 老迈克来到被烧毁的炸鸡店 向炸鸡叔汇报了昨晚的情况 拉罗已经回到了墨西哥 但是把内桥带走了 看样子是打算提拔他当当 塞拉曼家居住的地方鸟不拉屎没有信号 想联系到内桥得费一番功夫 炸鸡叔淡定地说这只是个技术问题 老迈克想让炸鸡叔派人把内桥救出来 炸鸡叔不为所动表示正好可以把内桥当成内衣 他已经为拉罗安排了一场刺杀秀 炸鸡叔对内桥的态度 就像手里那张没有被烧毁的纸巾 垃圾始终就是垃圾 但不妨碍他擦一次手后再被扔掉 此时主人公那桥已经跟随拉罗 回到了塞拉曼家的碉堡 拉罗热心地向内桥介绍了他的家人 俨然一副当那桥是自己人的样子 之后拉罗向内桥说了一些 见迪奥哥的注意事项 他想让内桥得到迪奥哥的认可 这样才能在集团内评不清云 内桥这个小可爱也是倒了大辈子血脉 越想逃避混得就越好 他从没想过有一天会成为塞拉曼家的人 这时一直没有信号的手机突然想 内桥及时挂掉了电话 然后借上厕所为名回了电话 电话那头告诉他凌晨三点把大门打开 内桥立马就意识到晚上会发生什么 他告诉对方这里居住的大都是普通人 希望对方放过妇孺老人 然而对方直接挂断了电话 同时内桥的手机也没了信号 不得不说炸鸡树桩的B没毛病 这果然只是个技术问题而已 索尔这边为了确保自己合金的安全 来到麦克家找麦克一问究竟 原本麦克什么都不想对索尔说的 但是索尔关爱家人的真心触动了他 麦克最终还是决定透露一点信息给索尔 他提醒索尔嘴巴闭紧一点 自己背后的人对索尔一点兴趣没有 并表示拉罗今晚就会去西北找妈妈 愿谁看到这几百万美刀都会乐开了花 但是迪奥哥显然并不太满意 这和以往博尔萨上贡的数目差太远了 迪奥哥不知道就这些钱 还是炸鸡树东拼西凑拿出来的 以往赛拉曼加都是由丁丁书负责上过 比起心高气傲的丁丁书 拉罗显然更懂的人情世故 他带来一辆限量版钞跑 还有大把的钞票放在后备箱内 把迪奥哥伺候的那叫一个舒舒服服 趁着迪奥哥心情不错 拉罗把那桥引荐给了迪奥哥 迪奥哥第一次见赛拉曼加引荐外星人 这让迪奥哥对那桥刮目相看起来 于情于理他都要亲自认识一下这个年轻人 对于迪奥哥提出如何为他开疆扩土的问题 那桥用炸鸡树擅长的逐个击破完美地做出了回应 这个回答让迪奥哥认定那桥不是个头脑简单的大手 于是又问那桥想要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那桥可谓是掏心掏肺了 我不想成天担惊受怕 我想要掌握自己的生活 迪奥哥听后开玩笑地说那桥入错了行 表示那桥说得没有毛病还和那桥碰了背 显然那桥得到了迪奥哥的认同 晚上金下班回到酒店后 索尔将不用担心拉罗的事告诉了金 但他只说拉罗去了墨西哥不会回来 并没有将拉罗会死的事说出来 他想将这些阴暗的事挡在身后 金听后洋洋得意地表示可以好好享受酒店服务 显然这件事并没有对他造成多大的困扰 吃晚饭的时候金把遇到哈姆林的事说了一下 索尔见状连忙解释那都是结婚之前发生的事 但金并不是要责怪索尔 而是认为索尔做得没错 哈姆林这种高高在上的样子实在惹人讨厌 索尔教训哈姆林让金也感到身心愉悦 金的转变来得太突然 甚至开始策划后续的整骨计划 这让索尔有点看不懂金了 两个人聊着聊着就滚到了床上 疯狂过后又开始探讨如何整骨哈姆林 金想让哈姆林来个失职行为 这样既要度案件就不得不和解了 索尔也就能快速地拿到200万的和解金 那些老人们在有生之年也能拿到赔偿款 索尔以为金是在开玩笑所以没当回事 但吃夜宵的时候金开始幻想 如何花那笔200万的巨款 此时索尔才发现金好像真的想重创哈姆林 他急忙告诉金用鬼忌讳 导致哈姆林的事业毁于一旦 他虽然讨厌哈姆林 但并不认为哈姆林该有这种下场 然而金觉得索尔是小题大做 显然他并不清楚自己的想法 会对别人造成多大伤害 索尔见状提醒金头脑要清醒一些 你不应该是会做这种事的人才对 然而金却逼而不打准备去洗澡吗 看样子金想要变成另一个索尔古德曼 但一个乖乖女便成坏小子恐怕不是件好事情 眼见凌晨三点快要到了 那乔抓紧时间偷偷制作开锁工具 准备好工具后那乔在院内遇到夜猫子拉罗 原来拉罗经常每天只睡一两个小时 他最喜欢夜深人静的时候思考事情 他告诉那乔过段时间如何杀回美国的地方 但那乔哪有功夫听这些屁话 借口去拿酒的时候那乔来到厨房折腾一回 然后带着酒回到了拉罗身边 没过一会拉罗就发现屋内浓烟滚滚 口吐连花后急忙跑去灭火 奈乔则趁机来到大门口用自制的工具打开了锁 拉开大门后炸鸡叔派来的雇佣兵已经就位 汇报了拉罗的位置后雇佣兵们开始了暗杀行动 奈乔则赶紧溜之大吉 此时拉罗正在屋内指责帮庸 男人的第六感让拉罗观察到了超外的杀手 拉罗瞬间就把帮庸荡成沙包救了自己 接着拉罗用滚烫的油锅偷袭了潜入的杀手 然后屋里屋外发生了激烈的强烈 拉罗凭借主场优势顺利地打开了暗道 他故意将暗道的入口打开着 自己则迅速地从暗道爬到了院外 你以为拉罗是要逃跑 那你可就小瞧了塞拉曼家的人 在他们的字典里就没有逃跑一词 拉罗拿出手枪又杀了回去 此时雇佣兵已经发现了暗道 两个人跳下去追捕拉罗 其他人则负责清理小楼 拉罗解决掉他中的雇佣兵 拿起他的布兵就往暗里 无处可躲的雇佣兵直接被打成了塞子 雇佣兵只有那个被油锅袭击的人没死 拉罗让这人向他的上级汇报任务成功的消息 他要躲在暗处找机会报仇血恨 今晚的战斗非常的惨烈 除了拉罗其他的家人都被雇佣兵杀害 看着院内那桥留下的酒杯 拉罗这时候终于明白那本是谁 想不到因为自己的心血来潮 让自己的家人都惨遭杀害 遭受背叛 暗杀 灭门的拉罗 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让所有敌人付出代价 那桥将雇佣兵放进拉罗家里后 一路向北狂跑800公里 跑到了天亮才敢停下来休息一会 这是接到炸鸡叔手下打来的电话 得知拉罗已经隐恨西北的消息后 内桥还不忘询问拉罗家人的情况 真不知内桥是天真善良还是愚昧无知 然而炸鸡叔的手下根本不回答内桥 而是提醒内桥先把手机电池抠下来 继续向北逃跑 他会在一个小时后打电话过来通知内桥接下来怎么办 为了活命那桥现在只能言听计同 麻溜的照着只是行动起来 不伤的拉罗从家里出来后来到了附近门妇家里 两口子常年受拉罗的照顾 所以对于拉罗的到来是热情反戴 可他们不知道拉罗照顾他们是有原因的 拉罗告诉农夫剃一个和他一样的胡子会很帅 于是淳朴的农夫直接就照走了 趁着农夫去剃胡子的功夫 拉罗操起家伙先解决了农夫 农夫剃完胡子后还美滋滋地欣赏起自己的样貌 丝毫不知自己即将成为拉罗的替司徒 镜头一转 双子兄弟得到消息后文讯感来 二人大摇大摆地走进犯罪现场 佛伯勒竟然没有一人敢呲牙咧嘴 可见塞拉曼家在当地的威慑里 二人看着地上烧焦的尸体 头脑简单地认为这就是他们的宝哥拉罗 于是亲手用衣服将尸体盖上 还留下了一张死神卡片 这是塞拉曼家家族的信条 血债必须用仇人之血来偿还 炸基书这边接到了直属领导博尔萨的电话 告诉他拉罗死在了一群雇佣兵的身上 由于塞拉曼家的仇人很多 现在也要不准谁是幕后黑手 目前唯一的突破口就是找到叛徒那桥 迪奥哥已经悬赏100万让黑白两到四处追捕那桥 博尔萨表示这事已经告诉了丁丁书 让炸基书最近小心一点 现在任何人都是怀疑对象 搞不好就稀里糊涂卷入心风血雨中 电话挂断后 炸基书谨慎地向阿泰核实情况 所有的雇佣兵都死 但是他们却完成了任务 这显然让炸基书放心不下 老迈克见状表示把内桥带回来就能了解详情了 眼瞅着炸基书有意放弃内桥这个妻子 老迈克强调忠诚是双向的 内桥这个孩子觉得炸基书的尊重 看样子老迈克是真的想就内桥一命 拉罗这边来到了美墨边境打算偷渡 在走之前他忍不住给丁丁书打电话报了他 原本伤心欲绝的丁丁书接到拉罗的电话后 死气沉沉的表情立马就变得围俗起来 拉罗一口咬丁是炸基书对他吓了手 表示自己会躲在暗处 找机会亲手解决掉炸基书报仇血恨 原本拉罗只是想和丁丁书宣泄一下情绪 想不到一项头脑简单的丁丁书这次脑袋开跳了 他用铃铛提醒拉罗先找到证据 只有这样才能把炸基书连根打起 提到证据 这让拉罗不由地想起为难的工程师 想必拉罗的下一步动作就是从炸基书的实验室入手了 经历过生死的考验 索尔变得更加谨慎胆小起来 一缕阳光更是将他的不安衬托得淋漓尽致 反而金像个没事人一样睡得香甜无比 由此可见两人性格上的差距 既然拉罗的事情告一段落 二人也要开始回归正常生活 索尔的小破车因为葬送在了沙漠 金的公务车也还给了里奇律所 所以小两口只能打车去法院 不巧的是两人身上都没有现金了 于是索尔开始动用前几天拿命换来的十万美刀 金则借着打开包裹的机会 将送给索尔的世界第二好律师杯子拿了出来 在坐出租车的时候 金毫不留情地就把弹孔杯扔进了垃圾桶内 这一幕好像在预示索尔不可能完成这个目标 来到法院后 负责拉罗案件的公检律师和警察找到了索尔 他们已经发现拉罗用的是假身份 同时也发现拉罗已经弃保潜逃 他们怀疑索尔应该是知道内幕的 索尔本来就被拉罗搞得留下心里阴影了 现在还要替他擦屁股 气不打一处来的索尔指着黑妞就是一顿臭骂 还不小心把拉罗的真实姓名说了出来 索尔急忙解释自己的客户太多说错了名字 很明显索尔现在的状态非常不好 为了防止再说错话 索尔赶紧编了个理由就离开了 和索尔相比金的状态显然要好得多 两人吃饭的时候 金觉得索尔租的这辆金牛座有点掉档子 配不上索尔古德曼的身份 他委婉地表示索尔应该开着可以炫耀的跑车 并且拥有一间豪华的办公室才对 紧接着金就说起了基要度案件的事 为了让索尔早点拿到200多万的和解金 他觉得整股哈姆林的时候 可以把握分寸不至于让他完全倒下 最好从戴维斯律所的克利福德入手 但索尔表现出一副极不情愿的表情 让金意识到索尔好像和他不是一条心 此时的场面一下子就尴尬起来 但事件的转变往往发生在瞬息之间 服务员送来索尔点的非常可乐后 索尔的态度突然就发生了变化 也许是意识到自己非常缺钱 只能喝廉价可乐 他主动让金说出整股哈姆林的计划 金诧异过后就说出了自己的核心想法 一切都要循序渐进把握节奏 不能太急躁而暴露自己 可以不通过法律途径 但是一定要有逻辑性 显然金在触谋划策这方面有着不凡的天赋 此时那桥这边可谓是苦不堪言 黑白两道到处都在巡逻搜捕他 那桥小心翼翼地来到指定的小旅馆店 一句话没说就拿到了安排好的房间钥匙 进入房间内打开了床上的信封 里面有两达现金和一把手枪 此时屋内的电话响了起来 炸鸡叔的手下阿泰让那条在旅馆静等体验的转变他 并告知他已经被迪奥哥悬赏了 期间无论谁进门直接开枪就完事了 显然炸鸡叔是想让那桥死于枪战 信任的老迈克 但是老迈克心里有谱说不出 不敢盲目地接电话害了那桥 第二天索尔和金来到高尔夫球场 这里是哈姆林这种社会精英的聚集地 金负责在外面观察哈姆林的动态 索尔则负责潜入更衣室搞小动作 来到大厅后索尔让金里带着他参观一下 金里非常热情地接待了索尔 不料这一幕正好被索尔坑过的凯文看见了 只见凯文把金里叫到一边说了几句话 就让金里的态度来了个720度的大转变 表示会员名额已经排到两年以后了 希望索尔失去的滚蛋 索尔本想以此为借口放弃计划 但是想到这种来自社会精英的鄙夷和惊讶 索尔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 索尔当着众多会员的面 直接揭穿了金里的把戏 还给高尔夫俱乐部扣了一顶反犹太主义的大帽子 直接气得凯文不顾形象的破口大骂 甚至都想对索尔动态 好在其他人比较理智把凯文给拉走了 之后索尔标起了演技 表示自己不会成为这里的会员 但自己现在尿急借用一下厕所总可以吧 于是索尔顺利地混入了更衣室 来到厕所后 索尔将整卷厕纸塞进了马桶内 把厕所搞得乱七八糟 成功地把服务员给支走了 索尔趁机查掠了哈姆林的更衣柜号码 此时索尔接到金提醒他哈姆林回来的信息 但索尔一高人胆大 麻溜地将一包婴儿爽身粉 塞进了哈姆林的更衣柜 但想走的时候发现已经来不及了 索尔干脆脱光衣服装作俱乐部会员 哈姆林一打开柜子婴儿爽身粉就掉了出来 面对突然出现的一包白粉 克利福德见哈姆林一副不知情的样子 便替哈姆林开脱说可能是工作人员留下的 但是怀疑的种子已经种在了克利福德的心上 回到车上后第一次做这种事的经开始纠结了起来 他觉得这次行动是不是太微妙太想当然了 但通过观察克利福德的表情 索尔明白这次的行动非常的完美 一切都是那么的恰到好 炸鸡叔为了把锅完美的甩给内桥 派出手下来到内桥家里 老迈克告诉两个兵妹赶紧拿行李走人 但两兵妹明显不愿意离开 待在这里有吃有喝难道不相吗 老迈克见状也没和两妹子闲扯 拿出一碟钞票让两兵妹快滚 警告二人不走的话就有得罪受了 最终两兵妹不情不愿地拿钱离开了 老迈克量了一下保险柜的尺寸 然后打电话通知维克多买个一模一样的回来 接着就让手下对保险柜进行扩查 保险柜里放有几十万美东 以及内桥为了跑路准备的加拿大身份证 老迈克偷偷将内桥附近的身份证藏了起来 他的底线就是货不及家人 本维克多带回来新的保险柜后 老迈克将之前保险柜的东西都放了进去 然后拿出了一封炸鸡叔准备好的信息 犹豫了一会后还是照着计划实施了 显然老迈克没有资格保下内桥 镜头一转 扎基书看着面目全非的拉罗照片 以及墨西哥那边传来的诸多铁肉 心里的不安始终营绕在心头上 为了消除心里的不安 扎基书主动打给了上司博尔萨 表示有一个与塞拉曼家维持合幅的感觉 扎基书口中的办法就是主动向丁丁叔不认识好 他先是对拉罗的死表示惋惜与哀悼 接着告诉丁丁叔大家都是迪奥哥的手下 不管我们之间有什么分歧 内斗只会让我们两败俱伤 扎基书的场面话说的是漂亮至极 一旁的博尔萨听后也跟着表态 发誓一定会找到叛徒内桥为拉罗报仇学问 丁丁叔听完两人的严谨 使出洪荒之力伸出了右手 看样子是想和扎基书握手人口 不过丁丁叔那得意洋洋的表情显然不太应景 这让扎基书明白拉罗肯定没死 不然丁丁叔这个头脑简单的家伙不会这么狠 送走博尔萨后 扎基书拿出电话打给了老麦克 告诉老麦克拉罗还活着的消息 晚上的时候 博尔萨带着手下来到内桥家里 费了一番功夫将保险柜打开了 首先看见了内桥的假身份证 接着又从保险柜内找到了一封信 里面是一张银行的汇款单 上面还写着一个电话号码 博尔萨照着号码打了过去 接电话的正是内桥所在汽车旅馆的前台 第二天 内桥正在旅馆内紧张地四处打开 他发现对面好像有人在监视他 为了不打草惊蛇 内桥假装出来取饭让对方放松了紧急 回到屋内后就将空调给踹了下去 从空调洞口翻到了屋外 此时一个男人正在屋内监视着内桥的房间 丝毫没注意内桥已经潜入到他的身后 等他发现不对劲的时候已经晚了 通过询问得知这人只是个收钱办事的小人 完全得不到有用的信息 为了验证心中的猜想 内桥拿出手机打给了阿泰 惊慌失措地表示自己被人监视 自己打算立马就跑路 然后不等阿泰说话就挂断了电话 没等一会男人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这下内桥明白的监视他的人就是炸鸡叔 但可惜内桥发现了稍微网易些 刚准备偷一辆汽车跑路 双子兄弟就带着几个手下找过来 几人的目标很明确 直接奔着内桥藏身的旅馆进行搜查 显然是从博尔萨那里得到的消息 倒霉但内桥现在可谓是寸步难行 只能靠自己火拼杀出一条血路 这个马仔冲锋陷阵冲在最前面 不顾性命之忧火力压制了内桥 自己的老大从后面给弄他 双子兄弟想要抓火口 却不在行动之前告诉马仔了 显然没有将马仔的性命当一回事 内桥见状内叫一个手忙脚乱 终于在双子兄弟靠近的时候发动了汽车 一脚油门和俩兄弟拉开了距离 只见光头比划着手势让内桥放马过来 那桥何曾受过这种侮辱 一脚地板油就冲了过去 在双子兄弟放水的情况下 内桥侥幸开车逃了出去 不过一个汽车轮胎被子弹打爆 与此同时 索尔和金正在商量如何让克利福德 怀疑的种子生根发芽 两人经过探讨一致认为 得找和哈姆林打过交道的人才行 同时得有动机和条件 去把哈姆林戏兵的消息透露给克利福德 虽然这样的人不太好找 但金还是想到了绝佳人选 不过他觉得这么做好像有点不太好 镜头一转 因为贪污案导致克雷格蹲了一年多的大牢 凯特夫妇因此落魄到郊外开启了夫妻店 专门帮人处理报税退税的业务 金想到的人选就是凯特夫妇 凯特见到索尔就跟见到杀父仇人一样 毕竟要不是索尔偷了他们的钱 他们不会落魄到让小孩上公立学校 但受害人克雷格法尔是个神经大条的人 对于索尔的到来是热情欢迎 凯特见状直接动手将索尔撵出了门外 索尔急忙向凯特夫妇表明了自己的来意 说自己有证据能让凯特夫妇翻案 这就是金觉得这个计划不太好的地方 需要给凯特夫妇不该有的希望 但凯特夫妇显然不相信索尔的话 索尔听后脸部红心不跳地表示自己有颠覆性的证据 因为要确保劳动成果不会落入克利福德或者李奇的手上 所以要求凯特夫妇必须签一个聘用协议 单纯的克雷格直接伸手准备签字 但被谨慎的凯特直接拦住 气管炎的克雷格健壮表示无能为力 索尔知道不解决凯特的话 克雷格肯定不会签字的 于是索尔改变策略来了一招以退为进 他头也不回地直接离开 还没走远就被凯特夫妇叫床 人性的弱点被索尔拿捏得死死 凯特夫妇终究是在聘请协议上签了字 之后索尔将翻案的关键告诉了二人 当初首席律师哈姆林没让你们免罪 全赖哈姆林是个不折不扣的瘾君子 他庭审之前要是少磕一点药的话 可能你们的结果就不会是现在这样 得知了翻案的关键信息后 凯特直接露出了小人嘴脸 讨讽地告诉索尔你被炒鱿鱼了 殊不知顶尖的猎人往往都以猎物的身份出现 索尔自己都被凯特夫妇的自作聪明给逗笑了 因为确定了拉罗还活着 炸鸡叔整天都魂不守舍 这种脱离掌控的感觉让他感到巨大的不安 老迈克建议炸鸡叔派四个手下给他 由他带队南下在拉罗之前把那桥带回来 老迈克是一有机会就想拯救那桥这个年轻人 然而心烦意乱的炸鸡叔根本不给机会 他要用那桥的父亲来胁迫那桥 这一下可把老迈克惹毛了 祸不及家人是他坚守的底线 手枪装枪做事 老迈克则淡定地走到门口把门锁死 面对冰冷的枪袍 老迈克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时 老迈克接到了那桥的电话 凯特夫妇不出所料地来到戴维斯律所找克利福德 两人屁股还没坐热 就把哈姆林吸兵的事情说了出来 想让克利福德现在就开始调查证据 想当然地认为搞垮哈姆林他们就能翻案了 克利福德直接就拒绝了凯特夫妇的要求 且不说两家律所正在合作基要组的案子 就冲着凯特夫妇这种信口开河的理由 也根本不可能让案子有任何改变 两口子怎么看都像是心有不甘的胡闹 这次交谈和索尔预想的一样不花而散 而且让克利福德怀疑的种子也生根发芽了 晚上的时候 碰了一天壁的凯特夫妇终于明白又让索尔给戏耍了 吵吵嚷嚷的威胁要去告发索尔 索尔见状提议约个时间好好谈一谈 之后金建议索尔使用大棒敲打凯特 但索尔直接从包内拿出一叠钞票 表示对付凯特这种人用胡萝卜就行了 两人性格上的差异在此刻又一次地体现出来 一个刚学会开枪总想着打人 一个却是老油条总想着摆茶说何 金看着口袋里的钞票有些出神 怕索尔明天会吃亏于是提议和索尔一起去见凯特夫妇 第二天 索尔和金来到凯特夫妇的店内 凯特率先开口表示索尔利用了他们 他们找律师问过了根本不可能在这个案子里得到任何好 同时表示自己也想明白索尔的计划 就是在利用他们抹黑哈姆尔 索尔这个老油条直接掏出准备好的马妹 不过这么点钱凯特根本看不上 他表示除非索尔让克雷格翻案 让他们回归到以前的富足生活 不然就告诉哈姆林索尔在背后栽赃陷害他 眼看凯特越说越来近 坐在沙发上的金实在是听不下去 直接用店内的电话打给了税务局的朋友 他表示自己发现了一个处理税务的负气垫 这对卑鄙小人从你们那里拿到合法退税单 却伪造假的给客户签字 客户只能得到应得金额的一半 听到这里凯特夫妇吓得失魂落魄 惊吓二人阐述了即将面临的刑期 更是吓得凯特急忙挂断了电话 主动权瞬间就发生了转变 金警告二人把坑客户的钱全部退回去 然后把索尔的试烂在肚子里 说完就潇洒地夺门而出 索尔站在一旁全程阴着脸没有说话 而是在屋内待了一会后才出来 索尔没有回答金 等坐到车里之后才开口说道 显然索尔想到了小时候遇到的骗子 导师教他的人生哲 世上的人不分善恶好坏 只有吃羊的狼和被狼吃的羊 两人驾车离开的时候 一辆汽车则悄悄跟踪了上去 这是个被全世界抛弃的男人 为了躲避追杀男人钻进了废弃的油罐车内 双子杀手一路追踪到这里 油罐车很快就引起了双子兄弟的注意 为了活命男人只好躺在了废油内 就在光头准备仔细探查的时候 得亏马仔发现了其他动静 将双子兄弟吸引走了 不然再过一会 内乔绝对要憋死了 内乔不敢轻易乱动 一直待到了天黑后 才从灌车内爬出来 任谁看见内乔这可怜模样 都忍不住想好好联系一番 可怜的内乔手机也被炮坏了 白天潜入到一家秀礼厂内冲洗了身子 男主人看内乔这么可怜热心地提供了毛巾 还给了内乔一身替换的衣服 这可能是这段时间内乔唯一感受到的善意 内乔拿出一叠钞票感谢男主人的帮助 但是被男主人好心拒绝了 之后内乔借用店内的电话打点父亲 老父亲是他现在唯一的牵挂 听到老父亲的声音 内乔哽咽得不知道说些什么 内乔父亲本以为内乔还在想着远走高飞 随即催着内乔主动报警自首 仿佛向警察坦白一切后 所有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以往内乔都是直接反驳父亲的无知 但现在却觉得父亲说的话是天籁之音 这一切都说明父亲被保护得很好 那乔头一次没有和父亲顶嘴 轻柔细语的道别后才挂了电话 紧接着内乔开始了哽咽 然后小声的哭泣 最后如是重负的嘲笑起来 接下去怎么做内乔心里已经有了这段 随后内乔打给了老麦克和炸鸡叔谈判 老麦克将电话递给了炸鸡叔后 内乔对着炸鸡叔就是一顿苦喝 他先是用强硬的语气表明了自己啥都清楚 然后表示自己同意配合炸鸡叔的剧本表演 但他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保证他父亲的安全 炸鸡叔当然愿意做这种交易 想都没想着答应了内乔的要求 但内乔根本不信任炸鸡叔说的话 于是炸鸡叔让老麦克做个表率 汽修店老板走进屋内后 发现内乔已经悄悄离开 还把身上的所有现金放在了桌子上 因为他不再需要钱了 通过炸鸡叔的运输线 内乔顺利地从墨西哥回到了美国境内 此时的内乔内心相当的宁静 安安稳稳地享受起最后一顿大餐 看着明天就要上路的内乔 老麦克实在不知说些什么 这时维克多还走过来宣读圣旨 要让内乔看起来鼻青脸肿才行 老麦克坚持亲自动手 就像宋维纳一样要陪内乔度过最后一段时光 心里不好受的老麦克拿出酒杯 想和内乔喝一杯表示尊重 此时内乔的坦荡和老麦克的扭捏形成鲜明对比 之后炸鸡叔和内乔对了口 内乔表示会把主则推给阿尔瓦雷斯和毕鲁的洛斯 这些都是塞拉曼家的头号仇人 肯定不会引起博尔萨的怀怒 老麦克提醒内乔说完之后就往维克多方向逃跑 这样维克多就能送那乔通快的上路 不至于落到塞拉曼家的手上身不如死 第二天一大早 内乔点头示意于老麦克做了最后的告白 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丝毫看不出是去赴死的 这让老麦克心里五味杂陈 来到目的地后 那乔像狗一样的被拖到丁丁叔等人的跟前 伯尔萨也不废话 告诉内乔今天一定会引恨西北 你是选择说出真相死痛快一些 还是选择受尽折磨后说出实情再痛苦的死去 那乔照着剧本说出了幕后主使 但显然丁丁叔根本不相信那乔的话 一个禁止着炸鸡叔干瞪你 然后不停地按着铃铛表示愤怒 伯尔萨心领神会问内乔有没有其他人参与 内乔可不管丁丁叔有多么愤怒 只是丁丁叔的眼睛说出了一针一针的实话 先是对炸鸡叔和赛拉曼家一顿辱骂 然后把自己打开拉罗家大门放杀手进去屠杀 可患要导致丁丁叔瘫痪的事都说了出来 内乔的情商和智商还是在线的 三言两语就把丁丁叔激怒了 内乔则趁机用手里的碎玻璃紫开大牌 轻而易举地就挟持了伯尔萨 此时事态的发展超乎众人的意义 见把弩张之时也只有老迈克希望那乔活影 这一刻那乔终于得到了炸鸡叔的尊重 有人欢喜就有人愁 丁丁叔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憋了一部自己 还让那乔这个叛徒死得这么安心 就连准备的各种刑具都没招呼上 气得丁丁叔无能地对着尸体发泄 这对情侣到底有多奇葩 名牌大学的高材生与街头小混混神奇般的结合在一起 两人感情的催化剂居然全靠在一起做坏事 为了落实哈姆林戏兵的事实 按照计划他们必须在18号之前 弄出一辆和哈姆林坐驾一模一样的汽车 来放毒栽赃家伙 但这一切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去准备 他们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 关键时刻 金又发挥了狗头军师的实力 索尔认为金的建议风险太大 一不小心就会暴露计划导致得不偿失 这让金感到被泼了一盆冷水 索尔见金有点失落 尽管认为金的建议很不靠谱 但是作为一个合格的执行者 立马就想出了完美的策略 索尔表示可以让休尔出马 完一出驳车员骗术偷天换日 这下轮到金觉得风险太大了 但显然金同时也心动了 索尔用金刚刚说过的话回应了金 让金情不自禁地就热吻了索尔 由此看出金内心 就是被索尔这种不讲武德的做事风格吸引了 之后二人来到法院上班 金把他的新发现交给了苏珊娜 这是案件当事人六年前 在其他州犯罪被捕的记录 金的这一手笔可把苏珊娜吓坏了 金现在负责的都是一些 少年犯鸡毛蒜皮的小案件 根本不值得金花这么大力气调查得这么深 苏珊娜为了让金在她面前不要这么嚣张 把金喊到办公室拿出一份拉罗的详细资料 警方已经调查清楚拉罗的真实身份是个毒校 并且怀疑索尔是在知情的情况下 故意帮拉罗保释出去的 然而苏珊娜认为索尔顶多是个流氓律师 绝对没有胆子帮贩毒集团打官司 最大的可能是索尔欺虎南下被人威胁了 那么她完全可以违背律师保密协议 将知道的详情告诉警方 金立马就意识到苏珊娜是想让索尔坦白同宽 苏珊娜选择和金说这些 就是觉得金比索尔更明白事理 看见金有明显的抵触情绪 苏珊娜进一步动之以理小之一情 表示索尔只要坦白后绝对不会追究她的责任 拉罗无辜杀害了一个22岁的海德 让我们的司法系统蒙受了耻辱 你难道不想将贩毒集团绳之以法吗 苏珊娜的一戏话敲进了金的心坎 虽然良心难安 但她不会让索尔掉入苏珊娜的陷阱 表示现在吉米是以索尔古德曼的身份在置业 和你们认识的那个詹姆斯·麦基尔完全不一样 金看似在纠正一个小错误 但其实是在心理上把罪恶愧疚感 甩到索尔古德曼这个傀儡身份上 与此同时 索尔这边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驳车骗局 驳车小弟将哈姆林的汽车开到了停车场内 神偷修尔巧妙地与博车小弟来了个拥抱 然后将顺来的钥匙交给了开索将 博车小弟回到工作岗位时发现钥匙丢了 立马折返回去寻找钥匙 但开索将这边明显手法老练已经配好了钥匙 等博车小弟来到地库后 发现钥匙就在哈姆林的汽车旁静静地躺着 完成交易后 修尔搞不懂这对律师夫妻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难道当律师赚的钱还不够挥霍吗 这让卫生计当扒手的修尔百思不得其解 这个问题也把索尔给问住 他也搞不懂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些 于是索尔把金的解释扳了出来 我们做这些事为了替天行道 几个月后就有很多人会因此毁忽 晚上回到家后 索尔看出了金的心神不宁 金将拉罗的死以及苏珊奈的目的都告诉了索尔 表示现在整个司法体系都活在自责中 他们目前手上没有证据 只是钓鱼执法看你会不会上钩 至于选择当告密者还是贩毒集团的朋友 金希望索尔自己做主 金的这番话看似将决定权交给了索尔 但实际上已经替索尔做出了决定 你们知道cosplay的鼻祖是谁吗 这个男人左手拎着陆锥 右手拿着配好的汽车钥匙 穿着一身他驾驭不了的高档西装 尽管妆容模仿的十分到位 但这走路的姿势却显得极其突兀 此时正版哈姆林正在和心里一声热闹 完全想不到另一个自己正在楼下宝败 索尔拿起盗版的钥匙轻轻一按 酷斥一下就将哈姆林的汽车所解开 然后索尔麻溜的将汽车开出停车位 还不忘用路锥把停车位占住 细节这一块索尔是完美拿捏了 之后索尔驾车来到十字路口旅馆 面目猙獰的狂按了几下喇叭后 紧接着一个熟悉的身影慢慢走来 此人正是独市里杰西经常光顾的铭记温帝 索尔顾不上刚接完课的温帝是否口渴 火急火燎的把温帝请上了车 然后火速向着目的地出发 与此同时金案计划约见了克利福德 他不断地调整角度 以便给克利福德一个最佳的欣赏事件 还提前将袖珍手机藏在桌子下面 就在金无聊抖着眉腿的时候 克利福德终于应约而来 经邀请克利福德见面的幌子 是希望共同推动公益诉讼事业 希望戴维斯律所能抽调专业律师 专门去办公益性质的案子 因为克利福德在政府那边有关系 比起自己这个小卡拉不要强太多 克利福德表示因为自己的儿子变成了隐君子 所以他现在对司法体系有更深的了解 他认为金的提议非常符合他当下的想法 两人聊天的气氛瞬间变得融洽起来 此时金觉得时机已经差不多了 偷偷用手机给索尔发送了消息 得到指令的索尔一脚油门就冲了出去 紧接着克利福德就看见哈姆林暴力驾驶着 汽车在街上横冲直撞 还把一个浓妆艳母的女人推向了出去 温蒂用出神入化的演技 在克利福德心中留下一个哈姆林白嫖的印象 至此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 索尔这边则是摇头晃脑地回去完成最后一遍 可不出意外地出现了意外 不知道哪个不长眼地把路追给拿开了 还把原来的停车位给霸占了 索尔无奈只好把汽车停在旁边的黄线区域 然后把携有病人专用的路牌连跟拔起 紧接着把路牌插在了哈姆林汽车的正对面 一番惊险刺激的操作后 看完心理医生的哈姆林正好走过来 但他完全没有察觉到不对劲 行于流水般坐上汽车离开了 但凡哈姆林多停留以后 就会发现索尔的阴谋轨迹 金这边带着温蒂回到了汽车旅馆 此时温蒂发现有条子跟着他 向金抱怨今天的生意估计到此为止了 原本金没把条子当回事 给温蒂留下一张名片后就开车走了 但在回去的路上却发现刚刚那辆车居然在跟踪自己 就在金不知所措的时候 跟踪者换了一个方向离开了 金这才松了一口气 晚上的时候 夫妻二人坐在床上庆祝 金在肯定计划成功的同时 还把今天的意外收获告诉了索尔 他没想到今天的表演 让克利福德同意了推进公益诉讼的建议 对此索尔不令言辞地赞扬了金的能力 开心过后 金向索尔提起了白天被条子跟踪的事 他刚发现了不对劲对方就消失了 索尔却认为是金太多疑了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我们做的是替天行道的事 难免会觉得不踏实 索尔的一番话并没有打消金的步骤 第二天在餐馆和客户谈事情的时候 金的胆子相当的大 直接威胁二人赶紧交代一切 不然就告二人非法真实 因为手下被金无意中给发现了 老迈克不得不亲自来找金解释 据他所知条子根本不清楚索尔二人在做什么 他对索尔二人的事也不感兴趣 监视二人也只是为了寻找可能没死的拉罗 金从老迈克的直言片语中 一下就猜中老迈克是陪索尔在沙漠旅行的人 老迈克叮嘱金就当一切都没发生过 目前拉罗不知道躲在哪里 我派员监视你们一定程度上也是在保护你们 老迈克离开后 惊想到拉罗还没有死立马变得焦虑起来 焦虑的不止金一个人 还有看起来淡定无比的炸鸡叔 炸鸡叔若无其事地回到家后 脸色立马就变得阴沉起来 身上穿着的超薄防弹 硬能看出炸鸡叔现在很没有安全感 不仅如此腿上还绑着一把左轮枪 由此可见当大佬也不是像表面那样风光无限 炸鸡叔来到地下室 推开货架后打开了一个暗门 顺着暗道来到了隔壁的邻居家里 原来这里也是炸鸡叔的房产 里面武装人员和监控设施一应俱全 而这一切都是老迈克在负责 炸鸡叔对于老迈克安插在炸鸡店内的保镖很不满意 虽然他在华兰市工作过两年 但厨艺完全达不到 罗伯罗炸鸡店的考核标准 对此老迈克是相当的无语 他不知道炸鸡叔是怎么想的 对于一个保镖居然拿厨艺来说是 老迈克表示现在手上的人马都安排在各个镇上 每天都超负荷工作18个小时 两个星期都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有没有一种可能拉罗已经挂采了 没心没肺的现在只有索尔一人 他像往常一样来到法院办事 不过很快他就发现了不对劲 平常很熟络的保安突然要对他进行严格的安检 而且看情况只是在针对他一个人 经常拿网络给他开方便之门的黑妞也一感常态 不仅对他置之不理 还把索尔的听证会给延弃了 平常为人处事八面玲珑的索尔 遭受到法院所有人的排斥 索尔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为了搞清楚真相 索尔追着比尔来到楼梯间询问原因 原来阿尔布开克的司法系统已经放出消息 将索尔帮助贩毒集团的事工之于众 现在谁搭理索尔就会被认作同流合污 索尔吃饭的时候都没有人敢和他共作一桌 不过玉帝给你关上一扇门就会打开一扇窗 得知索尔居然敢帮贩毒集团打官司 社会上三较九流的人物顿时炸开了魔 纷纷来到美甲店找索尔咨询业务 幸福来的就是如此突然 没心没肺的索尔直接走上了人生巅峰 开始有条不紊的发展业务 晚上的时候 索尔带着金来参观他新找的办公室 此时的索尔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喜悦中 丝毫没注意到金星是重重的样子 因为白天接待客户的事严重影响了美甲店的生意 老板娘无情地将索尔赶了出来 金以为索尔今天过得应该很糟糕 没想到索尔却开心地表示他今天过得很好 遇到了一堆掏得起真金白银的客户 索尔虽然没有解释原因 但金大概也能猜出索尔是因为拉罗的案子打响了名气 此时的金星态上也发生了变化 和索尔一样没有将烦心的事说出来 只是随意敷衍地说这个地方还不错 离法院和保释中心进而且停车也方便 可能是个风水宝地也说不定 不过当务之急还是先解决晚饭要紧 临走的时候 金下一时地四处张望 比起跟踪他们的人 他更害怕拉罗会突然杀出来 凌晨3点17分 金躺在床上也不能眉 焦虑之下起身检查了门锁 接着透过猫眼观察了一番 然而这并不足以让他感到心安 金搬起椅子抵住了进户门 做完这一切才有了一丝安全感 看来他并不如表面上那么尖巧 在金抽烟解闷的时候 听到动静的索尔被吵醒了 为了不让丈夫担心 金连忙开灯装作工作的样子 但索尔看见门口的椅子 立马就识破了妻子的胆战心惊 索尔以为自己了解事情的真相 先是为自己与毒犯打交道赶到抱歉 然后庆幸拉罗已经死了 金依旧没有把拉罗的事情告诉索尔 而是把椅子放回原位 打算独自扛下所有的焦虑 第二天炸鸡店内 炸鸡叔因为拉罗的原因更是坐立不安 心神不宁的炸鸡叔 打算做点事来缓解压力 他来到前台热情的接待顾客 可由于精神高度紧张 炸鸡叔直接走 一个员工打翻了餐盘 才让炸鸡叔回过神案 炸鸡叔愤怒地来到店外 虽然一句话都没有说 但显然是想让拉罗出来干他 他受不了拉罗多躲藏藏 给他造成的困扰了 基耀度养老院内 小助理正在对老人们洗脑 向他们灌输将集体诉讼官司 打到底的好了 哈姆林则坐在一旁轻跳地抖着腿 这让克利福德更加坚信 哈姆林绅士的外表下 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瘾君子 殊不知这是哈姆林 愁愁满志的表现 由于集体诉讼 持续的时间已经太久了 老人们闹情绪吐槽 自己可能活不到官司打完的那天 眼见小助理快要镇不住场面 哈姆林立即主动出击 常年负责律所公关的 哈姆林口菜料 声称争取多掉30%的赔偿金 不是因为贪心 而是让每一位老人 都得到应有的赔条 这不只是钱的问题 更是弘扬正义必须要做的事 哈姆林几句漂亮话 就把老人们拍舒服 然而在一旁聆听的克利福德 只感觉到哈姆林的虚无 最终克利福德终于忍不住 将哈姆林吸冰和白条的事 当面抖了出来 警告哈姆林最好去戒毒所寻求帮助 得知克利福德是在 合金谈事的时候 看见了他的车 哈姆林立马就明白 是索尔在背后保他 毕竟索尔也不是第一次这么做 与此同时 罪魁祸首索尔因为业务繁忙 又把车管所的胖妹请回来帮忙 索尔的心律所正式开张营业了 金这边约见了他之前的助理威奥拉 因为金的突然裸辞 威奥拉顺理成章地接手了金的业务 梅萨维德银行的事已经处理好了 李奇让他现在负责 基要度集体诉讼的案 金通过不留痕迹的旁敲侧机 成功套出负责调解基要度案件的 是退休法官卡西里头 天黑后 索尔赶到一家拳击管剑客户沃德 不曾想沃德 居然是哈姆林为了引自己过来伪装的身份 哈姆林受够了索尔小偷小摸的阴招 打算和索尔在擂台上用拳头解决往路 身为小混混出身的索尔本来不想欺负哈姆林 但还没走几步就鬼使神差地上了擂台 索尔本以为自己在擂台上能十拿九稳 所以对哈姆林不断地挑逗 憋了一肚子气的哈姆林 更是将怒气转化为能量 一记老拳打在索尔的肚子上 紧接着又一记老拳打在索尔的下巴上 然后用胜利者的姿态告诉索尔 原本想以普通人的身份与你相处 可换来的却是羞辱 从拳管出来的哈姆林上了一辆汽车 告诉私家侦探盯紧索尔的一举一动 看样子哈姆林是学聪明 知道对付索尔这种人得掌握他的把柄才行 鼻青脸肿的索尔回到家后 经自然同情丈夫今天的遭遇 不过他告诉索尔一个好消息 他已经打听到负责基要度案子法官的信息 准备睡觉的时候 索尔表示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会和哈姆林打架 他本可以直接走掉让哈姆林傻傻地站在那 经知道索尔是在顾虑什么 于是贴心地把灯关掉 索尔是因为马上就要让哈姆林身败名列了 挨一顿打只是为了弥补内心的愧疚 与此同时 老麦克大半夜地来到炸鸡叔隔壁的邻居家上班 此时炸鸡叔正在用牙刷清洗着浴缸 看样子炸鸡叔因为拉罗的原因依旧夜不能寐 老麦克提醒炸鸡叔这是个等待游戏 不管拉罗在哪迟早都会找上来的 这句话瞬间就点醒了炸鸡叔 与其担惊受怕的肝等着 不如想办法引诱拉罗主动现身 炸鸡叔带着老麦克来到未完工的实验室 老麦克以为炸鸡叔是担心实验室被发现 所以去附近检查有没有异常 只见炸鸡叔捡起地上的纸杯扔进垃圾桶 最后将腿上的手枪解下放在了柴车的履带 很显然炸鸡叔心里已经有了打算 而此时消失了大半个月的拉罗根本不在美国 而是在德国的一家酒吧内潇洒快活 他来此的目的是为了从工程师维奈的妻子身上找线索 拉罗用他帅气的外表和优雅的谈吐 很快就解下马格丽特的防备 顺利地套出不少有用的信息 比如维奈是死于工程塌房 他的徒弟们很奇怪地光送了礼物 却没有一人来参加葬礼的天息 两人越聊越起劲 马格丽特完全被拉罗的风度吸引 本以为晚上会有一场大战 但面对马格丽特的热情邀请拉罗委婉地拒绝了 第二天马格丽特出去上班后 拉罗偷偷潜入到马格丽特的家里 拉罗在书架上寻找一番发现了一个特别的领域 下面还印有赠送人的信息 不难看出拉罗下一步的计划就是寻找这个人 虽然哈姆林从不喝咖啡 但为了讨喜富欢欣 偷偷将泡咖啡的技术炼到炉火纯青 谢丽尔对哈姆林是挨答不理 哈姆林见状将索尔坑他的事告诉了谢丽尔 准备提前给妻子打个预防针 但谢丽尔依旧提不起兴趣 只是说他晚上要去老王家吃饭后就离开了 镜头一转 四家侦探把最近一周跟踪索尔的情况做了汇报 索尔大多数时间都是正常接见客户 唯一的异常就是三天前去银行取了两万美刀 侦探认为索尔无缘无故取这么大笔陷阱 绝对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等他挖出秘密索尔就任由他拿捏了 相比于哈姆林夫妇貌合神力的夫妻关系 索尔和金明显亲密多了 他们结伴来到兽医这里 目的是找一款无色无味的兴奋剂 就在索尔感受药效的时候 兽医放出了一个重磅消息 他打算惊喷洗手放弃前途无限的黑心中间 只有坐回兽医的时候他的内心才能安眠 说着就把黑中介吃饭的家伙送给了索尔 上面记载着江湖上牛鬼蛇神的人们 还有独师里安排老白和索尔跑路的西城店名片 这也解释了独师里索尔曾出不穷的人脉是怎么来的 金觉得兽医和他很像 赚灰色收入只是手段 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说着说着金发现索尔的瞳孔已经放大了 看来兽医的密钥效果显著 可怜的哈姆林又要被坑了 执行计划的前一天 金仍然在为自己弱小的客户辩论 他的委托人是一个持有大麻的司机 金有理有据的说辞很快就让司机无罪释放了 这一切都被后面的克利福德看在眼里 克利福德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来考察金的品行 为此他专门询问金对老东家哈姆林的看法 金已经不是出入社会的小姑娘了 诚恳地表示自己亏欠哈姆林和律所很多 金的一席话得到了克利福德的肯定 于是他把杰克森基金会的事情告诉了金 他们有机会去促成该基金会在新墨西哥州资助司法改革 金梦寐以求的职业理想就要实现了 兴奋的金下班后匆匆来到索尔的新律所 此时索尔的摄影小队正在给模仿法官的演员定装 索尔虽然很忙 但见金来了直接撂下手头的事情 态度这一块索尔是拿捏死的 金告诉了索尔关于杰克森基金会的事 现在有个头疼的问题是 午餐会和两人执行计划的日子撞在一块 索尔想都没想直接表明了态度 让金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 金看见索尔是在真心实意地为自己考虑 内心感动的不要不要的 索尔干脆直接卡上去 这种夫妻感情哈姆林这辈子是感受不到的 德国乡下的某片树林里 维纳的爱图卡斯伯正在练习成咬金的三班符 此时拉罗从远处慢慢靠近 等看清楚拉罗的面貌后 卡斯伯立马意识到大事不妙 他记得在假装帮扎基书舰冷线仓库的时候 看见过拉罗 卡斯伯一路小跑躲进了附近的旧仓库 拉罗不紧不慢地拿着枪走进去 丝毫没将卡斯伯放在眼里 不料却被躲在暗中的卡斯伯偷袭 拉罗被卡斯伯打得措手不及 顺势装作伤众不起降低卡斯伯的警惕 说着还艰难地拿出由标卡尺上撕下来的地址 职业罪犯和普通人的意识差距一目了然 拉罗把自己的裤腰带解下来 让卡斯伯先简单包扎一下 看样子卡斯伯临死之前还得受点罪了 自从索尔的心律所装修完后 店内的生意可谓是热火朝天 不过客户的素质显然有点问题 胖妹一直都在抗拒索尔不正经的工作部署 但架不住索尔拿双倍工资说是 于是胖妹终究逃不过真香定律 帮索尔套取到明天调解会的地点和密码 不料刚回到屋内发现客户正在办公室里吁吁 把胖妹恶心地直接扔下索尔回到了大厅 晚上回到家后 两口子对明天的计划进行了复盘 确认无误后两人终于是放下心来 为了庆祝即将到手的200多万 索尔带着金来到了哈姆林律所的草地上 这里是两人相识相知相爱的地方 明天就要在这里进行终极大战了 两人居然还有闲情意志把酒言欢 第二天一早 两人满怀憧憬地奔赴各自的战场 和一年前一样 索尔打算买一瓶蓝宝石龙舌兰 为晚上的庆功宴做准备 可没想到付款的时候遇见了法官卡西米罗 令索尔惊讶的是卡西米罗 居然左手打着石膏和绷带 这下他准备好的行贿照片可就没法用 索尔立马将这个坏消息告诉了金 他们的计划必须得取消了 索尔叮嘱金不要因此影响到情绪 你先去圣达菲完成午餐会的事 晚上我们再讨论重新部署 但金显然已经受到了影响 思绪不由地想到自己中学时的偷窃经历 他被超市的老板扣留在保安室 妈妈得到消息后赶了过来 金一向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孩子 以前从没有做过这种事 他告诉超市老板报警把金抓起来长长记性 把这种坏习惯扼杀在摇篮里 超市老板觉得让一个成绩优异的好孩子 背上污点是不道德的 表示赔偿被盗项链的价格只是就过去了 可钱包里只找出了13美元 超市老板健壮心软地表示这钱不要赔 来到超市外面老板语重心长的叮嘱金 有一个这么好的母亲可不能再让他失望了 可超市老板做梦都不会想到 金的妈妈才是深藏不露的那个人 妈妈根本没想过教育金不要偷到 而是亲自行动偷了一副耳环送给了金 还嘚瑟地表示偷盗也是一门学问 显然这种离金叛道的教育方式 让金从小就明白这个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的 这副耳环也成了金一直随身携带的精神图腾 面临着去胜达菲完成自己的理想 还是回阿尔布开课完成坑哈姆林的计划 金最终选择了调转车头 显然比起正义 金心里更想享受实现正义过程带来的婚姻 热情演员莱尼是个超市杂货工 但他却一直怀揣着演员梦 整理购物车的时候也不忘练习剧本排词 索尔火急火燎赶来找他 用300块的报酬诱惑莱尼矿工和他去拍戏 就这样莱尼被索尔喊去拍戏了 留下购物车在风中横冲直撞 新墨西哥大学教室内 乔伊一脸死相的帮老师带着课 这种没有报酬的事情他内心是极其拒绝的 所以就敷衍地在讲堂上混市场 这时索尔喊他出去办事 乔伊看准索尔现在是迫在眉睫 于是不紧不慢地敲起了竹杠 面对乔伊开出平常5倍工资的高价 索尔无奈地只能同意 此时穿着cosplay的化妆小妹 已经将莱尼的妆容化得差不多了 可想而知也是从工作中被索尔强行录来了 录音小哥也是一人扛下了所有 一个人背着所有器械赶到了现场 与此同时惊带着假石膏匆匆带来 不仅亲自出马将石膏绑在莱尼胳膊上 还在补拍正式开始后当起了临时导演 几个人在完美的配合下顺利地拍了两组新照片 之后二人挑选了几张合适的照片 逼上了他们准备好的兴奋剂 还用毛刷均匀地涂抹到照片的每一趟 事后索尔连手套都来不及摘下 一路狂奔将照片丢给了哈姆林的私家侦探 原来这个私家侦探也是索尔计划的一部分 最后一步必须要靠他来完成 此时哈姆林正在会议室为调解会做准备工作 新人凯瑞进来放饮料时被老板吓了一条 不小心掉落了几瓶汽水 哈姆林没有责怪凯瑞的毛鼠毛鼎 还主动帮凯瑞收拾起来 还和凯瑞科普了一下查克在律师界的地位 很明显哈姆林对查克的离世一直耿耿于怀 这时秘书走进来告诉哈姆林私家侦探来了 哈姆林来到办公室接待了侦探 拆开档案带拿出了几张湿漉漉的照片 侦探连忙表示因为短时间 没等晾杆就把照片送过来 对此哈姆林没有丝毫的怀 哈姆林虽然不认识照片上的大胡子是谁 但他却被照片里索尔塞给卡西米罗的包裹吸引了 拿出之前索尔取钱的照片一对比 这不正是同一个包裹吗 这让哈姆林自认为掌握了索尔的把柄 叮嘱侦探抓紧弄清大胡子的身份后 哈姆林撂下侦探来到会议室参加调解会 艾林作为老人们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 此时索尔正在用冒名的身份参与会议的电话直播 之前找胖妹帮忙获取的密码 就是参加电话会议的身份证明 当法官卡西米罗到场的时候 哈姆林被眼前的大胡子惊呆了 他没想到索尔贿赂的居然是负责基要度案件的法官 接下来法官说的话更是让哈姆林乱了方寸 卡西米罗直言这个案子必须得有人妥协 哈姆林一听是气不打一处来 这不是典型的收了好处帮别人说话吗 愤怒的哈姆林在兴奋剂的加持下 当众表示调解会不用进行下去了 因为调解员已经受贿 所以不会公正的处理这事 猛批的卡西米罗是一脸的猛批 完全不知道哈姆林为什么会这么说 见卡西米罗死不承认 哈姆林也顾不了太多 直接让秘书去把照片取完 殊不知照片已经被私家侦探偷偷给掉包了 看着索尔和卡西米罗的照片 哈姆林尴尬的当场射死 Is that supposed to be me? 此时哈姆林的瞳孔已经真的老大 加上这尴尬射死的情况 哈姆林只能可怜兮兮的说照片被掉包了 可是在场的没有一个人信他 都认为哈姆林可能是磕要磕多了 克利福德早就认为哈姆林在吸兵 所以现在没有感到特别的震惊 赶紧让哈姆林去外面冷静冷静 随着被人当众冤枉的法官卡西米罗离场 这次的调解会自然不欢而散 李奇不愧是见缝插针的老手 抓住这个机会警告克利福德今天过后还不和解的话 每过一天就从之前定下的和解金里扣100万 之后克利福德见到了冷静下来的哈姆林 哈姆林现在已经意识到一切都是索尔的阴谋 但无论他怎么解释 克利福德都认为哈姆林在歇斯底里的狡辩 他郑重提醒哈姆林准备好和解法 不然最后的结果只会让两家律所损失惨罪 这一战哈姆林彻彻底底地输了 而电话的另一头 两个幕后黑手却耐不住寂寞打起了扑口 显然在巨大阴谋得逞的快感面前 正义和利益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阿尔布开客某条不知名的街道上 男人鬼鬼祟祟地从下水道里爬了出来 他从容不迫地脱下交衣 换上开车必备的人字托 驱车来到不远处的便利店 豪爽地买了一张枣票 舒舒服服地冲了一个热水澡 紧接着又驱车回到那条熟悉的街道 换上交衣后又偷偷钻进了下水道 又开始了他一整天的冰烧 看样子他已经得到炸鸡书实验室的秘密了 天亮之后 拉罗没有开美颜就为迪奥哥录起了VLA 表明自己没有死之余 还展示了炸鸡书的秘密 拉罗通过严密的推敲 已经猜出炸鸡书的实验室肯定在洗衣场下 他告诉迪奥哥自己今晚就会杀进去 将看到的情况录下来当证据 然后交给迪奥哥定夺炸鸡书的生死 之后拉罗打给养老院的丁丁书汇报情况 前台小妹将电话转接到丁丁书的房间 在等待转接的过程中 拉罗听到手机里传来滋辣滋辣的电流声 经验丰富的他立马就意识到丁丁书被监听了 挂断电话后拉罗抡起椅子就砸了起来 炸鸡书在监控丁丁书 说明对方知道自己还活着 并且一直在严密不空 如果自己今晚就去洗衣场一探究竟 必定会掉入炸鸡书的陷阱 等于说自己这几天不辞辛苦的蹲点算是白下了 冷静下来的拉罗立马改变策略 打算用一招将计救济来应付眼前的局面 他再次拨通了养老院的号码 骗丁丁书说自己没有找到证据 他已经没有耐心等下去了 打算今晚就杀进去给炸鸡书一个惊喜 丁丁书听后拼命地拨动流淡 坐实了拉罗无地可施的紧拨动 拉罗认为如果真的有人在监听 对方肯定会有所行动 果然还没过几分钟 对面的洗衣场内就慌乱地窜出很多人 老迈克带着人马从里面出来和阿泰进行了换访 看到这一幕的拉罗知道夜床洗衣场已经不太明智 就在他准备回去从堂记忆的时候 一只小强从拉罗的眼前爬了过去 他突然想到了那个被自己称为小强的律师 镜头一转 老迈克换房后找到正在出席活动的炸鸡书 将拉罗的录音放给炸鸡书听后 老迈克表示要把防御的重心放在炸鸡书身上 至于其他低优先级目标身边的安保要全部撤回来 殊不知这正好中了拉罗的计策 这天晚上 索尔夫妇点着蜡烛享受久违的电影之夜 这时哈姆林居然不请自来 开门时烛火居然神奇地摆动了一下 好像在暗示今晚会发生什么 此时哈姆林拎着一瓶昂贵的麦卡伦走进来 以前每次取得重大胜利后 哈姆林都会和查克喝一瓶麦卡伦庆祝 所以这瓶酒是为了庆祝索尔胜利他特意准备的 见索尔揣着明白装糊涂 哈姆林一边走到橱柜里拿出酒杯 一边把索尔夫妇最近对他实施的计划全部抖了出来 还淡定地分析了索尔夫妇这么做的理由 他告诉二人自己不久后就会停止 但你们做这种事良心不会痛吗 索尔是因为本性难以他还能理解 但他怎么都想不明白晶为什么会和索尔同流合污 他一直以为二人只是为了钱 但二人好像都是为了享受坑人的快感 索尔夫妇一下就被戳中了痛点 直接下达了逐颗令 两人的态度让哈姆林意识到自己猜对了 发誓要用毕生的精力让全世界都认清索尔夫妇的嘴眼 随着烛光再一次的摆动 一个神秘人偷偷潜入到索尔的家中 索尔夫妇见状三魂气魄都吓得没影了 哈姆林还以为是自己的王八之气震住了二人 正洋洋自得的时候才发现有人在身后 得知拉罗是来找他的律师谈识的 哈姆林真诚地劝诫拉罗换个好点的律师吧 为了感谢哈姆林的善意提醒 拉罗热心地送哈姆林去西天见观世音菩萨 可怜的哈姆林还没来得及一盏宏图 就这么稀里糊涂地领了喝饭 这可把索尔夫妇吓得够强 拉罗淡定地将二人注意力拉了回来 回过神来的索尔立马表明自己没有背叛拉罗 看见索尔的这副球饶嘴脸 拉罗只是表示一切都不重要 反正他的家人已经死光光了 他来此的目的也只是找索尔夫妇当枪使 说着拉罗就拿出车钥匙 让索尔去把一个炸鸡店老板给干掉 先开枪杀人 再拍照留证 然后带着相机回来 事情就是这么的简单刺激 索尔知道自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他也明白无论如何最终都逃不过挨枪子的命运 于是他鼓起勇气表示让金去完成刺杀任务 他留下来当人质 金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 俩人都希望对方逃出去 为此两人居然吵了起来 这一幕可把拉罗郁闷坏了 直接同意了索尔的请求 反正他只需要一个诱饵 谁去刺杀都无所谓 就这样 金独自一人踏上了刺杀之路 看着金离开的背影 拉罗还不忘调侃侃子索尔和德和能取得这么棒的戏 将索尔绑在椅子上后 拉罗也开始了自己的潜入计划 金照着地址驾车前往炸击书的住所 等红绿灯的时候一辆警车停在了旁边 金的第一反应就是向警察求助 甚至将车窗都摇了下来 这也是索尔希望他做的事情 但考虑到索尔有性命之忧 金强忍住了求助的渴望 二十分钟后 金已经来到了炸击书的家门口 拿出手套向内拉罗准备好的手枪 金暗想了炸击书家的门女 金原本以为金晚会成为屠夫 没想到千军一发之际被老麦克阻止了 得知拉罗居然在索尔家里 老麦克连忙询问拉罗为何而来 金指着炸击书的替身说出了拉罗的目的 老麦克见金惊魂未定的也说不清来龙去脉 于是准备离开 回过神来的金怒是老麦克的尸职 李亏的老麦克只能忍气吞声 仔细想想 貌似本剧中所有和金打过交道的角色都被他喷过 幸亏炸击书没露面 不然也逃不了被喷个狗血淋头的命运 老麦克留下两个小卡拉保护炸击书 然后带着大部队冲向了公寓 就连在洗衣场内的阿泰也掉走了 眼瞅着时机成熟 拉罗趁机潜入到了洗衣场内 他让金去刺杀炸击书为的就是声东击西 找证据毁掉炸击书才是他的最终目的 与此同时留在家里的炸击书总觉得浑身不得定 于是他打电话询问了金拉罗派他来刺杀的戏剂 得知拉罗是被索尔劝服才派一个弱女子进来 炸击书立马意识到拉罗肯定有猫腻 他能这么轻易被别人劝服 说明拉罗肯定不在乎是谁来刺杀自己 显然拉罗的目的并不在此 于是炸击书立马带着保镖来到了洗衣场 仔细观察一番后 炸击书发现了通风口上的风扇存在异常 刚回头准备检查一番的时候 拉罗一枪移地带走了炸击书的保镖 与此同时老迈克已经带人来到了索尔家里 不出意外地扑了个膊 听到索尔说拉罗在金离开之后也跟着离开了 老迈克瞬间脸色大变 他意识到自己等人被拉罗给戏手了 他急忙拿出手机打给了炸击书 可此时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拉罗搜身的时候摸到了炸击书身上的防弹烟 不懈地露出嘲笑的表情 他将炸击书身上的手机扔到了一边 然后拿出摄影机开始的录像 拉罗明白老迈克赶过来还需要十几分钟 足够他收集好证据全身而退 见炸击书不为所动拖延时间 拉罗开枪打在了炸击书的防弹衣上 挨了一枪的炸击书明白糊弄不过去 于是打开了通往实验室的大门 看着这神奇的一幕 拉罗开心地像个孩子一样 自己家里的浴缸也不这样 但是完全比不过炸击书的设计 来到实验室后 拉罗一边感叹炸击书的回复身后 一边用摄影机录像留证 给炸击书踹了个狗吃时候 拉罗患上了新的弹侠 打算送炸击书隐恨西北 炸击书以为给自己建了个帝国 却没想到是给自己挖了个木 炸击书知道以拉罗狂傲自负的脾性 一定会让他说完这些话 于是炸击书开始模仿起那乔林死前的表演 用一段慷慨激昂的话来麻痹拉罗 同时脚上通过可接受的动作幅度 靠近地上的电线 为靠近提前藏在履带的手枪创造条件 将迪奥哥羞辱的体无完复后 炸击书又开始羞辱起丁丁书 表示丁丁书摆烂生活实际上是自己的杰作 我就是要让他生不如死地活到最后 看着我一个个把你们塞拉曼家的人摆放 得益于防弹一的加持 炸击书面对死局奇迹般的反败为胜 拉罗为他的傲慢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不过炸击书也被子弹打穿了腰子 但终究炸击书还是技高一筹 可怜的拉罗因为自傲无奈隐恨功来 解决掉拉罗这个大麻烦后 众人的生活也将回归于平静 索尔为他的律所换上了新的广告牌 金又开始沉浸于公诉案件之中 老迈克则带着小弟们当起了轻道服 通过表情不难看出迈克仍然带着些许气恼 无辜者哈姆林的死让他非常的沮丧 在清理的过程中 老迈克顺道拿掉了挂花背后的计划便利贴 等到晚上一把火烧掉后 索尔和金迫害哈姆林的计划在纸面上就彻底消失了 晚上索尔夫妇没有在家居住 而是选择来到酒店避风头 索尔用以前老迈克安慰自己的话安抚着金 等到某一天 我们会突然发现已经忘掉这件事了 不再受气困扰了 在索尔的认识里 金是被他牵连才受到了惊吓 无论自己有多害怕 他必须要保证金能尽快挺过去 与此同时 更大的余波发生在墨西哥境内 扎基书独自驾车来到了迪奥哥的庄园 他要在这个毕生难忘的泳池边 接受大佬们的审判 扎基书小心翼翼地和大佬们握了握手 还给丁丁书锯了一弓表示敬礼 俨然把小弟一绝扮演得淋漓尽致 之后博尔萨当众宣读了丁丁书对扎基书的指控 丁丁书坚信派雇佣兵袭击拉罗庄园 和最近拉罗真的消失都是扎基书的手朴 面对这么严重的指控 扎基书淡定地表示自己无话可说 他明白丁丁书没有任何证据能威胁到他 所以也就不值得他浪费口舌了 迪奥哥这次站在了扎基书一边 毕竟相对于丁丁书这个老体肤的妄想 让自己赚得盆满钵满的扎基书更值得他照顾 于是迪奥哥不管丁丁书的铃铛声音 命令双子兄弟带着丁丁书离开 丁丁书被迫离开后 迪奥哥开始朝横起丁丁书的行为来 这一幕充分暴露了迪奥哥的真实态度 对于塞拉曼家这种只会打打杀杀的纠斩 是时候让他们退位让险了 迪奥哥表示南方还是塞拉曼家的地盘 但以后北方就交由扎基书赴格 不过扎基书得向博尔萨汇报 不难想象抛开博尔萨这个好糊弄的甩手掌柜 扎基书实际上即将成为不再有掣肘的土皇帝 临别前迪奥哥还不忘卖弄一下自己的拳手 看样子这些个毒贩大佬们 都是狂妄自大的人物 迪奥哥明知道扎基书对集团充满了仇恨 但仍然觉得自己能驾驭扎基书这匹千里马 这也为日后扎基书团灭贩毒集团埋下了伏笔 随着拉罗等人的强制下陷 今的结局难免牵动观众的心许 夫妻二人来到哈姆林律所参加追悼会 哈姆林的妻子谢利尔对索尔提供给警方的证词完全不相信 他知道索尔和哈姆林之间存在矛盾 面对谢利尔的质疑 索尔只好以推为进承认了和哈姆林的不愉快 但这仅仅是因为极度老哥查克对哈姆林的尊重 这是他从来没有得到过的 虽然索尔的一番话透露着真诚 但谢利尔认为自己的王夫不可能是吸毒自杀的 事情肯定不是这么简单 眼见谢利尔喋喋喋不休地追问真相 担心露线的精灵场发挥编了一段谎话 表示自己一年前就在办公室无意中看到过哈姆林吸毒 只是当时没有揭发哈姆林而已 这卓越的演技让一旁的索尔目瞪口呆 金用一段无法证实的谎言狠狠地将吸毒的大帽子扣死在哈姆林头上 还暗讽谢利尔作为哈姆林的枕边人 不应该比谁都了解自己的丈夫吗 这一段话杀伤力不大侮辱性却极强 直接让谢利尔灰溜溜地离开了 夫妻俩来到停车场后 索尔安慰金一切都结束了 往后的日子又可以继续潇洒了 然而金却像是充满了心事 一言不发地盯着索尔 然后用一段深情热吻做了告别 仿佛金已经下定决心要做什么事的 果不其然 第二天金在庭审现场做出了惊人举动 当着法官的面宣布自己不再做律师了 得到消息的索尔下了班就赶回了家 一进门就质问金为什么这么糊涂 这么草率地丢掉工作和理想 不仅对自己不负责也对客户不负责 索尔认为金是一时头脑发热做的决定 于是提出很多建议劝金回头试案 当务之急还是写信给律师协会解释原因 就在索尔准备进乌拿打印机的时候 发现金居然把行李都收拾好了 这一刻索尔顿时感觉到大事无量 他连忙恳求金不要这样做 索尔见金决心已定 愤怒的他当即把责任甩点了拉罗 要不是拉罗死而复生杀了哈姆尼 金根本就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此时金告诉索尔自己早就知道拉罗还活着 没告诉你是因为你会责怪自己 你会为我担心而让我们都躲起来 这一刻索尔意识到金确实不适合和自己待在一起 即使彼此那么的开心快乐 可他也不愿金陷入下一次危机当中 爱恨连同痛苦一同袭来 吉米只能任由自己坠入 纸醉金迷的索尔古德曼之中去 谁能想到读师里面办事力所风趣幽默的黑道律师 居然是一副没有灵魂的空壳呢 随着风骚律师内各个主角的下限 风骚律师的故事线也正是和读师衔接起来 在第五季开始的时候 读师里顺利跑路的索尔如愿以偿地来到奥马哈开启了甜品店 过上了平淡且提心吊胆的生活 原本生活会一直这样持续下去 不过索尔的大名早已在新闻的宣传下人尽皆知 出租车司机杰夫一眼就认出了索尔 却可把索尔吓得魂都没了 嘴里的三明治也顿时索然无味 杰夫之前在阿尔布开课工作的时候 时常能看见索尔的广告 已然将索尔当做了偶像般的人物 面对一直试口否认的索尔 杰夫的脸色也随之变得阴暗起来 他告诉索尔不用担心他带来的小弟 作为索尔的忠实粉丝 他们只希望索尔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 此时的索尔心里真是有苦说不出 对方明明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份 还要自己当面承认自己是索尔古德曼 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 虽然听起来生疏了点 但下次肯定会有长进 听到索尔那熟悉的广告词 杰夫心满意足地介绍了自己出租车司机的身份 许诺索尔有事情就招呼他 在奥马哈这一片他随叫随到 等杰夫二人离开之后 害怕暴露的索尔连忙打给了西沉店的跑路老头 要求给他安排个新的身份 对于索尔这种出名的罪犯 跑路老头毫不吝啬地祭出屠龙刀 向索尔索尔索要双倍的费用 面对跑路老头的黑心要求 索尔也只能无可奈何地答应下来 就在跑路老头安排交货地点的时候 索尔长长地叹了口气 内心下了一个坚定的决心 索尔潇洒地挂断电话 打算用自己擅长的方式解决遇到的麻烦 镜头来到第六季的第十集 换了演员的出租车司机杰夫刚下班回到家 发现索尔正在自己家里和母亲有说有笑的 这下轮到杰夫开始紧张起来 他不理解索尔怎么敢明目张胆地来到自己家 尽管杰夫有一肚子的疑问 但现在也不能当着母亲的面谈牌 看着母亲和索尔一唱一喝地说起了他们巧遇的话 杰夫看得是气不打一口来 好不容易熬到晚上 借着倒拉机的公布杰夫终于有时间和索尔单独调谈 杰夫质问索尔为何会出现在自己家里 你难道不清楚我一个电话就能让福伯勒把你带走吗 面对气急败坏的杰夫 索尔淡定地表示无所畏惧 他知道杰夫如果要举报他搞得打电话 他来此的目的就是为了彻底解决你 是因为杰夫也是一个不满足当下生活的可怨 于是他表示自己可以带着杰夫干一票 到时候盛迷的生活挥之极来 索尔用话术引导杰夫点燃心中的黑暗火花 最后成功地引起了杰夫的兴趣 就这样索尔忽悠杰夫达成了带他干一票的事 第二天下班后的索尔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他带着肉桂卷来到商场的监控室内 保安立马就被免费的食物所折服 趁着保安进食的功夫 索尔偷偷地打开了计时器 开始计算保安进食能给他带来几分钟的作爱时间 之后的几天 索尔每天下班后都会给保安送免费的肉桂卷 这也成功地让索尔和保安熟络了起来 索尔则趁着一次次的送饭机会 确定了保安进食的平均时间是三分钟 顺便摸清了所有摄像头的位置 闲暇之余 索尔还用脚步丈量出每个商铺之间的距离 然后记录下每天商铺之前的商品 还在笔记本上画出了合理的录音 为了保证骗局的完美实施 索尔甚至对商场进行了模拟 杰夫得知自己只有三分钟的作案时间 而且还在监控底下作案 当即就打起了退堂鼓 索尔见状表示商场的监控每三天就清理一次 为了不引起电源的注意 每家商铺只能偷取三件物品 只要挨过监控的三天清理期 这次行动就完美落寞 虽然索尔把这次计划说得很简单 但杰夫认为这次行动太疯狂 看着杰夫这无精打采的样子 索尔拿出老白的故事来激励他 曾经有个身患癌症的化学老师找到了我 倾家荡产的他连房贷都还不起 但他只用了一年的时间 就赚到了能把大众公司收购的钱 听到这话 杰夫的小弟瑞奇当即表示自己愿意替代杰子 这个神助功力码就坚定了杰夫继续做下去的决心 随即开始了无实物演练 镜头一转 一切准备就绪的三人开始了此次行动 瑞奇扮演送货员拖着货箱来到了商场 商场的经理凯西确定瑞奇送错了地方 于是照着发货地址打给了瑞奇的老板 电话那头索尔扮演的老板承认自己送错了 承诺明天一大早就把箱子拖走 于是这个大木箱就顺利地留在了商场内部 之后索尔又像往常一样拿着肉桂品来到了监控室 等保安开始进市之后 索尔拿出手机发出了指令 得到消息的杰夫立马开始了行动 他从货箱钻出来后 拿出背包就冲进了商铺 接着就开始了令人激动的令人鼓 杰夫按照之前演练的剧 有条不紊地从每家商铺拿走三件商品 拿完之后还不忘用旁边的商品稍作演示 身上拿不下后就把物品扔进火箱内 能看得出杰夫的训练很有成效 与此同时 索尔一边和保安聊天一边通过监控观察着杰夫的行动 眼看一切都在照着剧本进行 索尔放松下来悠闲地喝起了咖啡 杰夫这突如其来的戏剧性一帅 差点没让索尔枪死了过去 眼看保安就要把肉桂卷吃光了 杰夫还没有从昏迷中苏醒过来 索尔顿时惊得亚麻呆住了 就在保安吃完肉桂卷准备回头查看的时候 为了给杰夫争取时间 索尔灵机一动开始卖残起来 表示自己思念离婚的老婆和已故的家人 现在自己没有任何的亲人和朋友 一个人孤独地活在这个世界 估计自杀了都不会有人给自己收尸 听到索尔这不太走心的卖残 保安不知道如何安慰索尔 趁着索尔自述悲惨遭遇的功夫 杰夫也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 连忙收拾好散落的物品 接着就带着商品冲向了货箱 此时索尔的表情就跟便秘了一样 盯着监控屏幕声音起来 等到杰夫跑进厕所之后 索尔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为了掩饰内心的波澜 索尔连忙告别了保安 来到监控盲区后狠狠地传起了粗题 这是他跑路后第一次策划作案 巨大的压力此刻才敢倾泻出来 第二天 商场像往常一样开始了营业 没人发现商铺货物的异常 杰夫趁着人多从厕所跑了出来 看着商场内一切如常的样子 杰夫的嘴角不禁弯起了弧度 这种作案成功的刺激感前所未有 比直接把钱送给他还令人讨断 杰夫一边贼眉鼠眼地四处乱看 一边大摇大摆地向商场外走去 之后就是享受胜利果实的时刻 看着杰夫二人兴奋地分赃起来 索尔终于暴露出他此次的目的 他告诉杰夫二人 这次行动租的卡车跨越了周济鞋 周济盗窃最高判刑十年 运输盗窃货物再多加十年 销售赃物也要加十年 索尔此刻硬气地警告杰夫 如果我被佛伯勒抓到你也要完蛋 时去的话就从此井水不犯河水 杰夫和小弟确认过眼神之后 故情不愿地同意了索尔的要求 就这样 索尔成功地摆脱了杰夫的纠缠 并且让索尔找回了一丝曾经的感觉 这种感觉带来的自信 让索尔的生活不再那么娓娓默默 索尔走进旁边的服装店 找出一套花衬衫和条纹领带 对着镜子仔细地打量起来 花衬衫象征着年轻的风流极敏 条纹领带则代表了叱咤风云的律师索尔 想到此刻自己甜品店经理吉恩的身份 索尔恋恋不舍地放下了衬衫 但不难看出 索尔那蠢蠢欲动做回自己的心已经疯了 自从索尔跑路以后 索尔的助理胖妹日子过得就不太美好 只能像国内专家说的那样 靠出租多余房屋和业余时间 跑滴滴维持生活 胖妹看了一眼时间后 不再和这两个戏兵租客浪费口舌 谨慎地摆脱掉跟踪她的汽车 胖妹来到了一处废弃的加油站 眼看时间来到了三点钟 旁边电话亭里的电话准时响了起来 索尔向胖妹打听最近半年的情况 胖妹一如既往的索要钱财才肯开口 照着索尔的指令 胖妹在电话亭不远处找到了埋堂的钞票 付出几万美刀后 索尔也听到了自己想要的信息 得知自己在阿尔布开克的产业全部被查抄 还有海外账户里的存款也被币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胖妹表示不久前金打电话询问她关于索尔的消息 想必金已经在新闻里知道了索尔的事 索尔没想到金仍然在关心她 内心不禁荡起了淋漪 挂掉电话后 索尔驾车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她仔细考虑了一会后 又来到了另一个电话亭 打给了位于佛罗里达州泰特维尔市的棕榈海岸洒水车公司 点名到信的让前台帮她找金接电话 可想而知索尔也一直在关注着金的消息 不过两人交流的内容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来往的汽车轰鸣声掩盖了索尔的声音 不过看着索尔那愈发暴躁的情绪 想必这对曾经的恋人交流的并不愉快 电话挂断后索尔把怒气撒在了电话上 不解气的他更是将电话亭的玻璃剔死 闷闷不乐的索尔回到甜品店后 看着正在工作的机器发起来 墙上Exit标志显得格外醒了 仿佛要告诉众人索尔即将要搞事情了 果不其然 索尔再一次主动找上了杰夫 表示要带着杰夫二人重出江湖 就这样 每天晚上在奥马哈的一间酒吧内 索尔都伪装成猎物的身份调侃 通过特制工具将酒吸走 可以轻易地灌醉任何猎物 然后将猎物送上杰夫的出租车 由杰夫用下了药的水继续招呼猎物 等将迷迷糊糊的猎物送到家后 杰夫偷偷用胶带贴在了门锁上 之后大哥遛着狗来到猎物家里 将猎物的私人信息统统拍照留着 这种有钱人的信息随便倒卖一下 就是一笔巨款 比直接偷现金物品更加安全可怕 事情办完后将胶布私下带走 任谁都不会发现自己家里已经遭了走 这一连串的计划堪称完美 索尔三人一次次的成功得手 很快就有几十个受害者遭了殃 三人也过上了纸醉金尼的生活 索尔的小金库也慢慢充盈了起来 原本这种生活会一直持续下去 不过一个特殊猎物的出现打破了现状 这次的猎物是个癌症患者 疾病的痛苦没有让他患多坏事 而是坦然地面对生活 喝酒没有占索尔的便宜 打出租的时候也礼貌地让索尔先走 这种种行为都能证明这个男人是个好人 不过对于索尔来说 那个身患癌症的化学老师表面上也很和善 但骨子里却是心狠手辣之辈 这个癌症难搞不好也和老白一样 此时杰夫打来了电话 表示大哥得知男人身患癌症 死活不愿意对他下手 于是索尔将大哥喊到了杰夫家的车库里训话 可无论索尔怎么劝大哥回头是案 大哥死活不愿意对癌症难下手 他有他自己的原则 见索尔还不死心 大哥难表示自己已经把胶带撕了下来 现在想动手也已经迟了 索尔一听当场气炸了 直接将大哥炒了鱿鱼 并且警告大哥管好自己的嘴巴 之后索尔让杰夫开车送他去癌症难家 他要亲自动手完成这次行动 杰夫提醒索尔要效已经过了三个小时 现在回去搞不好癌症难已经醒了 但索尔完全听不进去劝告 他独自来到癌症难家门口后 戴上手套直接打破了玻璃 索尔和金的最终结局 无疑是观众最关心的话题 离开索尔六年的金 貌似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找到了一个新的男友 并且认识了一帮新的朋友 表面上看起来离开索尔的金过得很不错 实际上这六年来金一直活在愧疚和自责之中 和男友不敢掏心掏肺的交流 只能行事走肉般地用一声声音来沟通感情 同事们在一起聊八卦的时候 金也不发表自己的看法 生怕自己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原本这种女版吉恩的生活会一直持续下去 但一个电话打破了金的现状 时隔六年后听到索尔这熟悉的声音 金露出的表情非常耐人寻味 无畏杂陈的情绪瞬间就包围了金 小心翼翼地观察完四周后 金询问索尔打电话来的目的 索尔表示自己就是想简单地叙叙酒 然而金根本没有心情和索尔瞎扯 索尔见状只好求着金和他说些什么 哪怕说说他这几年过得好不好 这一幕就是上级索尔为何会气急败坏的原因 他没想到冒着风险和金联系 就得到个让他去自首的回答 索尔质问金为何不去自首 现在拉罗麦克扎基书等有关人物都死了 是不是要我也死了你才能心安 金听到证据链上的人物都领和了 不知怎比他反而更加惊慌 他害怕自己从这次愧疚中解脱出来 他更害怕再一次变回真实的自己 金不管索尔有没有听进去他的建议 匆忙地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 金乘坐飞机来到了阿尔布开客 他直接来到法院 踏入了前往地检官办公室的电梯 镜头一转 金带着一份陈述文件来到谢利尔家里 陈述书上清楚地讲述了 索尔联合金陷害哈姆林的前因后果 同时也陈述了哈姆林的死因 谢利尔得知丈夫是死于他杀 名声也是被索尔夫妇陷害搞臭的 顿时浑身都泄了气 他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将金给送进大牢去 然而金却告诉他自己可能不会被起诉 原因就是没有任何的无证 至于人证也只有生死不明的索尔能作证 离开谢利尔家后 金坐上了前往机场的大坝 坦白一切得到了释然与解脱 但欲求赎罪却只得到了绝望和无助 种种情绪此刻叠加在了一起 金终于绷不住大声哭泣起来 这是六年来他第一次宣泄自己的情绪 他为自己选择自首感到开心 同时也为之前犯下的错误感到愧疚 金这边是迈出了赎罪的步伐 但索尔这边却是大香径庭 直接打碎玻璃潜入到癌症男家里作案 他将癌症男的银行卡等信息拍照后 就准备溜之大吉 不过临出门时索尔又折返了回去 决定顺手牵羊弄点之前的玩意 但他没想到外面一辆警车 就蹲在杰夫的出租车后面 索尔顺走几块价值不菲的手表后 发现癌症男已经醒了过来 还堵在楼梯口刷起了抖音 这样索尔受信大发准备送癌症男一程 好在癌症男懂事的又睡了过去 索尔这才放他一马 准备离开的时候索尔看到了外面的警车 吓得立马折返了回去 索尔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 所以此时从容不迫地想着对策 但杰夫可没有这么好的心理素质 惊慌之下直接启动车子溜之大吉 不过慌乱之下老司机也出现了失误 由门当刹车一下踩到了 好巧不巧 杰夫这胆小如属性 成功地吸引走佛伯勒的注意力 让索尔顺利地溜之大吉 回到家的索尔悠闲地喝起了咖啡 还做出他的招牌手势 手机果然按照他的设想想了起来 令索尔没想到的是 杰夫被佛伯勒怀疑是抢劲犯 原因就是醒来的癌症男 发现家里丢失了财物 索尔这时明白杰夫是替自己背了锅 不过他一点也不担心 作为一个资深律师 索尔深知没有物证的情况下 杰夫啥事都不会有 于是他承诺很快就让杰夫的母亲 玛丽安帮杰夫保释 毕竟他现在是顶级通缉犯 警局那种地方他是不能去的 索尔简单地把事情告诉了玛丽安 并且表示保释金他会垫覆 让玛丽安不要担心 还告诉玛丽安奥马哈和阿尔布开课不一样 这里保释人出来是不需要担保人的 只需要把保释金交了就行 听到这玛丽安不明白索尔 怎么对法律这么清楚 搞得就跟专业律师一样 挂断电话后 玛丽安就准备上网搜索一下 索尔说的是不是真的 当索尔来到玛丽安家里后 惊讶地发现电脑内 正在播放他对律师时候的广告 索尔本能地就想解释 视频里的不是他 但玛丽安却早已看清了索尔 他只是用百度输入了诈骗犯 和阿尔布开课 索尔古德曼的信息 就铺天盖地地谈了出来 这让他如何看不清索尔的真面目呢 眼见玛丽安准备报警 索尔一把扯掉了电话线 他提醒玛丽安应该认清楚行事 现在把杰夫保释出来 才是应该做的事 看着玛丽安拿出呼救机 索尔警告玛丽安失去的放下 听到信任二字 索尔的情绪顿时有了起伏 他这一辈子都渴望 得到别人的肯定和信誉 从玛丽安家惊慌失措地跑出来后 索尔急匆匆赶回到家里 发现弗伯勒已经摸索到他家门口 索尔连忙带着他藏钻石的盒子跑路 但他显然低估了弗伯勒抓他的决心 大街上到处都有条子的身影 眼见无路可逃 索尔只好躲进了垃圾巷内 翻出跑路老头的明天后 索尔准备拆一个没有实名的手机打过去 慌问之下打翻了钻石盒子 索尔急得连忙寻找钻石 可这集已经是大结局了 所以导演没有给索尔更多的时间 派出几个弗伯勒将索尔团团包围 警局拘留室内 索尔暴躁地用鸡蛋碰石头 就这么简简单单地被抓住了 索尔肚子里憋了一肚子气无处发现 正当他垂头丧气之时 发现了墙上写着一句话 我的律师会大杀四方 这一刻索尔想起来自己是个顶级律师啊 他都能把拉罗这样的杀人犯捧示出来 自己完全有能力和弗伯勒们掰掰手腕 于是在辩证会上 我们见到了受害人汉克的妻子玛丽 和索尔请来的法律顾问比尔 玛丽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从汉克死去的阴影里走出来 他恶狠狠地指责索尔之前的所作所为 并且用恶毒的语言诅咒索尔 然而索尔却可怜兮兮地狡辩起来 声称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被逼无奈 如果不是老白不讲伍德的绑架威胁了他 他根本不会参与到老白的治兵大业里去 那么就不会有后面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听完索尔的一系废话 检方律师认为没人会相信索尔的狡辩 但索尔信心十足地表示 只要有一个陪审团成员相信他就足够了 于是经过检方律师和索尔的讨价还价后 最终结果是索尔在认罪协议书上签字 检方会给索尔量刑建议蹲个七八年就能从里面出来 但索尔对这一结果并不满意 已经逃亡多年的他觉得七年的刑期太过漫长 于是他胸有成竹地继续讨价还价 打算用哈姆林的真正死因来换取谈判筹码 然而这一次他却失策了 他不知道金早已经向地检官坦白了一切 听到金居然主动坦白的消息 索尔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 时间回到索尔和老白准备跑路的时候 索尔和老白躲在跑路老头店里等待安排 索尔询问老白时光机器的可能性 老白是被索尔这个异想天开的家伙搞疑 直接录视索尔有什么悔恨的事就说 别扯时光机器这种不靠谱的事情 于是二人交谈起自己悔恨的往事 老白最大的遗憾就是放弃了自己创立的公司 如果当初他不是那么天真的让出股份 那么今时今日他就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何至于沦落到今天的地步 索尔一听就来劲了 指责老白怎么不早点告诉他这件事 他自信可以用法律武器能帮老白夺回他的公司 老白一句话就熄灭了索尔的兴奋 如果要是走正当途径 老白怎么也不会和索尔这个黑道律师打交道 之后索尔也说出了自己悔恨的事 在他二十岁的时候他为了炫技 一不小心把自己的膝盖摔碎了 而且再也没法复原 然后他才去读了调酒学校 之后成为混迹酒吧的一个小混混 老白简单的一句话 讨讽了索尔做人做事的态度 做了以后再后悔还有什么用呢 镜头回到现在 经过坦白后的精 成功地卸下了心里的包袱 又投身于公益律师的事业里 在法律援助中心当起了志愿者 地检官苏珊娜打电话告诉了他索尔被捕的消息 同时提醒金索尔可能会做出对他不利的证词 镜头来到审判索尔的听证会上 索尔六年来第一次见到了他的前期金 看到金冷漠的眼神 此刻他的心里五味杂陈 听证会开始后 法官针对检方律师与索尔达成的变速协议提出了疑问 索尔犯下如此多罪行 政府的量刑建议却只有七年 他从来没见过索尔这种最宽大刑罚建议的受益者 比尔写字提醒索尔不要担心 这个法官最终会采纳量刑建议 但索尔却出乎意料地站了出来 向法官陈诉了他参与犯罪的前因后果 原本检方律师以为索尔是在重述之前对他们说过的事情 但索尔却私自爆出了猛量 表示自己主动帮助老白缔造了毒品帝国 法官提醒索尔现在的发言和变速协议上的不服 可能会导致他之前的变速协议作废 但索尔坚持自己要说出真相 他虽然没有参与治兵和销售 甚至那些谋杀案他也不是参与者 但他非常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他一直都在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他帮老白逃脱牢狱之灾 还帮老白洗钱 与他勾结赚了好几百万 如果当初老白没有找上他 老白可能活不过一个月或者早已身陷牢狱之灾 那么汉克和史蒂夫等特工就不会牺牲 说完这些 索尔看到金仁旧面不改色的表情 明白自己说的话还没有打动他 于是他又继续向法官爆料 他这次提起了哈姆林和老哥查克的死 哈姆林的死让金选择了远走他乡重新开始 但他却选择了逃避 对于老哥查克的死他也心怀内疚 虽然查克死于自杀 但真正原因是因为自己搅黄了查克的职业生涯 让查克生无可恋之下选择了自杀 索尔把藏在心里的事都当众说了出来 顿时感觉整个人都轻松通透了不少 之后他再一次地回头看着金 发现金仍然是那副冷冰冰的表情 但他不知道金之前冰冒的眼神里 已经恢复了些许温度 镜头切换到索尔照顾查克生活的时段 查克刚发病不久后 索尔就自到奋勇地承担起查克的生活帮手 把查克照顾得无微不至 看查克的表情就知道查克对弟弟这么照顾自己 还是比较满意的 他询问索尔马上就要职业当律师了 为何还要这么做 听到索尔的回答 查克内心是相当的开心 不过当查克提醒索尔最好别当律师的时候 索尔瞬间就感到不开心了 两兄弟每次都因为这个问题而终止谈话 这件事是俩兄弟间唯一的隔阂 镜头回到现在 索尔和一群罪犯坐在前往监狱的大巴上 此时索尔前面的光头认出了索尔的身份 索尔以为是自己曾经得罪了人 连忙表示自己名叫金鸣 但光头确信自己肯定没有认错索尔 随即将索尔的身份告诉了其他囚犯 这时整个车厢的人都认出了索尔的身份 作为社会最底层 他们非常尊重索尔这种愿意为他们辩护的律师 于是众人一起呐喊起索尔的广告语 这种来自众人的认同与尊重 让索尔的嘴角都裂歪了 之后的牢狱生活里 索尔放弃了投机取巧 老老实实地坐面点来为自己减刑 这天狱警告诉他有一个律师来探望他 索尔看到来人是今后顿时愣着 两人靠在预防的墙上 在一缕阳光的照耀下点燃了一只芙蓉王 金确实没想到索尔居然会为了他回头是案 主动推翻和公检方的协议 索尔原本可以用七年的牢狱换取以后的潇洒 但面对那个世上唯一理解他的女人 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终生监禁 这一刻他终于乘坐时光机回去了 又变成了那个风流几米 这一刻他终于乘坐在一起 感谢观看